好吧,最后一次十连了,帝公司命在上,琥珀王在上,群蜂饶在上,阿哈在下,我愿意献出十年寿命出一张金卡,金色,巡猎,没错是飞消。 好了,义父可以退出队伍了,等等,又一个,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直接满命了。 接着,某人的心脏由于过度兴奋猝死了。 与此同时,星穹铁道世界出现了一个来自异界的灵魂,穿越维度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不过由于无保护穿越时空,灵魂已经支离破碎,也就是,这是低违世界,狐磊还能保持完整的灵魂,但是一直持续下去,也是必死无疑。 这时,一道充满生机的力量灌输了狐磊的整个灵魂,让他破碎的魂灵开始重新聚合并且被赋予一股强而有劲的力量口牙。 我无与伦比的雌负,生命至高无上的神奇,赞美您,伟大的雌负。 狐磊毫不犹豫地说道,星铁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副业,狐磊其实是一个战锤迷,但是由于嫌麻烦,就只是看看视频解说,只能算是云锤。 但是云锤的信仰,才是最坚定的,因为无知,所以总是抱有莫名的期待,对于这充满生命的力量,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雌负那狗。 雌负,这个小家伙,是说我吗?要是驱散了另外一道住室这里的欢愉的目光,对于这个,他觉得很不错,慈爱众生的父亲,这就是丰饶该有的形象。 可惜某个暴躁的小家伙,似乎不愿意承认,明明他每次打我的时候,都没有还手,杀掉一些信徒我也没有阻止。 为什么不可以和我好好谈谈? 慈父!慈父!慈父!万物皆福,终生不灭。 被丰饶治好的胡磊,依旧无意识地散发情绪,事后他曾无数次懊悔。 我真不是人。 那个和药师都分不清,药师那够,自己已经成了混沌卵了,平时睡起来,都要先抽自己一巴掌。 好在药师不知道,慈父说的不是他。 那我给你找个合适的地方,就从信徒里找好了,就你了。 药师挑了一个在不离人里,算是朴实善良的一对夫妻。 然后注入丰饶的力量,铸造一具身躯,将胡磊的灵魂放进去。 不久之后,青秋古星,生了,生了。 看起来挺健康的,是个会咬人的狼崽子,就叫忽磊好了。 忽磊的父母很高兴,他们的孩子可是还未出生,受到了长生主的赐福,成为了一名命徒刑者,未来前途无量。 然后以忽磊的所在位置为中心,无数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开始野蛮生长。 方圆百里的不离人,也得到了难以想象的赐福。 保守估计,平均每人延寿一百年。 当然,收益最大的,还是只记得十连七经,和永远信任慈父的忽磊。 还记得一种被称为绿皮的兽人种族,他成了丰饶令使。 没错,一切的根源在于药师将自己的目光投放过来,造成了这一次的丰饶神迹。 忽磊瞬间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力量,成了丰饶令使。 即使药师已经收回了目光,但是神迹依旧没有消失,数之不尽的布,离人,前往忽磊所在,接受赐福。 由于忽磊年幼无法掌控力量,所以身上的丰饶神力,一直处于异散状态,丰饶神迹,对于此时的忽磊来说就是无消耗的被动。 W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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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一种奇怪的欢呼声,从忽磊身上掉下的细胞,开始逐渐形成一种,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种族。 他们在为自己的心生欢呼。 不离人血脉的好战,加上丰饶的赐福。 他们将会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批欧客兽人。 绿皮中没有雄性与雌性的分别。 在他们血管中,存在着一种特殊胞子。 胞子吸收绿皮血液中养分,得到生存所需能量。 当绿皮身受重伤,胞子会分泌出一种特殊激素,刺激绿皮的再生能力。 半植物半动物,依靠胞子繁殖,几天就能成年,光合作用就能存活。 只要一个星球出现一只绿皮,就意味着数之不尽的绿皮,这简直不要太丰饶了。 我而忽磊有战手之姿。 对于这一点,在场的不离人,没有一个反对。 因为现任战手震雷,也在接受呼雷的被动刺服,已经开始思考,这个孩子会在几岁的时候,干掉自己,成为战手。 地宫以光速炫七个轮椅。 天空之上,出现了耀眼的光芒。 榜一大哥,开始刷火箭了。 群巡猎,这里有丰饶的气息,都不需要仙周的定位了。 巡猎的光石虽迟弹道,丰饶的气息这么浓厚,给老子死。 底下的不离人都开始骂娘了,兰你这个家伙玩不起,每一次仙周打不赢,都开始放光石。 这次演都不演了,直接打我们母星。 小猫孩子,这个孩子可不能死在你的手里,我保下了。 要是原本不想和兰纠缠的,可是他叫我慈父哎。 青秋古星之上,一颗参天巨树破土而出,兰住了巡猎的光石。 这是有记载以来,丰饶第一次抵御兰的光石。 然后兰更兴奋了,要是本人就在这里,巡猎的光石,开始不要钱一般,冲向青秋古星。 势必要杀死要师和他的丰饶孽物。 这一次神战,被星际和平公司称为,不离封猎神战。 据星际和平公司统计,这次神战,出现了四道星神的气息。 动起来的,不只是两位星神,还有追随兰的仙周,和要师麾下的丰饶名。 仙周自然不必说,星神都亲自动手了,他们总不能光看着老大干架,自己在后面看着吧。 然后大劫仙周,开始横扫其他地区的丰饶名。 至于为什么不进宫不离人,兰和要师,就在不离门口斗法,去的都被光石变成灰烬了。 巡猎眼中只有复仇,而且开启了有伤。 而丰饶名,也打算和仙周开战。 平时和仙周打着打着,就突然被一道光石击中,自家星神要师也不管一下。 现在好不容易有人拖住了兰,不用担心,仙周打不过,就召唤光石,那就直接上好了。 这次战争的烈度,是几乎不下于前两次丰饶名战争。 不过大部分不离人都没有参战。 因为家门口兰和要师,还在一个,发光石一个挡下。 待在星球还能活,出去就是技。 要师和兰就这样一直打到护雷三岁的时候,期间巡猎的光石一直没停。 要师为了抵抗光石降下的神迹,也一直没停。 也就是说,不离人一直接受了三年的要师赐福。 赞美慈父! 自从能记事起,忽略对要师的信仰,就一发不可收拾。 慈父为什么和这个半人马的坏蛋打起了? 还不是为了我。 我要传播丰饶的意志,报答慈父的恩情。 只是这个戴着小丑面具的家伙,真的是慈父派来引导我的使者吗? 最后,三年的神战以地宫耗尽力量榨干最后一滴光石而告终。 相比于命途宽阔又是老牌新神的要师,命途狭隘又年轻的巡猎,还是嫩了点。 要师表示,我还可以和你打上几千年,小孩子你就不行了。 也就是要师不计较。 加上仙周也是丰饶明的一支,不然真要硬碰硬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神战。 我都想不到,丰饶怎么输。 我要当战兽。 谁赞成? 谁反对? 十岁的忽雷将赤月从前任战手的身体里挖出,然后看着一众步,离人高层说道。 赞成!赞成! 就这样,忽雷全票当选新任战手。 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改革。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星际和平公司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了。 咱们还在奴隶制混着,除了抢就是抢。 即使没有记忆,忽雷依旧对奴隶制生物痛绝,太落后了。 我求你搞点资本主义,实在不行,来点封建主义也行。 慈父给你们赐福,是让你们到处抢劫吗? 你就不会利用长生的寿命学习知识,然后增加生产力,非要抢别人的资源。 现在的丰饶明堕落了,他需要亲自动手纠正回来。 从今天起,不离人帝国成立,所有的猎群都要团结在我的麾下,谁赞成? 谁反对? 慈父的子民应当人人平等,奴隶制太过落后了,从今以后彻底废除奴隶制,胡人也可以参军。 实力不济的不离人也要成为战奴。 鼓励胡人和不离人通婚,争取三百年后不再有胡人和不离人之分。 大家都是慈父的子嗣,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 呼雷也知道急不得,毕竟种族歧视了这么久,不可能说平等就平等,那就把对胡人的歧视转化为对弱者的歧视。 强大的胡人不用成为战奴,也可以加入不离人帝国,征服世界的大军,成为将领指挥不离人战斗。 弱小的不离也可能成为胡人的炮灰战奴。 虽然由于身体素质和力量的原因,还是胡人当炮灰的机会更多,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两个种族算是平等了。 观念的转变要一步一步来,它是丰饶令使,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改造部,离人帝国。 然后鼓励甚至强制性让两个已经分裂的种族重新融合,都是犬人族有什么深仇大恨。 战首不可,祖宗之法不可变。 弱肉强食,自古以来就是天理。 不过物尽天择,适者生存。 我们强大的狼族,怎么可以和弱小的胡人和平共处? 不少老顽固表示反对,然后人没了。 祖宗之法,我怎么不知道? 你先下去,问问兜兰祖宗是不是有这个规矩? 弱肉强食,那么你们这些弱者,哪来的勇气质疑身为强者的我的决定? 不会真以为我是在和你们商量吗? 忽雷表示,我现在是强者,我想要废除奴隶制,你们就得听我的,不然死啦死啦滴。 荒唐,简直一塌糊涂,伟大的慈父给他们的赐福,他们就这么用。 慈父,我不明白,他们背弃了你的意志。 你为什么不收回给予他们的赐福? 勉强整顿了不离人内部事务后,忽雷开始将目光看向整个宇宙。 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同为慈父的子嗣的丰饶民,在忽雷看来,这就是他一父一母的兄弟姐妹。 然后就开始气糊涂了,都是你们这帮野蛮人,害得我伟大的慈父名声净毁。 你们长生了,就不能好好种田,科技发达了,养活的人不就多了?养不起就别生,结果生了这么多就要打仗,打仗就算了,还打着伟大慈父要尸的名义。 他可是生命至高无上的神奇,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慈父,快收回他们身上的赐福吧。 我忽雷齿鱼和他们,同为慈父的子嗣。 唯一能够被忽雷看得上眼的仙舟风饶民,还被该死的妖宫祸足蛊惑,竟然开始反风饶。 你打一打风饶民就算了,为什么要欺负可怜弱小又无助的慈父? 别忘了,当初可是你们求着慈父赐你们长生,现在有了几乎无限的寿命,就开始忘了,是谁让你们长生了? 不就是隔个几百年,可能会出现魔音声吗? 你们自己身体不行,还怪上了伟大的慈父。 慈父,实在不行,你们自己定一个标准寿命。 比如,寿命超过五百直接自杀,这样不就没有魔音声了? 慈父,我提议收回仙舟人身上的长生赐福,让他们重回短生种体验,生老病死。 他们不配做您的子嗣。 身为狂热风饶信徒的他,是带有有色眼镜看仙舟的。 不管怎么样,你们欺负慈父,你们就是坏人。 既然你们看不上慈父,那么收回你们的赐福,让你们回归短生种,大家各过各地得了。 令珠友情。 所求皆得,他们既然有求与我,我又怎么能够放弃他们? 我不忍心看到衰亡与病痛。 既然我看到了他们的祈愿,就不忍心不回应他们。 他们都是孩子,会变好的。 孩子,你这香了? 他们怎么想与我无关?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就是了。 药师很快就回应了忽雷的困惑。 考虑到忽雷年纪小拽不动文言文,就不当谜语人了。 不得不说,忽雷不愧是药师最爱的仔。 别的求要使,找遍宇宙,都找不到的药师,被忽雷的一句牢骚给召唤过来了。 其实事情很简单,药师心善,只要有人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祈求帮助,他就会给予赐福。 至于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神,从来不在乎凡人的想法,风饶,是一视同仁的,博爱不会拒绝的。 如果因为对方是坏人,就不救治对方,那么,他也没有资格成为心神。 心神不能用简单的善恶观来看待,造成灾难的是风饶明,不是要施,两者要分开。 至少风饶明挨打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拉偏价。 而巡猎的复仇不计代价,死在他手上了,凡人不计其数,甚至很多都是他的信徒。 这样看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已经很明显了。 以上就是忽雷的理解。 赞美慈父,赞美生命之神药师,万物皆福,众生不灭。 我知道您让我降生在世上,是为了什么了? 伟大的慈父。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要是是偶像,不方便管理粉丝群,那么就交给他这个死忠粉好了。 他会管理好粉丝群。 让一些败坏名声的粉丝和黑粉,直接暴毙。 最大的目标就是干掉药师的头号黑粉巡猎心神。 来。 不过第一步需要统合自己能够管理的信徒,让他们的信仰回归正道。 诸位都是伟大慈父的忠实信徒,但是似乎外人甚至很多的风饶明都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风饶明。 我们是神选之名,是伟大慈父的子嗣。 但是家里现在多了很多的坏孩子。 我们要做的,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让话外之民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风饶。 我们的目的是让整个世界都投入慈父的怀抱,信仰伟大的生命之神。 你问我不离人帝国算什么? 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伟大慈父不想杀的人,我们帝国来杀。 伟大慈父不想管的事情,我们帝国来管。 总之一句话,慈父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去做。 慈父没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更要主动为慈父分忧,先斩后奏。 慈父特许,这就是不离人帝国。 而要是也是很是时候的赐下赐福。 虽然在他看来,凡人怎么看他都无所谓,但是得给自家最喜欢的孩子蓬蓬肠子。 忽雷开始整合自己的不离人帝国,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风饶正统思维。 有人不服,然后无了。 忽雷表示,大不了直接杀光所有的不离人。 反正有绿皮的存在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战争炮灰。 也就是这个原因,战奴的数量开始锐减。 战奴还要管饭,但是欧客不用。 至于帝国的资源问题,一个活着的丰饶令使就在这里,想要神迹信不信忽雷去哭一嗓子就能搞来几十个。 不过忽雷,不想劳烦药师,脑海里想过一段死去的记忆,戴森求计划,作为丰饶令使,只需要让植物覆盖恒星,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有着药师认证的绝对正统,和绿皮属之不尽的大军,忽雷不费吹灰之力,就让除了仙舟湖人外所有人不离人和湖人,隶属于帝国。 你其实不是慈父派来的使者吧? 忽雷看着眼前一直戴着笑脸面具,性别不明的的存在说道。 身材比较中性,又有些偏女性化。 至于声音有种女性化,但是感觉是男娘。 以前忽雷年纪小不任的,现在长大了,大概知道,这家伙大概是乐子神麾下的乐子人。 至于怎么看出来,这家伙不是药师的使者。 慈父天天和我见面,那里需要派什么使者,很明显是假冒的。 哈哈哈哈,真没面子,一下子就被看穿了。 对,我不是药师的使者,你到现在才发现吗? 面前之人并不理睬忽雷的质问,直接躺在地上,捧腹大笑起来。 很早就发现了,慈父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你。 那就说明你,肯定是假的,不然慈父肯定会和我说的。 忽雷不太能理解面前之人的精神状态,这很好笑吗? 对对,好一个妈宝男,没想到药师会这么关注你,你不会真是药师荷兰的私生子吧? 住口! 你怎么敢把伟大的慈父和该死的妖宫祸祖相提并论? 忽雷被气得差点献出原形,为了表示不离和胡人和平共处,大部分情况他都会收敛自身的种族特征,唯一表露在外的只有胡尔。 该死的欢愉乐子人,冷静,不能发火。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然后消灭兰,想必乐子神一定很乐意见到一个新神的陨落,并且提供一定的帮助。 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名吗? 忽雷可不幸,欢愉新神有这么闲,会亲自来关注他一个刚出生的宝宝。 乐子神的信徒,冒充乐子神,不是很正常吗? 我吗? 一个路过的假面骑士。 忽雷,我还是叫你啊哈好了。 反正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乐子神应该不介意自己的信徒,盗用自己的名号。 你信仰慈父吗? 有没有兴趣,为了慈父的唯一而战? 忽雷问道,乐子人好好利用,要是结成同盟,未来是击杀巡猎的一大助力。 我说我信仰你的慈父,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啊,打算看看这个丰饶的私生子,有什么打算? 你信慈父就好了,那我们就是亿父亿母的亲兄弟。 你看你有没有兴趣担任帝国的宰相,我这里正好缺一个宰相。 忽雷揽住阿哈的肩膀,拿出一碗血酒,打算和阿哈煞血为盟,结为异性兄弟。 他觉得这个欢愉乐子人大概对于丰饶拨乱反正,很感兴趣。 那就让他参与进来,他是要师的孩子,假如和他结拜,那就是他兄弟。 对方用的是自己神奇欢愉阿哈的名字,四手五入,就等于阿哈成了要师的孩子。 乐子人大概率是不会拒绝。 阿哈同意了,阿哈成了要师的孩子。 这可太有乐子了。 阿哈也是毫不犹豫,滴下了自己的血。 忽雷的目的达到了,血液中的生命气息很浓厚,这家伙的力量起码是个乐子令食。 想必能够调动欢愉的不少力量,消灭妖宫的概率又大了一点。 慈福在上,乐子神在下,我与阿哈,忽雷,今日起结为异性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大哥! 二弟! 显然忽雷是弟弟,他才出生多久。 不管怎么看,这个自称阿哈的家伙,年龄都比他大。 大哥! 你我兄弟二人,联手天下何人能敌? 接下来,只要我收服全部的丰饶民势力。 然后进攻仙舟逼出巡练。 大哥率领酒馆,和我成脊脚之士。 区区心神一战可情。 让一个欢愉的乐子人,当帝国宰相,也是护雷没人用了。 总不能指望一些,天天把狼之古训挂在嘴边的家伙,管理一个帝国。 不离人打仗可以,但是管理真心不行。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直到现在,还残留着奴隶制的余毒。 呼雷深怕自己的制度,被他们恶意解毒。 至于让胡人上,他们智商确实够。 但是呼雷不放心,被压迫了这么多年,才刚刚过上几天,勉强比之前好一点的日子。 对不离人的怨恨,不可能一下子就消失。 起码得等个三百年左右。 这一代相互仇视的胡人和步,离人老死了。 新生的孩子,才有机会真正和平共处。 而阿哈至少懂一些政治,还总能冒出一些奇思妙想。 在没有识破他身份之前,呼雷的启蒙工作,就是他负责的。 教了,呼雷不少星际和平公司,这些比较文明的势力的知识。 还和他讲述了一种名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构想。 虽然没有了以往的大部分记忆,但是呼雷对共产依旧很有好感。 这也是呼雷为什么这么信任阿哈的原因。 人家可是给自己当奶爸当了十年,就是真有什么图谋,呼雷也就认了。 总不可能有人潜伏十年就为了拿自己找个乐子,找就找呗。 反正能够借用阿哈的力量消灭巡猎就行了。 阿哈的管理能力,呼雷是认可的。 而且,只要自己看得严,也不担心他搞事情。 如果呼雷看出,阿哈心怀不轨。 等两三百年过去,呼雷培养出来了合适的宰相人选。 直接踹掉这个乐子人,换上自己人就行了。 如果自己打不过,那就喊妈。 要是总不能打不过,他就不信,到时候这个乐子人,还能赖在宰相这个位置不走人。 什么是异端? 背弃了丰饶正统的叛徒。 什么是敌人? 该死的异端,自称仙洲人的妖宫祸祖的信徒,和智障新神妖宫祸祖。 你们的职责是什么? 为慈父的意志服务。 你们的职责是什么? 为慈父的意志服务。 为世间贯彻真正的丰饶意志。 慈父的意志是什么? 无私利他,救助世人,让世人不再遭受生老病死之苦。 我们该怎么做? 扫平宇宙,万界归一,让宇宙不再遭受战乱之苦。 让要师之名传遍宇宙,举世界为丰饶名,让所有人都成为慈父的子嗣,和平共处。 第一步是什么? 让误入歧途的羔羊,重新回归慈父的怀抱,一统丰饶名,然后诛杀巡猎之蓝,即使焚毁宇宙,也在所不辞。 为了慈父! 为了战兽! 为了天下大同! 前进! 忽雷差不多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才给不离人完成洗脑,并且初步获得胡人的好感,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丰饶命途。 当然,忽雷加了一点私货。 要是没有表露出一统宇宙的壮志,但是作为头号脑残粉的忽雷,一下子就挠不出了药师的想法,却受制于命途无法行动,他要帮助慈父。 没有人比他更懂慈父。 很好,为了慈父的意志,出发! 为了慈父! 为了战兽! 哇啊啊啊啊啊啊! 哇啊啊啊! 绿皮们也开始兴奋起来。 这个宇宙的绿皮,是从忽雷的身体诞生的,会受制于忽雷。 由于忽雷的友谊控制,大部分绿皮都克制住了战争的渴望和增值自己种群的数量。 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向世界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不死灭屋。 而忽雷的大军,也早就饥可难耐。 这些年,忽雷一直注重军队的建设,原本不同的猎群被统一划分为二十个军团。 十个是混血,五个是不离人。 五个是胡人 为了缓和布黎人和胡人的关系 忽雷不但亲自以身作则 让布黎人的祖老挑选了最漂亮的 一个胡人和忽雷联姻 以此见证推动两族和平的决心 而布黎人向来崇尚强者 战手这么做一定有他的深意 无数年轻人纷纷效仿意识之间 诞生了不少混血 这些混血就得到了忽雷的重用 他们有着布黎人的战斗本能和胡人的狡诈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存在让布黎和胡人的关系有所缓和 也许无数年后就再也没有胡人和布黎人之分 忽雷对纯血胡人也是很够意思 二十个军团长给了五个位置 和纯血布黎人的数量一致 要知道 胡人是不擅长战斗的 这些军团长以忽雷的子嗣自称 因为每个人都引下了忽雷的赤血 可以动用部分令使的力量 类似于公司的十星十人 当然 这些军团长的位置是有传承的 只要军团内部 有人能够战胜 并且吞噬上一任军团长 他就是下一任军团长 等等 别打了 我们造诣人 也是风饶民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愿意投身风饶的意志 我们是疏忽大人的下属 我为风饶立过功 我为风饶流过血 我要见忽雷令使 闭嘴 而等处处败坏慈父的名声 还有脸自称风饶民 我们可没有 你这样的兄弟姐妹 为了风饶 为了战兽 冲锋 赞美您 伟大的慈父 万物皆福 众生不灭 我等将贯彻您的意志 该死 这些绿色的家伙 是什么怪物 是新的风饶民吗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数量 靠 这些僻鲜 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吗 昨天 还是几千人 现在就变成了几千万了 不时 哥们 你们这些武器 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把战舰的图七 变成红色威力 就会扩大一倍 欢乐的绿皮 依旧在欢乐的战斗 风饶民的生命力强 就意味着战争 会持续很久 在漫长的战争中 绿皮的种子 散布到了整个宇宙 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场普普通通的雨 没有注意到雨中包子 一晚上过后 密密麻麻的欧客兽人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大势力 以为这是一种新型的风饶民 消灭就好 然后就发现 除非把整个星球烧成玻璃 否则无法彻底跟着绿皮 他们也知道了 这些欧客蛮人的可怕之处 他们不屈不挠 数量庞大 渴望战斗 是任何文明势力的噩梦 因为绿皮不讲文明 无法通过非暴力手段战胜 随着绿皮数量的增多 他们的Wallet立场开始增强 最后诞生了两个神明 搞哥和毛哥 搞哥既粗暴又狡猾 毛哥既狡猾又粗暴 他们成为了一种 很特别的丰饶令使 毛哥的力量来自于绿皮的Wallet立场 绿皮只听呼雷的 就连要尸也无法命令他们 而呼雷属于疯饶 他们也就属于疯饶 也就是说 搞哥和毛哥的力量 来自疯饶不假 但是我附庸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搞毛二个 不受要尸的控制 但是又是要尸的下属 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是少数有办法杀死的疯饶令使 要知道 未来疏忽打到罗浮青不接黄 也没有明确死亡 可见疯饶令使的强大 几乎没有正常的击杀方式 而搞哥和毛哥的击杀方式 被大大方方的摆出来了 击杀所有的欧客兽人和包子 搞哥和毛哥 自己就会死 起码有了明确的击杀方式 不愧是最好杀的疯饶令使 也就是说 现在不离人帝国 有了三个打不死令使 这下子明面上的势力 甚至不输于公司了 各大势力 也是开始正式起来 这个狗发育了 一百年的不离人帝国 此时的呼雷 已经征服了大部分的疯饶民 甚至为了造语人的归属 和反物质军团的新校干了一家 三个令使直接让整个宇宙都惊讶了 要知道一个 疏忽就让仙周头皮发麻 现在出现三个新的 加上原本的疏忽就是四个 拿头打 公司直接派人过去表示 可以达成合作共识 反正他们是生意人 又何不离人无冤无仇 即也该仙周人先及 互雷也表示 可以和公司合作 不离人也该抛弃野蛮的生活方式 拥抱文明社会 同时 让公司想办法 进行舆论攻势 给不离人洗白 仙周方面 大杰仙周打算 趁着呼雷 在外征战的时机偷屁股 然后就被树枝不尽的绿皮 围困在了一个星系 整个星系 都成了绿皮繁殖的温床 大杰仙周 一直大捷 然而绿皮 根本杀不完 你的云旗 虽然勇猛 但是每时每刻 都在消耗 但是我不要钱的好兄弟 却无穷无尽 最后 一支大捷的要亲 几乎打光了所有的部队 加上光石的援助 才勉强逃了出来 未来几十年 都没有机会大劫了 这可是一个星系的绿皮 几十个 战斗月亮的围锥堵截 能够活下来 已经很不错了 呼雷也是发现 一个绿皮的新用法 众所周知 大规模风扰涅武 就是在给蓝坐标 发射火箭 然后呼雷将一个星系边缘 围一圈带森球 然后星系中央聚集 大量绿皮 吸引蓝的火箭 果不其然 蓝的火箭到了 星系中央的绿皮团灭 溢散的能量 被戴森球 吸收诞生新的绿皮 然后继续聚集到 中央片榜一大哥的火箭 呼雷觉得 这样会消耗妖弓的力量 毕竟光石 也是需要能量发射的 能用不要钱的绿皮消耗 妖弓获阻的力量 简直不要太赚了 他的目的是 杀死巡猎 那么在此之前 要尽可能消耗巡猎的力量 目前 除了同样身为 风饶令使的疏忽 所有的大规模 风饶民组织 都是不离人帝国的子民 小规模的没法管 至于疏忽 呼雷认为 都是一个妈生的 没必要打起了 疏忽也得到了 要失的指示 或者警告 你敢搞事情 你就不是令使了 而呼雷 终于成功一统 全部风饶民 原本的不离人帝国 改名风饶帝国 慈父的关照 是博爱的 不应该只归属于 不离一个种群 为了慈父 为了帝皇 由于统治了 全部的风饶民 大部分帝国人觉得 不该称呼呼雷为战首 这是不离人的称呼 而很多风饶民 不是不离人 就准备了一个帝皇的称呼 在他们看来 呼雷给全宇宙带来的影响 一点也不逊色于 上一个机械帝皇鲁珀特 不过大部分不离人 依旧称呼呼雷为战首 这是他们的习惯 然后 就开始马不停蹄地 和仙舟开战 帝宫七天 将曾经齐聚社 下一个埋伏围杀呼雷 然后就发现这家伙 根本杀不死 天生邪恶的风饶小鬼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呼雷直接硬吃下了 华的两招 太须剑神完整版 然后只是少了一个胳膊 这对风饶令史来说 连轻伤都不算 七个人围着呼雷圈 踢终于把呼雷打到冰死 就在他们以为要打赢的时候 要是注射呼雷一眼 呼雷又满血了 华和仙舟将军 终于知道风饶民 被帝宫的光石攻击的感受了 心神亲自下场 太赖皮了 要是还是收敛了 只是给了呼雷无限复活 要知道 未来的第三次风饶民战争兰 可是亲自下场 一道光石 打赢了服选口中 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这才是不要脸 就在仙舟众人愁眉苦脸的时候 传来了一道 令全宇宙惊讶的消息 罗浮仙舟的剑手靖流 申请了不离战手 风饶帝国的帝皇呼雷 离大谱 虽然靖流很强 但是 这可是七个天将连手 都干不掉的怪物 靖流直接单杀了 想破脑袋都不知道怎么赢的 目前星际和平公司 推演出来的最靠谱的方式 还是靖流色又呼雷 呼雷被迷得神魂颠倒 自愿放弃战争 风饶民虽然不解 但是这肯定是战手 帝皇 计划的一部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件事背后肯定不简单 于是在帝国宰相马卡多 阿哈化名 的带领下 暂且停止战争休养生息 正好可以消化 扩大了几十倍的领土 处理一些民族矛盾 和各大星际势力建交 过度的扩张 必须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否则就会因为各种内部问题 导致国家直接爆破 某处战场 罗浮剑手竞流率领的云骑部队 遭遇了不离战手呼雷 几乎全军覆没 呼雷将这个女人打至跪地 打算带回去当自己的战奴 罗浮的剑手吗 你已经尽力了 如果你愿意投身慈父的怀抱 宣誓誓死诛杀巡恋 我可以让你当我的战奴 呼雷看着眼前半跪在地的清冷女子 感觉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这种感觉在仙周元帅华 朱明将军怀炎身上都感受过 就好像他们曾经见过一样 而且看着靖流 呼雷有一种打败宿敌的畅快感 所以呼雷打算留尽留一命 说是战奴 现在不离已经脱离了奴隶制 也就是和侍女差不多 帝皇的战奴 可比帝国的军团长都要有权势 有了绿皮之后 帝国就再也不需要炮灰了 原本让战奴充当炮灰的制度 一点都不吃香 就开始转变成另一种服务方式 你休想 靖流大口喘着粗气 打算靖随后 一丝力量自尽 可惜被呼雷一把抓住手中之剑扔在地上 何不离人交战至今 你应该很熟悉 我们这些兜兰子役的习惯 我们是不会给看上的猎物任何机会的 说着 一把抓住靖流的脖子 暴力撕开靖流的衣领 露出白皙如雪的脖梗 尖锐的牙齿出现 打算咬上去强行将其转化为蜂饶名 原本的呼雷 都能将胡人转化为不离人 现在身为蜂饶令使的呼雷 可以将任何人进行同化成为蜂饶名 或者说巡猎口中的蜂饶孽 叮 检测到关键时间节点 星穷铁道系统激活 当前进度1% 50% 100% 激活成功 叮 未到剧情开始时间 系统进行强制休眠 同时强制宿主进行休眠 系统你坑我 在系统的帮助下 恢复前世记忆的呼雷只觉得眼皮在打架 谁家系统一出场就在坑人啊 他马上就要拿下静刘了 被自己转换后 不管静刘愿不愿意 都是他的人了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 静刘就这么看着某人把自己扔在地上 然后突然倒下 压在自己身上 静刘差点以为自己清白不保 结果听到了呼噜声 静刘 有时候就挺无语的 看了看周围 云骑 和布 离人全军覆没 自己这是白捡了一个功劳吗 刚想起身 却发现 由于之前的战斗静刘受了重伤 加上护雷的体重 还是挺重的 他没办法强行推开 只能任由护雷的脑袋 靠在自己的两颗沉甸甸的果实上 这就算了 这家伙睡觉会流口水 终于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静刘终于恢复了部分体力 确认了护雷大概率醒不过来后 就将他扛在肩上准备带回罗浮仙舟 然后 在罗浮仙舟守候的仙舟元帅 和众多将军的惊讶下 把护雷关进了忧求狱 静刘看着自己师傅 有些衣衫不整的衣服 还有衣领上明显被撕开过的痕迹 想到了宇宙最近的传闻 自己师傅 不会真的靠着美色 抓住了护雷 然后阻止了一场战争 看来星际和平公司的推理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 你并不是打败了护雷 而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睡着了 话听完静留的讲述 一脸古怪的说道 狼应该是不会冬眠的吧 哈哈 天生邪恶的丰饶小鬼 你也有今天 话一看到睡得死死的忽雷 就想到某人嘲笑 他是先周平板 这家伙真该死 在脸上踹了两脚后 他就开始考虑 如何成功击杀忽雷了 这家伙万一哪天醒来 就是一个祸害 然后 话就和众多将军 一起进行各种尝试 首先大部分刑罚可以放弃 高级丰饶民都干不掉的方式 肯定干不掉忽雷 直接按照著名的传统 扔进恒星 结果恒星能量被吸收 直接诞生了无数的绿皮小子 WTF 看来靠着热量是没有办法击杀 地宫七天将开始下毒 水烟 让轨道炮直接轰击 最后还呼叫了蓝的光石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 反而让熟睡的忽雷 有了清醒的迹象 华也不敢继续尝试实验了 等一下真的把人给整醒了 就白干了 不过他们也确定一点 那就是 蓝的光石 是能够杀死忽雷的 但是被药师蓝下来 并且罗夫的剑目 开始出现异动 几百头丰饶旋路被催生 仙舟花了很大的精力 才镇压下来 这是药师给的警告 你们在折腾我家 宰我就要亲自动手了 华也是 很从心地放弃了击杀忽雷 而是将他关押在了 悠求狱的最底层 打算让他这样 一直沉睡下去 这一关就是七百多年 药师如果亲自动手 话敢肯定蓝 也会亲自出手 但是不会真有人以为蓝 和药师进行神战活下来的 会是蓝吧 而与此同时 某处还在巡猎的蓝 遭遇了两位心神的暴打 一个一边打一边笑 一个打完了 还给对方治好伤 对于欢愉而言 一向默不作声的风饶 突然开始主动攻击巡猎 这可是大乐子 而此时的帝国 也因为失去了帝皇 而被遏制住了扩张的势头 不过没有人想着 要营救忽雷 这都是帝皇计划的一部分 不能坏了帝皇好事 嗯 帝皇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深意 于是 二十个军团长开始原体 军团长会议 最后决定 让最被帝皇看中的 号称完美继承 帝皇思想的 第十三军团军团长 担任摄政王 至于帝国宰相 按理来说 忽雷不在的时候 应该是马卡多最大 但是忽雷 给二十个军团长 都安排了一道权限 只要有五个以上军团长 觉得他不对劲 就可以强行 把宰相拉下台 忽雷可不会 真的相信 一个乐子人 会全心全意 当好一个宰相 虽然他 确实干得很不错 很多时候 忽雷在外打仗 就是宰相在搞后勤 忽雷也曾经 全心全意相信过他 直到听到某个传闻 阿哈 曾经潜伏在 星穷列车无数年 最后的目的 就是把列车 炸成两截 这帮乐子人 都这么能潜伏的吗 必须警惕 防人之心不可无 特别是乐子人 仙洲本来打算 趁此机会 直接进攻 丰饶帝国 以防万一 哪天忽雷活了过来 仙洲联盟也是麻烦了 可惜被两件事情 整得焦头烂额 一是绿皮失控了 原本忽雷会有意 控制绿皮的数量 和繁殖速度 现在忽雷没有控制 就直接失控了 无数星球 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数之不尽的战斗月亮 被组建起来 对着全宇宙 发起来了 无差别的攻击 损失最惨重的 就是星际和平公司 和仙洲 一个体量大 加上宇宙各地 都有产业 所以被战争波及的范围最大 加上绿皮 完全无法沟通 只能武力镇压 一个是绿皮 经常战斗的敌人 所以 脑子不太够的绿皮 习惯性的进攻 六座仙洲 这次灾害 后来被星际和平公司 称为和环与蝗灾 帝皇战争并列的 第三灾害绿色狂潮 丰饶帝国府政 发布声明 他们无力控制绿皮 除非帝皇能够回来 虽然绿皮 不会主动攻击 信仰丰饶的人 但是 要是有人挡住 他们的战争之路 他们也是会顺手干掉 在各大势力 看来这很正常 毕竟绿皮有两个令史 而帝国失去了呼雷 除了疑似令史的宰相 一个令史都没有 管不住绿皮很正常 于是各大势力 纷纷向仙洲施压 赶紧放了呼雷 但是遭遇了仙洲 最强硬的拒绝 这家伙可不能放回去 最后在仙洲和星际和平公司 等众多势力出手镇压之下 绿皮被压制住了 但是无法彻底消灭 公司和仙洲 一起出动 附数以上的令史 围杀岗毛二哥 然后确认一件事 岗毛类似于种族群体意识 除非干掉全部绿皮 否则他们不会死 也不会被封印 这笔钥匙还难杀 就在仙洲终于有空闲时间之后 又被疏忽来了一波大的 疏忽之乱就此爆发 由于呼雷的铁蟹手段 大部分就派封饶明 都被驱逐或者逃离到了 疏忽的地盘 呼雷认为 疏忽是他亦父亦母的亲兄弟 姐妹 不打算动用武力 心力七千三百年 疏忽麾下的封饶明联军 就在疏忽的率领下 进攻罗浮仙洲 试图夺取剑墓 罗浮将军滕潇死 云上五潇白行战死 最后 仙洲只找到了疏忽的一部分血肉 疏忽生死不知 这部分血肉 被关押一个小匣子里 封存在了忧求狱 然后被两个失去白月光的家伙 引发了隐悦之乱 罗浮仙洲亲皇不接 心力八千零七十年 仙洲联盟终于确认 疏忽并没有死亡 被关押在忧求狱的 不过是部分疏忽的血肉 因为原疏忽麾下的疏忽联军 开始进攻仙洲御阙 至于为什么确认疏忽没有死亡 因为他们 还带来了活化星球 祭都圣楼 目前明面上的疏忽令史 不就疏忽一个 大概率是疏忽的手笔 而沉寂已久的 丰饶帝国也开始参与 第十三军团长兼帝国 摄政基利曼 派遣了支援 协助丰饶联军 吞噬欲缺仙洲 基利曼 初代二十个军团长之一 是一名胡人 有着超强大的经营管理能力 而受到忽雷的信任 忽雷甚至想要让他担任帝国宰相 虽然是胡人 但是对于帝国的忠心 是可以保证的 起初他只是 为了提高胡人的地位 而选择参军 但是现在 他选择誓死效忠帝皇 诛杀该死的妖公 他在战争中 很善于经营被占领的世界 然后报兵一波平推 其中五百个世界最为强大 被誉为五百世界之主 基利曼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机会 打算借此机会 给予仙洲联盟重创 就派遣了刚刚上任的 第十六军团军团长 荷鲁斯 负责统帅大军 荷鲁斯是刚刚击败原 第十六军团长 成为被誉为隐月苍狼军团的军团长 是一个很有朝气的年轻人 也是纯血不离人 擅长大规模排兵布阵 和临阵冲锋 基利曼有意培养对方 特地让他前往仙洲立下战功 除了来自帝国的威胁 疏忽不知道 和搞哥还是毛哥达成协议 得到了十几个兽人军阀 和几百个战斗月亮的援助 这一次战争 后来被称为第三次丰饶民战争 遮天蔽日的布离兽建大军压境 也就是伏玄称为单靠仙洲本身的力量 无法战胜的敌人 这一次的丰饶联军强度 甚至比原历史上的丰饶联军更加强大 蓝的光石及时抵达 虽然摧毁了丰饶联军 但是也造成了不可估计的破坏 芳胡仙洲接近一半的洞天 芳胡仙洲的持民异族的人口 直接腰斩 仅仅是罗浮仙洲 就损失斗舰十万五千艘 飞行士接近二十万 不计其数的云骑军战死沙场 或者陷入魔鹰身 帝宫从不向血肉烦人开口 他仅以光使掀起轮音 丰饶联军请客溃败 而荷鲁斯则提前看出了不对劲 展现了极高的指挥能力 将大部分部队撤离 或者说 他们早有预谋 让其他丰饶民当炮灰 这个世界星系之间 并不是真空的 而是被虚数能量充满 正常来说无法跨越 连光都难以通行 只能依靠开拓的轨道航行 但是 帝国在忽雷死去记忆的帮助下 成功开发出了亚空间航行 这就让帝国拥有了绝对的灵活性 在付出一部分损失后 成功撤离大部队 然后调转方向 直接拿下了最后一块残存丰饶民的地盘 也就是疏忽的地盘 这是早有预谋的 如果疏忽能赢 就趁机搞掉几座仙舟 如果疏忽赢不了 那就直接吞并疏忽 反正总能赚 忽雷看来 疏忽是他的兄弟不想打 但是基利曼不这么想 他不认这个伯伯 最后 整个丰饶民 完成了最后的统一 疏忽由于之前在罗夫受到的伤 也只能看着自己的势力被吞并 而忽雷则一直沉睡 不过他的意识却是清醒的 只是没办法醒过来 一个人在一个黑漆漆的环境 一待就是700年 好在可以玩一个游戏 没错 就是 崩坏 心穷铁道 这个系统的唯一功能 就是提供一个游戏 给忽雷玩 系统 我是你爹 忽雷在自己的意识空间 一直骂娘 什么废物系统 不过为了打发时间 忽雷除了日常 背诵自己编写的 词附圣经 就是玩游戏 好在钥匙虽然不知道 忽雷为什么睡着了 但是怕他太无聊 几乎每天都会进入忽雷的梦境 和他聊聊天 当然钥匙是看不到系统的 在此期间 忽雷对于丰饶的理解 更加深入 而宇宙中的球钥匙就悲催了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700年钥匙出现 并且展露神迹的次数越来越少 毕竟天天给孩子做心理辅导 忽雷这几百年 其实很无聊 因为这个系统的游戏 没有开启剧情模式 每天能做到 就是刷副本刷一切 还有抽卡充钱 卡池每21天轮换一次 至于充钱 忽雷也不知道 为什么系统显示 他的银行卡里的数字数量 高达几百位数 不过白给的为什么不用 所以 忽雷每天就是抽卡 然后花式虐杀各种副本 打大数字 700年来 几乎所有的角色 都达到了6加5 并且 仪器也是大毕业水平 反正无聊 要是最近总发现 自己的命图能量 被人吸收了一部分 一检查发现是忽雷吸的 那就无所谓了 反正每天信徒 给的能量 就不止这些 就是每次吸能量 总喊什么出货 是什么意思 后来要是觉得 忽雷这么一点一点 吸太麻烦了 就把命图的全部权限给了忽雷 只要忽雷的身体能够承受 理论上 忽雷就能调用药师的全部能量 也就是说 现在风饶命图药师是一把手 是皇帝 但是不管是 而忽雷就是摄政王兼兵马大元帅 可以截至风饶命图的天下兵马 听我说 你的脑袋里 现在一片混沌 你不清楚自己是谁 为什么在这儿 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觉得我很熟悉 却不清楚 该不该信任我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走了 要把你一个人 丢在这个空间站里 所以 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再思考过去 也不用再怀疑自己 听我说 接下来你会遇到很多危险 但你也会遇到许多美妙的事情 你会拥有像家人那样的同伴 开始做梦 也想象不到的冒险 而在旅途的尽头 所有困扰你的谜题 都将会解开 这就是爱丽欧所预见的 以及你将抵达的未来 喜欢吗 不知过了多少年 忽雷终于发现 自己的系统 可以让自己过剧情了 正好这么多年过去 对剧情也不熟悉 那就重温一遍好了 而忽雷 也感觉自己 现在可以脱离休眠状态 睁开眼一看 正好是悠求欲 不过忽雷没有急着越狱 都关了这么多年 再关几年也没什么 先了解一下 自己的系统 有什么用 然后就是用八十级满配 大毕业队伍 殴打开局 可怜的新手小怪 不过奇怪的是 小怪的数量 一下子扩大了几万倍 玩法也从回合制 变成了原神的开放式手游 简单来说 就是有膝盖了 不过还是被忽雷开无双割草 他发现 小怪都是一些 十几二十级的垃圾 均衡的试炼 没有给野怪提升等级吗 可怜的末日兽 刚一出场 就被一发苍龙卓士给带走 连进入第二阶段的机会都没有 与此同时 黑塔空间站 哇 星你太厉害了 一下子就把那么大一个默认兽干掉了 就是你到底 是什么命途的行者 三月七之道 刚刚星被毁灭星神纳努克注视 大概率是毁灭命途 可是那一发亮瞎眼的 随蝴蝶一起消逝吧 可不像是毁灭命途的命途行者 而一开始 星明明还是一个只会挥棒球的 稍微强壮一点普通人 然后突然就能变出一把镰刀砍人 又是变出鬼刀炮 还有和丹衡几乎一模一样的长枪 而丹衡则一直盯着死得很凄惨的末日兽 眼神充满了疑惑 苍龙卓视 这不是我的大招吗 这个星和精也是 实名一族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感觉我战斗的时候 突然会获得一股力量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打完之后 我就恢复正常了 星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战斗和平时的实力 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实力 干架的时候 自己身体会涌现各种力量 能打能抗能乃 一旦打完恢复了原形 变回了原本的星和精 靠 这游戏为什么除了战斗可以换人 其他时候只能使用星和精 星妹很好看 但是这样我怎么慢慢欣赏其他角色 忽雷无奈只能加速了剧情的推进 他发现这个黑塔空间站的地图 是不是扩大了 感觉就是一个真的空间站一样 为了能够欣赏各种角色 忽雷开始了除大地生涯 空间站的野怪 经历了一波大的扫荡 而开拓者这边 也被一股莫名的意志驱使 开始给黑塔空间站白打工击杀剩余的反物质军团 一杀就是几个月 然后艾斯达见人家这么勤奋 不要任何条件 就主动清理空间站 过意不去 就将自己半个月的零花钱 打赏给了开拓者 复婆 嗯嗯 范范 忽雷看到新剧情 有些愣住了 原本游戏里有这段剧情吗 不过还是选择了醉屑的一个选项 开拓者就该选这个 然后忽雷就发现 这里的野怪似乎不会刷新 内心有所猜测 就开始迅速过剧情 很快就速通了冰球 开始前往仙洲 就在星穷列车一行人 解决完亚利洛六号的事件后 在跃迁之时 遭遇了星河猎手卡夫卡 你们当然可以置身室外 趁星河还没有污染这片空域 启动跃迁 你们就可以前往下一个世界 我可以告诉你们 未来会如何 如果你们没有前往罗浮 星河会污染整座仙洲 飞船大概一半的居民会丧生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 忧求于的某个家伙会苏醒 整个罗浮会化作一个火体星球 成为丰饶的利刃 对仙洲联盟开启战争 六座仙洲之一的罗浮 将会成为仙洲联盟的大敌 然后巡猎的光石 会射向交战地点 仙洲联盟会坠毁三座仙洲 这个过程会有无数鲜活的生命牺牲 勇敢无畏的开拓者 天行为善的吴明克 向来不会坐视不理 卡夫卡开始试图说服 星穷列车一行人 为此透露了一些未来 做到这段剧情的护雷 感觉剧情有些不一样了 果然自己的存在 修改了原本的进程吗 坐标就在这里 一切交由你们自己决定 虽然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 但群星的轨道 终将汇聚彼此 再见 说完卡夫卡的影像就消失了 开拓一行人也开始讨论起来 经过三月七的反水操作 最后开拓者们 还是选择了前往仙洲罗浮 这时卡夫卡的影像再次出现 提醒各位一句 你们在这一次的冒险中 会收获巡猎和丰饶的帮助 但是大多数时候 只能获得一方的好感 如果你们想要达成完美通关 那么要快 然后关键要靠你了 星 必要的时候 你哭一哭 比什么都管用 卡夫卡似乎想摸一摸星的脑袋 可惜抓了一个空 坏女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总不可能我们这次会遭遇 对付不了的敌人 还和星有关系吧 大预言家三月七开始发动技能 差不多 总之你们的行动要快 虽然不知道是用什么办法 但是艾利欧观测到 某位风饶令使 已经通过某种未知手段 知道了我们的对话 你们行动够快 就能达成最好的结局 否则我建议你们 在选择的时候 选择风饶 另一边 天伯斯接待使廷云身边 跟着几位云骑军 不过他们看起来 眼神似乎带有一种 很特别的凶狠之意 有意思 有意思 基利曼这个家伙 就这么不关心他的父亲 就派了一支百人小队过来 庭云眼神中带着笑意 似乎并没有感到意外 直到现在 帝国人都认为帝皇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目的 基利曼能派人过来 也就是为了政治正确 先知大人 你确定 这样就能救出战手大人 如果只是单纯想要利用我们 我们是不会听从您的吩咐的 至于战力问题 还请先知大人不必担心 我们是帝国最强的禁军 我末渡更是禁军百夫长 只要不和云骑大部队撞上 小规模行动 我们从未失守 原时空被换龙耍得团团转的不离人 末渡更是一口一个先知 现在末渡却丝毫不畏惧换龙的力量 放心 这一次如果行动顺利 我就会占据仙舟 不顺利 你们也可以 趁着混乱 就出呼雷那个家伙 不论如何你们是不亏的不是吗 忧求狱 这里原本是关押仙舟 十恶不赦的犯人的场所 按理来说 就算不是什么阴曹地府 也不该是什么好地方 但是 自从某个丰饶令史被关进来之后 这里开始变得鸟语花香 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开始演化 生命的气息开始散发 这里工作的狱卒 自从某人搬进来后 就多了一项工作 那就是 每天将监狱各处 用高温火焰烧一遍 防止出现绿皮 忧求狱的最底层 关押了仙舟有史以来的最大敌人 不离战手忽雷 不过这次可没有什么 无剑剑术折磨忽雷 戴上镣铐一丝一丝就行了 仙舟怕万一 把忽雷搞醒了就完了 星河猎手艾流 真有意思 睡了这么久 也该活动活动身体了 赞美慈父 赞美丰饶 忽雷张开眼睛 打算大干一场 仙舟方面 由于欲缺仙舟的荣涛将军姚光 通过挂项得知了罗浮仙舟 将会遭遇危机 为此特地让一只打绿皮的 要轻的天机将军飞霄前来支援 这一决议 让众多仙舟高层不满 他们都不信任 出身帝国 占领区的飞霄 听说不离人现任战手忽雷 就在罗浮忧求狱 我打算去看看 你们觉得如何 飞霄看着焦丘说道 飞霄小时候 是在帝国占领地区长大的 然后贝兰的光使 波及成了孤儿 又遭遇了前来探查的仙舟联盟 父母双亡的飞霄 就被送到了要清仙舟 然后被御御收养 不过由于布离和胡人的关系 已经缓和了 就连现任摄政都是胡人 飞霄对于布离人 没有任何恨意 甚至因为和护雷出自一个部落的原因 从小就是听护雷的传说长大的 将军 我觉得大可不便 你的身份还是太敏感了 焦丘小心翼翼地说道 毕竟周围有不少被仙舟高层派来的监视者 虽然焦丘觉得 飞霄不会背叛仙舟 但是不少老家伙不这么认为 自从护雷上位后 胡人一个个就开始 表示要誓死效忠伟大慈父 并视要清仙舟的胡人为异端 而飞霄小时候的成分不明 很难说 会不会背叛仙舟 要知道 胡人之中 也有白狼猎群这样的仙舟死敌 万一飞霄是白狼从小培养的卧底呢 要不是上一任将军月遇临死前 指定飞霄上任 飞霄想当将军得先过正审这一关 如果将军实在想要见一见的话 我可以暂且代劳 看一看这个胡雷的现状 多谢雪衣大人通融 胡雷乃我要清仙舟死敌 在下确实想来看一看 焦丘被雪衣带着 前往胡雷的牢房 对于要清本土胡人来说 胡雷就是死敌 之前要清偷袭帝国 被绿皮包围 几乎打光了整整一代人 而要清大部分人都是胡人 这就导致 除了飞霄以外的要清胡人 都很恨胡雷 伏击的计划是他设计的 绿皮这个种族是他创造的 这个锅就该他背 有求玉礼 挣脱了镣铐的胡雷 开始思考 自己不在了帝国会怎么样 如果发生意外 那么最高权力 将会归属于帝国宰相马卡多 也就是阿哈 不好 我的帝国 不会被阿哈玩坏了吧 希望自己的子嗣 能够争点气 稍稍限制一点乐子人 然后 一找像滑豆腐一样 划破监狱的大门 一抬眼就看到了雪衣和娇丘 胡雷势不离朝复 手刃生灵 杀业无数 须以谦然副手 严加管制 雪衣还在给娇丘介绍 如何关押胡雷 不过显然娇丘不是很满意 因为没有任何刑法 只是简单的用铁链锁起来 然后关在牢房太便宜对方了 为什么元帅他们 就不肯直接杀了胡雷呢 你们好 挺巧的 胡雷看着面前的娇丘和雪衣很感兴趣 没想到一出来就遇到了两个字机角色 看来运气不错 娇丘则是心里骂娘 不是哥们 就只要瞧你今天打算越狱 不能等几天吗 而雪衣等人也是短暂的愣神后 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不管怎么样 必须将幽求狱里的重犯抓回去 不自量力 愿慈父保佑你们 胡雷悲天悯人地叹息了一句 然后幽求狱开始生长一些奇形怪状的植物 并且变得极具攻击性 对着众多狱卒发起进攻 即便对方人数远远超过自己 他也毫不担心 而胡雷身上也开始掉落无数的细胞 然后化作一个个欧克兽人 冲向了雪衣等人 他从来不会被人在人数上压制 能够从胡雷身上被直接制造的 绿皮可都不是简单货色 都是身强体壮的兽人 没有哥布林和僻筋 别的不说食骨隔巨兽 就有好几只 不过由于是被直接制造的 大部分绿皮手上没有武器 然后绿皮就开始拆油球域里的各种金属仪器 还有牢房 将其变成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枪支大炮 身为召唤系的令使 打架一般是不会亲自动手的 呀 雪衣做好心理准备 拿起武器 趁着其他人拖住绿皮 准备袭击胡雷本人 锁链直指 胡雷指 诧疑不知遥 勇气可佳 机巧少女 看着还挺不错的 轻松抓住雪衣的人偶脑袋 只是轻轻扔到一边 就让雪衣几乎失去全部的战斗力 原本的机巧之身 也开始长出充满生命气息的植物 What a egg 与此同时 其余的狱卒和娇丘也被绿皮俘虏 只有莫泽 靠着独特的能力逃出生天 在胡雷的强制命令下 即使是好战的绿皮 也必须强忍着杀戮的欲望 看着被绿皮抓获的一众幽浮五变 和惊人勾魂时 胡雷也不得不承认 幽球衣的狱卒 穿得很有品味 幽球衣的工作服 原来是黑丝 耀青的胡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罗浮 那个咪咪眼你可以告诉我吗 忽雷没有急着逃跑 反正罗浮仙周 目前就一个警员值得警惕 最多再加一个飞销 忽雷不太理解 为什么飞销还能加入仙周 难道自己睡着之后 帝国又开始歧视胡人了 有吉利曼在 应该也不至于 我们是耀青的使节 欲缺仙周不算道 罗浮将会出现 靠自身无法解决的危机 让我们前来支援 现任要青天鸡将军飞销 也在罗浮仙周 现在就在罗浮天伯斯 焦丘发现在 忽雷将自己的爪子 刺进他的脖子 注入鲜血后 他就无法拒绝回答 忽雷的任何问题 就好像一种来自血脉中的压制 忽雷能够压制胡人 和不离人这样的犬人种 将他们的血脉 进行提纯转化 只要是胡人或者不离人 不管是谁 面对忽雷就是白给 只要在忽雷身边待得够久 就会陷入一种盲目的崇拜当中 焦丘现在已经被感染 要不了多久 就会变成不离人 自己角色忽雷不想杀 留着纸不定有用 飞销 不离和胡人混血 却还是加入了仙周 这是命运的力量吗 稍微探查了一下焦丘的记忆后 忽雷发现 关于飞销的剧情 大体没什么变化 还真是遗憾 他还打算让飞销 当他的帝国战帅呢 几小少女啊 你的意志得到了我的认可 有没有兴趣背弃该死的妖宫 投入慈父的怀抱 我可以给你一副新的身躯 看着身上长草的鸡巧少女 忽雷也是很感兴趣 谁能拒绝一个 自带锁链的白丝鸡巧少女 让十恶不赦的罪犯逃出 是无得过错 之后无字会引咎辞职 但绝不会投靠仙周死敌的 由于身体受损的原因 少女没有办法做出 极恶如仇的表情 但是忽雷也是明白对方的意思 因为身体 家乡 所有的一切被我亲爱的兄弟疏忽吞噬 所以憎恶丰饶吗 放心 孩子 不对你的年龄 似乎比我大一点 慈父会保佑你的 说着 一片青绿色的光芒 包围了整个鸡巧少女 眼偶之身得到修复 但是不像被罗刹修复 只是修好了机器之身 来自丰饶的力量 让少女的身躯 具备了生命的气息 雪衣现在已经不是一具冷冰冰的机器 会有正常的体温 正常的感情 生物的大部分生命体征都会表现 最明显的一点 就是 可以生孩子了 我 我的身体 感受到几百年没有感受过的生命与活力 雪衣原本冰冷的表情 瞬间变成惊讶 掐了掐自己的脸蛋 吹弹可破 光滑圆润 但是本质上还是机巧造物 不过是变成了一种新的生命体 只是对方以为 这样他就会屈服吗 还不等雪衣反应 他的脸蛋 就被一双手掐住 柔扁错圆 想要反抗 却发现身体不听使唤 忽雷可不会让自己的造物不听话 获得新身体的代价是 这具身体 不是完全属于他 效果还不错 赞美慈父 虽然这种事情 七百年前他就能做到 但是忽雷感觉 经过药师 这七百年来的贴身教导 他对丰饶的感悟加深 现在实力大大增加 考虑的怎么样 石王司的判官雪衣 只要脱离妖宫 你就可以被慈父的意志拥抱 重获新生 不肯呢 偶数不坏 考虑一下 我刚刚从牢里出来 现在缺乏对外界的情报 只要你稍微提供一些 等我回到帝国 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 打下仙舟之后 让你管理一座仙舟 也不是不行 休想 你可以操纵无的身体 但是无法操纵无的意志和信仰 你还有一个妹妹 这是你们小时候的照片吗 真可爱 她现在也在优求狱吗 你该知道 目前优求狱 没人能够拦住我 忽雷拿起雪衣 掉落在地的手机 从中找到了一张照片 和一个名为在蓝天下的光追 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 有关罗夫的情报 不从你这边获取 也可以从别人那边获取 我可读取所有胡人的记忆 优求狱除了要亲来的两个 应该还有别的本地胡人 别把自己抬得太高 你可以决然赴死 但你的妹妹 到时候 我希望你能记住 她是因你而死 觉醒记忆的忽雷 有收集自己角色的想法 当然不会杀寒鸭 但是不妨碍她拿来威胁雪衣 不要 雪衣一想到 妹妹可能有危险 瞬间破防 不过内心依旧在挣扎 她不想背叛仙舟 但是更不想自己的妹妹出事 好的 弱点击破 姐妹情深就是好 看来一会 也可以用雪衣来威胁寒鸭大人 真不明白 为什么雪衣是姐姐 跟我念 赞美丰饶 赞美辞负 我在此立誓 终有一天 将斩断循列的命徒 试杀妖功获足 赞美丰饶 赞美辞负 我 雪衣 再次立誓 终有一天我 将斩断循列 的命徒 试杀 试杀 妖功获足 雪衣心防失守 被忽雷控制心神 说出了这么一段大逆不道的话语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好了 事情都解决了 绿皮小子们 去抓住刚刚那个逃跑的猎物 至于你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把你的同伴带回来 要么吃了他 忽雷看着已经完成狼花的 焦丘命令到 他不太明白 为什么原本的忽雷抓住焦丘不杀 还被阴了一手 按理来说 焦丘和莫泽 都是必死的 最后挣扎了一番的焦丘 终于还是抵挡不住 忽雷对胡人的控制 带着部分兽人大只佬 去追杀莫泽 狼花的焦丘 有着更加敏锐的嗅觉 加上本就熟悉莫泽的气息 想来抓到对方并不难 然后让其余的绿皮兽人 将忧求狱内所有的不离人放出来 遇到狱卒阻拦 能活捉活捉 不能直接杀了 他打算一会 评鉴一下 忧求狱的狱卒 还有就是 他记得有一个叫阿和玛的 不离人是个人才 能在忧求狱里 做起小生意 是个不错的企业家 可以好好培养 安排好了绿皮 看了看被藤蔓捆住的 被雪衣带来的狱卒 忽雷直接把刚刚发完 毒事到新破碎的雪衣 抱进怀里 香香软软的 然后就开始让雪衣 给他把这七百年外部的信息 和有关罗夫的情报讲述一下 毕竟脱离社会太久了 通过雪衣的情报 忽雷也差不多了解了外界的情况 自己的帝国 并没有被阿哈玩坏 基里曼担任帝国摄政 并且治理的还不错 在他的治下 风饶民的名声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因为他不承认 任何不隶属于帝国的人 是风饶民 这些都是该死的异端 只有帝国人才是风饶民 风饶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出现了不少全新的风饶民 例如血族 精灵族 灵族 这些种族各具特色 得到要是赐福的第一时间就被发现 在帝国的引导下 没有踏上对外劫掠的路线 不过基里曼似乎对疏忽 这个伯伯并不尊重 忽雷祖训定下的不争之国 直接被他吞并了 还有就是 最近帝国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年轻人 第十六军团隐月苍狼 现任军团长赫鲁斯 这是一支完全由不离人组建的军团 代表着不离人最原始的野性 和狩猎本能 而荷鲁斯能够让他们心服口服 并自称荷鲁斯之子 而且大部分成员都出自忽雷所在的十月猎群 对于忽雷的崇拜 是所有军团中最狂热的 也是最骁勇善战 战斗力最强的军团 听说纳努克曾经对荷鲁斯发出过邀请 让他担任绝灭大军 不过被拒绝了 接着不知道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成为了欢愉令士 然后就是 除了第十三军团的军团长之外 大部分军团的军团长都换人了 毕竟军团的规矩就是 强者上拥者下 二十个军团 现在也不全是胡人或者不离人 经过一轮轮淘汰 不少军团的军团长 变成了其他种族 甚至衍生出了独特的军团文化 例如 第九军团 就是被一个名为圣吉列斯的造诣者 发扬光大 获得了圣血天使的番号 现在所有第九军团成员 都视他为偶像 不过由于自身原因退休了 现任圣血天使军团军团长叫安杰 似乎是一名女性 不过从他 能够得到上一任军团长 也就是圣吉列斯的认可来看 实力绝对不弱 第十七军团现任军团长罗家 是一个短生种传教士 给了十七军团怀言者这一番号 他对于帝皇忽雷 有着无与伦比的信仰 比起战争罗家 更倾向于用思辨和传教 让遇到的其他势力 自愿加入帝国 在帝国的各个地方 开始建立完美之城 里面有着几乎全宇宙各种各样的种族 在里面所有人都不能发生冲突 否则就会被赶出去 同时 罗家还是丹伦寺和帝国国教的建立者之一 丹伦寺是一群坚守绝不杀生的丰饶民族成的 是丰饶理念的最好体现 帝国国教则是严重违反护雷的帝国真理 一切献给慈父 该教派主张帝皇才是真神 要是不过是帝皇的属神 严重倒反天罡 但是得到了基利曼和要是的认可 不但成了帝国国教教皇 还成为了帝国的第二名丰饶令使 罗家也是放生帮的代表 在宇宙各地都有着自己的慈善组织 向全世界传教 顺便吸引人成为丰饶民 为此他大力资助医疗机构 目前已经在宇宙范围内 解决4812种各种大小病症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 第15军团签子的军团长马格努森 是布黎人 来自原本早齿猎群的基因巫师 还是一名灵能大师 并且成为了智识令使 天才俱乐部第85席 代号赤红之王 现在帝国也不止初始的20个军团 出现了不少新的番号军团 和各种特殊部门 而最初的20个军团 被称为原初军团 是所有帝国人的向往 因为他们传承着呼雷的血脉 可以自称帝皇的子嗣 基利曼似乎找到了 不用杀死原军团长 就能传承呼雷的赤血的方式 而这些退休的军团长 大多数都前往进军养老 大部分人都很低调 只担任一个掌门人 也就是说 现在的进军 随便一个看大门的小兵 就有可能是某个军团的某一任军团长 可谓藏龙卧虎 顺便提一下 由于呼雷的原因 大部分不离人和呼人的平均寿命 已经和仙周天人种一个级别 就是普通人活一个七八百年 也很正常 不过基利曼及时实行计划生育 开发蛮荒星球千亿人口 没有让人口超过上限 并且大力开发呼雷发现的灵能 因为他们发现 灵能和亚空间 似乎可以遏止摩阴森 没有四小贩 不然早晚得出事 不得不承认 十三爷的运营能力之强 呼雷只是打好底子 剩下的都是他在努力 呼雷已经打算 回去把乐子人阿哈踢掉 让基利曼当宰相 帝国确实在蒸蒸日上 不说别的灵史就出现了好几个 听说基利曼本人也是一名存户令史 还有就是 感觉这些军团长有些熟悉 而且 他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阿哈会蛊惑荷鲁斯 发起大叛乱 给自己败寿 以上就是呼雷 从雪衣口中得到的 有关帝国的全部消息 自己的子嗣 貌似挺不得了的 现在看来 回去就可以对仙周 发起全面进攻了 彻底铲除妖公货祖的信徒 然后再和巡海游侠开战 他们虽然不与慈父为敌 但是他们姓妖公 他要打到巡海游侠 更变信仰 世上无人 再敢信仰巡猎 帝国唯一让他有些不满的 就是帝国国教了 竟敢违反他的帝国真理 一切献给慈父 不过看罗家这么努力 传播丰饶就算了 他可不是 某只金色大只佬 哇哦哦哦 金色大只佬 我们就除了所有和大只佬一样 有着浓厚毛发 和锋利爪子的哇哦哦哦 还有那些身上长叶子自称 妖王迷彩的 哇哦哦哦哦的牢房 哇哦哦哦 祭霸们已经把整个下层监狱的金属拆了 哇哦哦哦哦 小子们都不缺武器 随时可以哇哦哦哦 一个看起来比较聪明的兽人小子 来给护雷报告消息 好的 绿皮小子们 我们可以发起进攻了 占领整个幽球域 说实话 护雷有些奇怪 为什么自己在幽球域底层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整个仙州 甚至是幽球域的狱卒 都没有反应 按理来说 应该到处都有监控才对的 此时幽球域主控室 韩鸭大人 一直没有经过报备的云祺军 进入幽球域 他们声称 有要事要报告给韩鸭大人 我知道的 让他们进来吧 诸位有何来意 可否告知 韩鸭看着面前的云祺 莫名感到一阵不安 韩鸭大人 我要说的事情十分重要 请确认所有主控室人员在场 确认完毕 除了几十年前新进的游里判官 所有人都在这里 那就行 兄弟们动手 末度见状也不装了 他带来的云祺 也纷纷显出原形 有不离人 白狼猎群的胡人 造诣人 血族 显然 他们都是服下密钥 伪装成云祺军的禁军 目前的禁军各个种族都有 他们是各个军团挑选出的善战之士 是极强的命徒刑者 还精通灵能 并且对帝皇的忠诚 也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不好 快联络外界传递消息 优求欲有人入侵 或或你先躲起来 这里不是你能参与的地方 韩鸭拿起判官笔 艰难抵挡末度的猛攻 给一旁一个绿色毛发的胡人下令 身为禁军百夫长 末度的实力可不差 帝国潜行研究的名为灵能的特殊手段 也是开始展露 在此之前 只有帝国人 以及一些和马格努森 有学术交流的天才俱乐部成员 才知晓这种能量 不少狱卒也开始通过各种通讯设备 联络外界 但是不少人突然收起自己的通讯设备 开始攻击其他同伴 通讯处的联络员部分叛变 直接击杀其他联络员 该死 你们背叛啊 不对 这是被人控制了 看着众多狱卒空洞的眼神 寒鸭知道 优求狱是无法联络外界了 最后整个控制室 被末度带来的禁军完全掌控 寒鸭也被灵能锁链捆住 只有一个绿色毛发的胡人 安然无恙 小姑娘不用怕 我们都是同胞 你看我们都有毛发 都是一家人 末度摸了摸 担惊受怕的霍霍的脑袋 对于无害的胡人 帝国人特别是不离人 还是很关心的 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霍霍 我的名字是霍霍 经过护雷的洗脑宣传 和强制融合 不离人已经把胡人 当成自己的同类 忽雷在任期间 谁敢歧视胡人 直接处死 至于忽雷不在任期间 帝国的摄政就是胡人 你歧视胡人 是不是对第二 嗨嗨 对摄政大人有意见 现在 胡人和不离成了帝国内关系 最好的两个种族 两个种群互相通婚 纯血胡人和不离越来越少 未来将回归一个种族 长期的合作 让双方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胡人出谋划策 不离冲锋陷阵相辅相成 看着可爱的霍霍 莫度想起来隔壁的胡人大姐姐 这次回去 自己就向她表白 喂 尾巴大爷 霍霍害怕 嗯 全部警戒 莫度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对劲 尾巴大爷 这里还有没被控制住的高手 然后 一个普通的禁军士兵 注意到了霍霍的尾巴 将手中的武器 指向霍霍的尾巴 其他禁军也是注意到了 这就是禁军藏文卧虎的普通士兵 要知道 刚刚就连百夫掌莫度都没有发现尾巴 鬼知道这名士兵之前 拿那个军团的战斗英雄 甚至是退休的副军团长 甚至军团长 禁军招兵的时候 是不会登记之前的信息的 你不知道 他究竟是新入伍的 还是别的军团调过来的 这种老兵一般格外低调 平常训练看不出强度 哼 不离的狼崽子 也会关心胡人 霍霍 给我只冷起来 有本大爷在这些狼崽子 吃不了你 尾巴健壮 也只能显出真身 他感觉这些人使用的 被称为灵能的能量 可以杀死自己 自己也无法强行 进入这些人的内心 世界发展的这么快吗 都出现能够轻易 杀死碎羊的力量体系 这强大的精神力 对碎羊是顽客 不过 作为大碎羊疗园最厚斗的碎片 尾巴大爷也是有点能耐的 趁着众多禁军 没有反应过来 拎起霍霍就准备离开 然而 被一道极为强而有力的 灵能护照拦住了 一个大光头 从门外走了出来 尤里正为你辛苦了 您的贡献 会被帝国永远铭记于心 莫渡见尾巴大爷被拦住 也是放下心来 开始和尤里打起了招呼 这可是自创了一种 名为心灵控制的 灵能技术的人才 尤里判官 你不是一个月之前 出任务了吗 等等 你是帝国的人 你背叛了仙舟 寒鸭的脸色不太好 或者说一直都不好 时刻挂着两个黑眼圈 但是现在更不好了 卧槽 你的浓眉大眼的光头 也是叛徒 逆天 尾巴大爷 也是被震惊了 尤里是五十年前 正式加入石王司 成为判官 之前是一对 仙舟良民的老来得子 修改记忆 从小参军 及其擅长人际交往 他的每一任上司 都对他满是好评 来到石王司后 没有任何一个囚犯 能在他的面前隐瞒秘密 就好像能够读懂人心一样 和很多狱族关系也好 最近都快升官了 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 已经在体制内工作 五十年的好小伙 也是叛徒 联想到一整支云骑部队 都是帝国的间谍 仙舟高层 肯定还有不少帝国人 不然这种规模的渗透 是不可达成的 要知道 原本时空被打残的 不离人都能出 起码入仙舟如无人之境 优求欲更是随便进 还能劫持使节 现在更强大的帝国 自然更容易渗透 老景 你这个治疆 到底在干什么 不过也不能怪老景 本来就是轻不接黄 内部整个丹顶司 成了药王秘传 十名龙师早就准备搞事 幻龙又是最擅长 内部瓦解的 加上米哈游 为了剧情有冲突 体现斗志 这就让老景成了小丑 整个仙舟 罗浮成了筛子 到处都是内奸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站在你们前面的 是游里 改 帝国人 短生种人类 灵能大师 千子军团军团长 马格努芬的挚友 帝国摄政基利曼的顾问 心灵部门部长 帝国渗透罗浮的总负责人 罗浮仙舟要王秘传的魁首 目前是整个罗浮仙舟的 间谍体系的缔造者兼首领 在此期间 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副首领 虽然双目失明 但是清楚地看出了 妖公的邪恶 我能走到这个地步 除了靠我的心灵能量外 他也帮了我很多 听到了游里的自我介绍 众多忧求玉玉族 都陷入了绝望 什么时候 罗浮成了帝国的后花园 听他所说 目前展露的 还只是冰山一角 那个副首领 怎么听着有些熟悉 双目失明 地位还高 我罗浮的 不就是因为丹顶司的医术文明 结果丹顶司成筛子了 罗浮何人不通帝国 游里政委 我们现在去救出帝皇吗 不必了 帝皇已经靠着自己的力量出来了 小小忧求玉 可是挡不住帝皇的 我们接下来听帝皇的指示就行 赞美帝皇 赞美丰饶 赞美慈父 刚刚游里 已经看过了监控 也是 他把所有的通讯员解决 顺便封锁了整个仙周 然后控制联系员 对外界表示 优求与无战士 游里也是国教的一员 认为呼雷 才应该是 丰饶命途的真正神明 要是算什么 Wike 金色大War Boss 那个长毛眉爪子的Wike 已经抓到 交给大只老Wike 呼雷这边 莫泽也被交丘抓了回来 终究是有着战友情 没有直接吃了莫泽 呼雷也不会让他吃 自己角色要及图鉴的 不能乱杀 莫泽也得到了交丘一样的待遇 被呼雷转化 就算莫泽不是胡人 呼雷也能给他强行注射 不离人基因 从此以后 成为了不离人 不离人 原十月猎群 禁军百夫长 莫渡 见过战首 短生种人类 心灵部门部长 药王密传魁首 游礼 改 见过帝皇 赞美丰饶 赞美帝皇 造诣者 禁军 回音 来到主控室一探究竟的呼雷 看到被捆成粽子的寒压 还有一众狂热粉丝 也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行动 没人发现了 整个悠求狱 都被自己人控制了 牢记你到底 在干什么 此时另一边 该出骑兵了 还在忽悠 辛雄列车一行人 充当骑兵的老警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他们已经成功抓住卡夫卡 知道了一些东西 妈 这些仙周人太坏了 都给你卸妆了 心抱着卡夫卡 又哭又闹 星河猎手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开拓者 棒上大腿 不管是巡猎 还是丰饶 不过更倾向于丰饶 出于保密 即使是卡夫卡 也不知道完整的预言 所以 穷关镇也无法查看剧本 只知道 开拓者不参与罗浮 最好的结果 就是被地宫一箭射爆 将军 你真的相信 那个命运的奴隶的预言 没了那个小灰毛 我们罗浮最好的结果 也是坠毁 最差将会成为活化星球 挥任向自己的同胞 一个粉毛小矮子 正在和一个地宫 严选的白毛将军对话 星河猎手不是幕后之人 这点我看到 那家伙就明白 不过现在星河 已经不是要紧的事了 活化星球 是罗家登陆罗浮 还是疏忽卷土重来 希望不要是最坏的 那种结果 锦园的神色自若 但是内心早已开始 惊涛骇浪 虽然优求于那里 回答一切正常 派人前去探查 寒牙血衣 也表示一切正常 没有异常 但是锦园的直觉 告诉他 这件事不简单 可能毁灭的星河 已经不是大问题了 未知的能够 活化仙周的风饶 才是大问题 将军 这个时候 就先别慢悠悠了 剑木那边 伏玄提醒 现在该注意复苏的剑木 未知的风饶 令氏先放一放 无需寻找 叛徒将星河 投入剑木所在的洞天 使其再次生长 瞧 药王秘传终于忍不住动手了 危机也是转机 知道问题所在 一切就好办了 伏玄说完 就发现 锦园一直看着自己 又是我出主意 是啊 我就知道 扶清必有对策 将军 你这个坏蛋 还呀小姐 你也不想你的姐姐出事吧 你的这个态度 让我很难办 要是你不配合 我很难保证你的姐姐不会出事 如果寒牙小姐 想要保证你 和你姐姐的安全 就乖乖完成我们的要求 否则 就是你想要誓死守卫 仙舟也没用 有理会控制你的心灵 为我们办事 看来优求玉这边没有问题 就是寒牙小姐 你的脸色看着有些差 最近要注意休息 被警员安排来的燕青 成功被寒牙血衣糊弄过去 加上被呼雷控制的 要轻使节的作证 得到了 要求欲无战士的情报后 就离开了 很好 寒牙小姐 你做得不错 我很看好你 一双手搭在了寒牙的肩膀上 让寒牙的心理防线崩溃 瘫倒在了地上 她 被判了仙舟 但是为了姐姐 身为解控她 不能忽视自己姐姐的安全 机巧之身的意识上传 可难不倒呼雷 直接撕掉灵魂 对呼雷 也不是难事 现在的年轻人 呃 老年人真脆弱 撒个谎就不行了 摇了摇头 呼雷摸了摸怀里 霍霍的小脑袋 呼雷的气息 能让胡人惧怕到陷入月狂 就有办法让胡人清和 起码霍霍觉得 面前这个和善的大哥哥 比一边凶神恶煞的禁军 要好相处多了 长得这么帅的大哥哥 应该不是坏人 霍霍的级别 还不够资格知道呼雷的存在 自然不会太害怕 而且 呼雷大部分时候 都是以胡人形态出现的 只有在战斗时期 才会显出真身 要不是体内的血脉 大部分人可能认为 呼雷就是纯血胡人 大碎羊疗园的碎片 吃掉这么可爱的小姑娘的尾巴 还真是可怕呢 呼雷说着 顺手摸了摸霍霍的尾巴处 很快原本被尾巴大爷咬掉的尾巴 重新长出来 不 不要 失去了六十多年的尾巴 重新长出 自然十分敏感 霍霍 对于呼雷鲁尾巴的动作 十分抗拒 够了 你就是那个不离的战手 不离的狼崽子 当初我叱咤风云的时候 你祖宗都还在吃奶 你要对霍霍做什么 尾巴大爷见呼雷对霍霍很感兴趣 也不管灵能可以杀死自己 打算给霍霍出头 安心 我不打算对霍霍做什么 我看霍霍有丰饶令使之姿 打算带回去当我的战奴 好好培啊 游戏了霍霍的强度还是有的 没准真有丰饶令使之姿 战奴 你 尾巴一听就想发飙 呃 不是你想的那种 就是平时给我疏疏毛 剪剪爪子的侍女 不要太过激动 战奴只是以前的说法 现在好像叫寂静修女 呼雷以前征服风饶民的时期 曾特地组建了一支侍女团体 平时就是守卫呼雷炼化的 最强活化行星 也是帝国的首都 神圣泰拉 也会随着呼雷的命令 对各大战区进行支援 不过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给呼雷提供一些特殊服务 例如打理毛发 修剪爪子 似乎由于上一世是人类 不太适应有毛发的生活 就需要专人打理 由于一时半会 找不到合适的称呼 就沿用战奴这一称谓 基利曼府正时期 战奴这一旧时代的残留 彻底被扫进了垃圾堆 不允许再沿用这一称呼 新时代是富强民主的时代 不存在战奴这种旧时代的奴隶制词汇 有绿皮在 也不需要战奴充当炮灰 基利曼 我不希望那一天 帝国境内再出现战奴这样侮辱性的词汇 再有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蛊惑短生种祈求 然后抢夺慈父赐福的现象发生 那样的话 大远征时期 帝皇和战士们的血就白流了 但是护类遗留下的最大的战奴群体 让基利曼犯了难 干脆直接改名寂静修女 编入正规军编制 当成和禁军一样的特殊部队 然后直接公开招兵 要同时精通灵能和命途能量 才有资格加入 报名者直接踏破了征兵处的门槛 虽然帝皇还在吃牢饭 但是加入寂静修女 就意味着帝皇出来能侍奉在身边 另一边 在新的帮助下 被识破了身份的丹叔 也开始做起了总动员 带着药王秘传直接不装了 我就是要造反 原时空药王秘传 就能和云骑军干一架 虽然是 靠着可以让长生种 进入魔鹰身的雾气 现在有了帝国的支持 更是如日中天 仙州和帝国的战争 已经持续了七百多年 我们仙州人 早就厌倦了无休止境的战争 几千年前 古国皇帝为求长生 派出了九座仙州 慈怀药王慷慨地赐予了贱墓 赐予了长生 仙州人得以脱离短生种的悲哀境地 但是在妖公的蛊惑下 仙州人背弃自己曾经的信仰 以讨伐丰饶聂物之名 背叛慈父 要说之前 讨伐到处惹是生非 败坏药王之名的孽种 还有些道理 现在妖公将寻地 直指药王 让我们讨伐 曾经赐予我们长生的神明 大逆不道 现在更是妄图和丰饶 真正的子嗣帝国发动战争 一切都是因为妖公祸祖残暴不仁 联盟高层腐朽不堪 让我们错失了回归帝国的最佳时间 如今该死的妖公信徒正在逼近 我们这些领略妖王真正意志的信徒 将带领先州拨乱反正 重回帝国 在此 我丹淑向妖王秘传的创建者 伟大的尤里导师致敬 一切献给 慈怀妖王 在丹淑的号召下 机会十分之七的丹顶斯叛乱 自称帝国皇邪君 遵从尤里为最高领袖 决意贯彻真正的丰饶意志 终有一天要杀死妖公祸祖 整个丹顶斯被一股雾气笼罩 这就是伏玄都怕的 可以让人堕入魔音身的危险物品 可惜警员有一批短生种骑兵 幻龙 要王秘传做到了 绝灭大军 也该兑现承诺 快 就是现在 说完 化身成禄天人的丹淑 就消散不见 而众人也将目光一向丹淑最后看的地方 绝灭大军 还有高手 泽泽 本以为帝国的培养了七百年的远程养殖产业 有点本事 现在看来 不过如此 为什么要逼我出手呢 这有被我的毁灭美学啊 小卒子 罢了 看来要从内部崩裂仙舟 还得用别的法子 亭云一步一步 走到丹淑原本的位置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无比 在场众人的目光 都开始聚焦于亭云身上 真可惜 还想多观察一阵子 亭云的手指 开始放在一具魔音声之上 无数反物质军团开始出现 亭云小姐 三月七 也是被这一幕吓得不轻 紧张的小手握在一起 还真被他猜对了 第一个见到的 就是幕后黑手 既然领受了丰饶的赐福 那么你们应该承受得住毁灭的 赐福吧 亭云歪头杀印 列位恩公 容我重新介绍自己 我是绝灭大军患龙 我来此 乃是要让这仙舟分崩离析 自灭而亡 丹顶斯某处密室 原本消失的丹淑 出现在了这里 超时空背包 看来尤里并不想放弃 你这个下属 也罢 接下来 我们会安排你离开仙舟 日后你就心灵部门的一交了 你是 丹淑的眼神有些迷茫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心灵部门的王牌 灵能大师 算是尤里的女儿 你可以叫我天秤 另一边 小子 我来介绍一下 你身后这位 可是身犯十恶逆 判出仙舟 掀起大乱 被勇士放逐的罪人 十名龙尊 尹悦军 见到两个超级罪犯 燕英不但不逃跑 反而有些跃跃欲试 几把飞剑环绕燕青周身 寒冰的气场显露而出 不止呢 小子 那边的战手 你还打算藏多久 文言呼雷也只好出场 本来是出门探听一下情报 结果被人点破了身份 认得实力按理来说 是无法发现他的 所以 这就是 命运的奴隶的力量吗 这位是 被关于幽囚域最底层的极恶囚犯 曾经先周的最大死敌 不离人的战手 第三次丰饶民战争主力之一 帝国的帝皇 呼雷 十几个系统时 之前控制了幽囚域 从你的眼皮子底下糊弄过去 现在整个幽囚域已经团灭了 猜猜是谁的疏忽 导致了这样的惨剧 认输还在背诵爱丽欧准备的台词 而燕青已经到了 BOSS站的边缘 既然如此 我就将你们一起拿下 叫给将军裁断 我燕青要打三个 不错的小子 你这一件 有那个女人的三分神韵 可惜也只有三分神韵 看着被藤万捆成粽子的燕青 此刻已经鼻青脸肿 身上还多了几道划痕 呼雷不太能够理解对方哪来的自信 一个人打一个令使 一个龙尊 还有一个星河猎手 还有你 疏忽的子嗣 你父亲没有告诉你 要对自己的叔叔尊敬一点吗 呼雷掐住刃的脖子 脚下踩着罗夫的前任龙尊 刚刚确实有人一打三 但是显然不是燕青 不得不说 这三个家伙有些本事 都把呼雷逼出了本体 锋利的爪子 和浓密的毛发开始出现 不过没有杀人 他有收集图鉴的兴趣 认得不死对他而言就是笑话 现在的他 有着丰饶命途的大部分权限 有权收回要是赐予的长生 或者不死赐福 之前在幽求狱 他用几个狱卒试过了 收回赐福那个狱卒 直接变成短生种 然后衰老致死 我不是那个家伙的孩子 死 死 死 一听呼雷 把自己归为疏忽的子嗣 直接弃出了魔音声 谁会认自己的仇人当父亲 不过在忽雷看来 你体内有疏忽的血肉 那就是疏忽的孩子 我和疏忽同为风饶令使 就是义父义母亲兄弟 任就是他大侄子 愿慈父庇佑 冷静一下好了 忽雷并没有把进入 魔音声的任放在眼里 直接用藤蔓捆住 自家大侄子不听话 打一顿就好了 风饶涅物 该死的不离人 等将军来了 一定会把你抓回忧求狱的 燕青虽然被打败 捆在藤蔓上 但是嘴上依旧不认输 燕青实力是有 可惜对手选错了 切 我叱咤风云的时候 你师父还是大头兵 当初要不是有人坑我 你师祖现在就是 我的寂静修女了 忽雷也不惯着 那个女人的徒孙 揍了就揍了 几个藤条从地上长出 开始抽燕青的臀部 这对于一个不到一百岁的小孩子 伤害还是很大的 星河猎手卡夫卡 你就这么看向你的同伴背情 忽雷看着没有动作的 背景版卡夫卡有些疑惑 刚刚他都准备一打四了 结果卡夫卡就这么看着 艾利欧说过 会有人救他们的 但是不是我 还不出来吗 你的徒弟 罗浮的未来见首就不要了 忽雷随意向四周看了看 他早就感受到 有两道令史级的能量 一直在窥视自己 帮帮我 神啸雷斧总司去雷撤电 追魔扫回真军 叠满石层被动的神军 直接劈下 似乎要将忽雷一分为二 忽雷也不躲 就这么硬扛下全部伤害 灰尘过后 忽雷的身体出现了不少伤口 可惜不到一秒就恢复了 当初跟在静留身后的小子 滕潇那家伙哪去了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他杀过我几次 有点本事 忽雷几乎无伤 显然对他而言 景元的神军伤害 不如之前的滕潇 这一点剧情里是直接写出来的 景元毕竟只是至江 虽然被剧情刻画的有些小丑 而滕潇 可是无数次击杀疏忽 最后还是因为疏忽的生命力太强 才被迫自爆 滕潇将军他已经不在了 现在我是罗浮仙周将军 既然战手大人在此 想必优求欲已经沦陷了 景元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一个绝灭大军 一个丰饶令使 还是随时能够调动帝国的令使 自己这边只有一个飞潇作为外援 最多算上开拓者的骑兵 可是随时可能投敌 星河猎手都说 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 最好选丰饶 这事情不好办了 我记得你 还有一个师父 他在哪 当初被人暗算 让他捡了一个便宜 对了 我记得还有一个叫白行的胡人小姑娘 他又在哪 让他们一起出来好了 你一个人不是我的对手 忽雷自然知道剧情 不过是想要通过嘴炮 造成心理伤害 这可是老景一生的痛 不需要他们出场 景元加上我 足够击败你了 虽然不想和两个罪人联手 但是如果敌人是从小听到大的传说 我认为 还是有必要的 一道流星般迅速的身影闪过 束缚单横 任还有燕青的藤蔓被切开 要青天姬将军飞霄出场 胡人 不是要亲胡人 还有不离人的血脉 混血 十月部落 你就是那两只 自称要亲使节的 狐狸口中的飞霄 真可惜 忽雷本以为自己缓和了 胡人和不离的关系 飞霄的出生地 就会出现在帝国 都想好回去 就封飞霄当战帅 作为攻打仙州的先锋 十月猎群 不离胡人混血中 飞霄 见过战首大人 不知我的两个部下怎么样了 还活着 不过大概回不到要亲了 无疑飞霄对忽雷是尊重的 自己的母亲总是讲述的 几百年前的胡人苦难时期 还说他们赶上了好时代 战首大人横空出世 让胡人有了自己的尊严 可惜小时候所在星球 遭遇就派风饶民 或者说异端涅物的袭击 被仙州救了后 被越狱将军收养 最后要和自己的偶像为敌 对 帝国不承认不归属帝国的 风饶民是风饶民 称呼他们是异端涅物 现在原本的野蛮是风饶民 遭遇了帝国和风饶的双重绞杀 帝国又开始骑士胡人了 没有 你小时候被当作战奴 受尽压迫 力士与风饶为敌 没有 战奴制度已经被摄政大人废除 我有一个不错的童年 你长大后参军 遭遇上司打压 功劳被抢占 愤愤不平 所以加入仙州 没有 帝国给每个军团 都配备了几名禁军 负责保证军团长忠诚 并记录功劳和升迁 没人敢在禁军面前弄虚作假 帝国研制了不少制限 所有公职人员要随身携带 没有任何隐私 宰相马卡多说 忠诚的不绝对 就是绝对的不忠诚 帝国的官员 要时刻对帝皇保持透明 那帝国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在帝国受了什么委屈 可以和我说 不用怕 孩子 像你这样的优秀苗子 被逼出帝国 是宰相和摄政的过错 不管是谁欺负你 和我回去 我给你做主 非肖 我真不是人 我真不是人 直接靠着嘴炮 把天机将军打沉默了 看着沉默不语 又是满怀愧疚的非肖 忽雷大概知道 非肖对帝国的态度了 看来有戏 罢了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判出帝国 你和我回去后 我可以把战手的位置传给你 像你这样优秀的后生可不多了 战手传给我 那你 我还是帝国皇帝 忽雷确实有把战手的位置传出去的想法 传出去的 只是不离战手的位置 他还是帝国的帝皇 整个丰饶民的共同领袖 一个虚名 换一个仙周将军 赚妈了 非肖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把武器指向忽雷 沉默已经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还是选择效忠仙周 真是不错的后生 几里曼也是老糊涂了 居然放走 你这样的天才 忽雷眼中带着欣赏 他也不指望忽悠两句 就拐走一个将军 能被画那个平板认可的 意志可没有这么不坚定 我要走了 你们要拦我吗 忽雷变回胡人状态 看向警员 现在武达一行事对他不利 他最多一条两个令史 他只是打不死 不是无敌 还是要暂避锋芒 但是警员群殴想打他 他也可以借着无限复活号死对面 就像滕潇击败疏疏忽无数次 最后还是被逼自爆 战首大人想走 我们也拦不住 不过希望战首大人 能够不要再掀起战争 帝国和仙州殊途同归 何必你死我活 在仙州看来 帝国一样打击非法风饶民 传承最正统的风饶意志 没有必要打起了 可以 只要你们宣布背弃巡猎的信仰 重新回归慈父的怀抱 我愿意承认 仙州和帝国同等的地位 设立仙州联盟自治区 我可以吃点亏和那个平板联姻 我们两个联手自当天下无敌 仙州联盟和风饶帝国轻如一家 岂不美哉 到时候 我会劝说慈父给你们元帅化赐福 让他成为令使 联盟和帝国将会成为永远的盟友 共同传播风饶的意志 如何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敌人 都是该死的妖宫祸足挑拨离剑 仙州明明是除帝国外最正统的风饶民 你们担心过河拆桥 我们可以联姻 你们元帅不愿意随便挑一个将军也行 反正你们仙州阴盛阳衰 女将军挺多的 那边的小丫头也行 反正一死达到就可以了 忽雷说得很认真 仙州确实是帝国建立以前 唯一被忽雷承认 也被痛恨的风饶民 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风饶民 建立仙州联盟 救助大大小小的无数星球 解决了无数种绝症 践行真正的风饶 但是 他们反要失 该死你们怎么可以反对伟大的慈父 还说一定要除掉慈父 简直就是荒谬 所以 双方唯一的矛盾点就是蓝 只要仙州背弃蓝 忽雷说到做到 绝对带来和平 巡猎可以继续信仰 但是蓝不行 就像仙州允许风饶的力量存在 但是要往秘传不行 战首的意思 我会传达给元帅 不过在下也不能替元帅做决定 在此之前 还请战首大人稍安勿躁 警员只能先想办法拖住忽雷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 已经不是他能解决的了 先通知元帅 让他做决定 自己先去解决幻龙 这可比应对一个帝皇简单多了 惹恼了忽雷这里 分分钟变成活化星球 要知道 这里可是有药师神迹剑墓 身为药师的私生子 对方绝对能够动用剑墓的力量 只要对方想剑墓 可以随时脱离迟明的镇压 吞噬整个仙州 当初药卿被围杀的时候 他们仙州的胎动之月暴动 加上外部的绿皮围攻 差点坠毁 那行 我先走了 忽雷也不在意 直接就离开了 他也知道仙州大概是不会同意的 巡猎已经和仙州深度绑定 别的不说 固定的七个巡猎令使 就足够仙州 认蓝当爹了 而且蓝很慷慨 虽然蓝的命徒最狭隘 但是他会对凡人分享自己的力量 帝宫七天将的强度 不比绝灭大军弱 蓝分享的力量比例 肯定比纳姆克高 仙州没有理由背叛蓝 只能硬打 终于走了 景元元也是松了一口气 太煎熬了 他敢肯定刚刚要是发生冲突 自己这边就惨了 单横 任还有燕青之前就受过伤 自己又不擅长战斗 没有滕潇的实力 作为主力的飞潇 遭遇嘴炮攻势 不知道能发挥多少力量 而且他察觉到 刚刚护雷说联姻 并且表示 飞潇也可以的时候 飞潇绝对是心动了 哪怕护雷明确表示 只是标准的政治联姻 邮求欲 心灵部门王牌 人造人 灵能者 天秤 见过帝皇 经过一番收拾 天秤和丹淑 趁着云气军 在和幻龙招过来的 反物质军团干架的时候 带着药王秘传的残军 直接搬到了幽求欲 天秤的怀中 还有一只小龙女 没错 天秤之前没有参与 药王秘传和云气军交战 就是去掳走白鹿 龙师不但不阻止 反而十分配合 目前幽求欲 已经被俺寻思之力 改造成了一个军事堡垒 不过看起来有些乱七八糟的 毕竟兽人科技 已用一个不支声 兽人大击霸制造的各种武器 还有战斗器械 也只有兽人可以用 不离人想要用 能不炸糖 已经是奇迹了 好在大部分不离人 只要靠着自己的爪子和毛发 就可以和高科技武器较量 文案里说了 大部分热武器 甚至无法击穿不离人的毛发 天缺者 也罢 我就送你一点小礼物 一阵绿色的光芒闪过 丹淑原本灰白色的瞳孔 开始恢复清明 眼前又可以见到光明 这就是丰饶的力量吗 赞美慈华要望 我等要望秘传 愿意全全听从战首大人的吩咐 见到自己的眼睛被轻易治好 丹淑也是激动起来 终于能够见到光明的世界 丹淑毫不犹豫地 沉浮了面前的七百岁少年 这也是他获得光明之后 看见的第一个人 听说 你们进入魔音声状态 可以保持理智 让我见识见识 护雷也很好奇 有理智的魔音声 虽然随时可能会失控 但是终归是有自己的思想 而不是纯粹的疯子 成禄天人状态的丹淑 依旧记得和幻龙的约定 麾下的魔音声 也是有组织有纪律 可以和云齐正规军 打上几回合 帝国目前还不用为魔音声困扰 毕竟之前大部分胡人和不离人 都活不到有魔音声的年纪 先周人会有魔音声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活太久了 平均寿命七八百年 现在帝国的平均寿命 也到了七八百年 好在灵能可以压制一部分魔音声 帝国也开发了 记忆和情感删除服务保障 不会失控 但是能够保持理智的魔音声 也是不错的技术 是 我们药王密传研究过 进入魔音声后 也可以保持理智 甚至随时退出魔音声 丹淑身上的气息一转 很快就进入了成禄天人状态 颜值一下子就提升了一大截 身材和面容都是精致迷人 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那笔直修长的大腿 一直是黑丝一只裸露在外 原来钥匙的工作服 也不逊色于忧求欲的狱卒 这就是驰名的现任龙女 看起来没什么力量 掐了掐白鹿 脑袋上的龙脚 呼雷在思考白鹿游戏里复活的能力 到底有没有 不过总归是一个龙尊 抓到了也是有价值的 老景 你在干什么 呼雷感觉自己 就是没有醒来 这仙周也不可能活多久了 这罗夫一天天的破事这么多 老景太难了 这次事件之后 就是侥幸活下来了 大概率也要引咎辞职 换做别人 早就进入魔音声了 不离人 好多的不离人 不要吃我 我真的不好吃 白鹿差点哭出来了 丹叔这样温柔善良的大姐姐 居然没有卧底 或者说叛徒 还有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最重要的是 这里有好多不离人 自从第三次 丰饶民战争 和鲁斯一战成名 方胡驰名一族人口减半后 不离之名 已经可止驰名三百岁小儿提哭 就是白鹿这样的三百岁小儿 每天听身边的侍女 讲的就是 不离人战手 每天要吃几百个驰名小孩 那么谁是战手 首先排除这个 看起来很帅的胡人大哥哥 那边凶神恶煞的狼人 应该就是战手了 战手叔叔 可以不要吃白鹿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些龙狮不可能把吉米 告诉给我这个傀儡的 不要吃我 莫都现在已经汗流加倍了 不是 你要害我 呃 其实我才是不离战手 护雷突然感觉自己 长得一点都没有威慑里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我才是老大 还是说莫度很有领袖气质 对 对不起大哥哥 我真的不好吃 白鹿下意识就想跑 然而一点用都没有 天秤的力量压制的白鹿 甚至无法动弹 嘿嘿嘿 你这样的小龙女 生来就是要被大哥哥吃掉的 护雷也是玩心大气 把白鹿抱在怀里猛吸几口 效果还不错 白鹿则是战战兢兢动都不敢动 这是把自己当宠物了 算了 总比当食物好 其实 不离人早在两百年前就不吃人了 起码不吃活人 在此过程护雷清晰感受到 白鹿体内有着一股被封存的力量 不朽的力量 看来这个龙尊传承还是完整的 被不朽的力量包裹的 还有一个胡人的灵魂 他记得 应该是曾经的云上 五霄之一白行 看来隐悦的画龙妙法 还是有点效果的 隐悦妄图动用疏忽的血肉复活白行 结果惨遭反噬 看来自己的这位好兄弟 大概率从中作梗 丰饶的力量可不是好动用的 接下来 忽雷突然有一个想法 忽雷将自己体内丰饶的力量 注入忧求域内 一个看着顺眼的莲花里 然后这朵莲花开始急剧生长 巨大的粉色花朵 紧紧闭合 见到差不多了 忽雷将白行的魂魄放进去 很快一具和白行灵魂一致的肉身 就被打印出来 考虑到周围男性不少 忽雷就像单叔要了女孩子的衣服 亲自进去给白行换上衣服 然后抱着昏迷不醒的白行走出 这是几百年前的云上五霄之一 那个湖人飞行是白行 没想到就藏在现任龙尊的身体里 尤里身为帝国对仙州的情报组织首领 自然知晓这一段往事 没有白行指不定 罗夫就被疏忽给吃了 这个大姐姐 看起来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白鹿盯着白行 很奇怪自己的身体里 还住着一只湖人大姐姐 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自己体内不朽的力量被激活 尾巴大爷 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霍霍看着这一幕 有些被吓到了 让尾巴直呼胆小鬼 这家伙 或许会成为对付那个女人的杀手锏 忽雷已经想好了 到时候就让白行去抓静流 看看那个疯女人 会不会对自己的白月光动手 白行不愿意也无所谓 她的身体是忽雷创造了 让她干什么 还能反抗不成 我是谁 这里是哪里 白行很快就醒了过来 眼神之中带着一种清澈的感觉 看来是失忆了 你还记得什么 对这几个人有什么记忆吗 忽雷说着 拿出了云上五霄另外四个人的照片 看看还能记得多少东西 我 他们看起来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嗯 我记起来了 我叫白行 然后他们是 应该是我很亲近的朋友 白行突然兴奋地大叫 记忆恢复了一点 但是也只有一点 只记得自己的名字 忽雷身为丰饶令使 也是一个不错的医生 他判断 大概几个月 白行的记忆就能恢复完成 你还记得我吗 忽雷想到一个充满精神智慧的好主意 不记得了 白行仔细回想 但是就是云武这样重要的人物 都没有记忆 更别说不熟悉的忽雷了 我是帝国的帝皇 你是帝国的寂静修女之一 那个叫靖流 和你是同期加入寂静修女 丹风 井元和应兴 是帝国同期加入的士兵 你们被称为帝国武捷 其中 井元最为出色 被我任命为帝国的军团长 但是没想到 他是仙州的卧底 他在帝国建立的0.3k时期 发动大叛乱 应兴和丹风 也被蛊惑了 你和靖流 作为寂静修女前去评判 没想到 靖流也是仙州的卧底 你被背叛 然后被井元活捉 关押在仙州优求狱里 日夜折磨 你看 都失去记忆了 后来 井元靠着这份功劳 成了仙州的将军 应兴和丹风 也认清了井元的真面目 发动隐悦之乱 可惜 被井元和靖流追杀 应兴服下疏忽的血肉 具有不死性 靖流杀不死 他就日夜折磨 最后被一个小猫救下 丹风被井元杀死 灵魂转世成了列车的一员 现在被井元忽悠 对抗帝国 而你刚刚被我 杀进罗夫救下 没想到居然被该死的井元 给折磨成这样 你放心 我会替你报仇的 忽雷是张口就来 反正编故事又不要钱 忽悠一个失忆者 需要什么技术 其他人也是目瞪口呆 不是云上五霄 好一个浪漫的故事 被你改编成什么样了 之前怎么不知道 帝皇这么能编故事 就是这是不是 太过于破绽百出了 会有人信吗 是这样吗 该死的井元和靖流 我一定要把他们抓回帝国 然后说服被蛊惑的丹风 和应心回归帝国 为帝皇大人献上忠诚 不是姑娘 这明显忽悠人的你 还真信 白杭真的信了 这么帅的小哥哥 怎么可能会骗人 而且和自己一样是胡人 胡人不骗胡人 最重要的是 白杭现在的身体 是忽雷造的 天生对忽雷有一种清静感 所以会无脑相信忽雷的话 白鹿虽然内心很鄙视 忽雷忽傻子的行为 还胡乱编排将军 但是考虑到自身安全 还是从心了 等等 我的身体 我 我终于长高了 这时 白鹿才注意到 自己身体的变化 简单来说 就是他长高了 原本的小短腿 变成了大白腿 头上的龙脚 也不是之前的小和材鹿尖尖脚 变得比长了一点 大概和尹月君差不多 最显著的变化 就是身材的变化 从萝莉体型 变成了郁杰体型 白鹿感觉衣服有些小了 胸口有些疼 忽雷在引出白行灵魂的时候 顺手把白鹿体内的不朽之力引出 这下白鹿是货真价实的 驰名龙尊 有了龙尊的力量 不是龙尊 也是龙尊 好了 你现在长大了 给我展现一下你的价值 忽雷打算看一看 白鹿 SP形态的实力 价值 什么价值 白鹿被突然长大 打蒙了脑袋 不明白忽雷的意思 等等 自己长大了不就合法了 这个大哥哥 不会要对自己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吧 想什么呢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忽雷敲了一下白鹿的脑袋 小小年纪不学好 好吧 其实已经三百岁了 哎嘿 白鹿不好意思笑了笑 然后听话地展示了 自己获得的新力量 苍龙着世 归须水龙银 欢唱 以我之名 很好 完全解封了不朽之力的龙尊白鹿 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尹悦君这一脉 世代相传的行云不语之术 哈哈 我长大了 也变强了 那些龙尸老头子 再也管不了我了 我看现在谁还敢说我是小孩子 从今以后 我白鹿不用再被人拆来浅去 也不是任人摆布的娃娃 我要有自己的生活 白鹿现在心情很舒畅 自己一直因为没有龙尊的力量 而被人忽视 有些龙尸 已经打算赢回曾经的尹悦君 现在 他终于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嗨嗨 呼雷的一声咳嗽 打断了白鹿的幻想 谢谢大哥哥 我可以先回去吗 以后常来陵渊静找我玩 我保证不会把这里的事情说出去 白鹿说着想要逃跑 可惜很快就被抓回来了 呗 在被仙周救出来之前 他的命运 还是不在自己手上 开什么玩笑 这里可是有一支禁军的百人小队 一个帝皇 心灵部门的部长和王牌 要是让一个刚刚获得龙尊传承的白鹿跑了 干脆全部抹脖子算了 别怕 白鹿小妹妹 哥哥是好人 从今天起你就是帝国的寂静修女了 仙周就不要想着回去了 呼雷露出和善的笑容 要是让白鹿跑了他 不就给人白打工了吗 与此同时 呼雷也注意到 自己系统提供的游戏里面 白鹿从一个常驻五星 变成了限定五星 有了两套技能 既有原本闲耀龙女的复活和治疗能力 还有和隐月君差不多的输出能力 可以说能乃能输出妥妥的三体人 称呼也变成了持鸣龙尊白月君 这就是白鹿身为持鸣龙尊的尊号 而且游戏也开启了第二视角 也就是说 现在除了操纵主角心外 呼雷还可以在更高维度操作白鹿的行动和选择 我 白鹿听到自己要当帝国的寂静修女 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但是大概率不是什么好差事 然而 做决定的不是白鹿 而是另有其人 前面说到 系统解锁了白鹿视角 与此同时 白鹿视角的游戏里 正处于一个重大抉择 就是和开局选择 是否留在空间站和匹诺康尼 是否和杀金合作一样的选择 会影响游戏的结局 选择一 坚定地拒绝呼雷的提议 寂静修女 猪头才当 然后找机会逃出去 选择二 忠诚 同意护雷发出的寂静修女征兵邀请 开启新的人生 选择二 护雷直接在系统界面的白鹿视角 选择了第二个选项 然后白鹿本来是打算拒绝的 结果脱口而出的却是 我愿意加入寂静修女 忠诚 后面一句忠诚喊的忠气十足 莫渡带的一百人进军小队 都感觉自己的信仰不够虔诚 龙女当然也投敌了 忠求欲的俘虏寒鸭血衣还有霍霍 看着被染成忠诚颜色的白鹿也是不解 实名的龙尊这么没骨气吗 你对我做了什么 白鹿又气又恼 他能够感觉到刚刚的话 完全出自他自己的本心 但是又不完全出自他的本心 他的选择似乎在一个瞬间被人更改了 大概率和某个狼王脱不了关系 这你不用管 反正你也改变不了什么 又在白鹿身上吸了几口 忽雷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长大了的龙女就是不一样 游戏里白鹿视角出现四个选项 卖魔 顺从 撒娇 一尾巴抽过去 然后用脚踩 白鹿试图反抗 但是在高维度的游戏里 忽雷替他选择了要不要反抗 莫多 你们是怎么混进仙洲的 难道现在仙洲的安保松弛道 能让这么多不离人混进来 忽雷也是不解 有理这样的短生种 能够混进仙洲可以理解 但是莫多这种纯纯的狼人 还能混进仙洲 很难想象老景在干什么 我们服下变身的药物 身份问题是帝国的先知芒古斯 也就是绝灭大军患龙大人 和驰名的龙狮涛 然解决的 莫多回答道 我就知道 这些龙狮不是好东西 平时当龙贩子 卖卖驰名髓就算了 还明目张胆 勾结外敌 白鹿气鼓鼓的嘟囔 怪不得罗夫仙洲 衰败成这鬼样子 和龙狮这帮子重置 怎么能够治理好仙洲 十名一族的内部事务 还真是够乱的 雪衣等人也不禁感慨 现在他们已经接受现实了 他们已经回不去仙洲了 整个优求与全军覆没 他们罪责难逃 尤其是雪衣他们 还有着明显的投敌行为 虽然是被迫的 但总不能指望 锦元花大代价 从忽雷手中 把他们抢回来 焕龙 你们让他参与内部事务 他这样的女人很危险 很会骗人 就没人警惕一下吗 忽雷皱了皱眉头 自家的小崽子们 还真是不警惕 焕龙这个女人满口谎话 能信吗 其实 忽雷和焕龙的关系 还是不错的 当初忽雷带着狗毛二哥 去和星效Better的时候 星效被迫找焕龙求援 一来二去 他们也就认识了 后来和仙洲开战的时候 忽雷还邀请焕龙当盟友 毕竟新生的帝国高端战力 还是有欠缺 除了基利曼以外 不少知名军团长 还没有崛起 如果忽雷没有沉睡的话 两人的关系 只不定能有进一步发展 不过 忽雷虽然和焕龙关系不错 但是之前在焕龙身上 吃过一个不小的亏 加上前世剧情的刻板印象 天然不信任焕龙 总觉得焕龙会忽悠他的小崽子们 啊 他不是战手的夫人吗 莫渡一脸疑惑 反正忽雷一被抓 焕龙直冲罗浮 想要救出忽雷 虽然没成功 但是也能看出 和战手是有感情的 后来来到帝国表示原意 和帝国结成功手同盟 说已经和吃牢饭的忽雷 其实早就私定终身 给了当时的帝国不少帮助 所以 焕龙在帝国境内 不少人刻忽雷焕龙的CP 至于这个传言是怎么传出来了 某个乐子神表示 我不知道 不 你们听谁说的 家人们 谁懂啊 老子堂堂布犁狼王 被人造黄瑶了 究竟是哪个不开眼的 宰相大人确认的 宰相还说 你们当初私定终身是他见证的 他还为你们举行了私人婚礼 基利曼大人不知道具体情况 就没有官方承认 但是也没有否认 如果是误会的话 战手大人还是接受现实好了 你们的谣言 早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说着莫度拿出一本小说 正是讲述忽雷和患龙爱情史的 同人小说 帝国帝皇和绝灭大军 不得不说的往事 作者是路过的假面骑士 这不就是阿哈写的吗 像这样的同人书籍还有很多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书 比如帝皇和帝国宰相的秘密关系 十三爷是否是帝皇和宰相的私生子等等 莫度说着又拿出几本书 白鹿和雪义等人对书名挺感兴趣的 想要看一看 可惜被忽雷瞪了回去 忽雷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该死了乐子人 啊 回我清白 忽雷早就发现 阿哈不是简单的乐子令史 就是乐子心神 只是阿哈干活太卖力了 让他忽略了这一点 我就说乐子神阿哈 为什么会努力干活不搞事 原来是给他憋了一波大的 他恨系统 让他沉睡七百年 现在鬼知道谣言传到什么程度了 罢了 我好歹是帝国的帝皇 不会在乎这些小事的 忽雷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了出来 乐子人果然不能乱用 同人书只是小事 还有一个荷鲁斯不确定有没有问题 就凭荷鲁斯这个名字 他敢断定肯定不是善查 再加上欢愉令史 他已经可以想象 孝子大败寿了 算了 再在幽球域待着 也没有意义了 末度你带着大部队 去凌渊镜和幻龙会合 我们和幻龙还是盟友 是 对了 你们有谁是没有暴露身份的 继续潜伏 以防不时之需 忽雷问道 他觉得 应该有人可以继续隐藏 报告帝皇 我的身份还没有暴露 我早在一个月前 就参与一次任务 前往一个星球 剿灭一端涅武 不过 我只是派出了一个复制人去 本体留在仙周罗府 营救帝皇大人 也就是说 我的身份在仙周还是清白的 只要这些战俘 没有人乱说话就行 尤里说道 身为间谍头子 他一直都在 做凉手准备 行 末度你去支援换龙 别让那娘们死了 尤里你带着没有暴露的人 继续潜伏 尤里接着就通过能力 抹出所有的俘虏 有关于他的记忆 虽然这些俘虏 大概率跑不掉 但是以防万一 我先去散散心 时机到了 我会去和你们会合的 说着忽雷就离开了 他需要在仙周好好玩一玩 缓解自己 被同人文伤害的内心 顺便见一见一些 字机角色 来都来了 总不能还和 没有恢复记忆一样 到处乱杀 瞧一瞧 看一看嘞 来来来 家人们 今天给大家整个大活 胸口碎大石啊 常常不要怕 你们云祺君的身体 素质抗得住的 我会下手轻一点的 一个橙色头发 拿着木棍的少女 大声吆喝起来 在她的身边 是一个手机支架 上面的手机 正在进行直播 然后在桂奶粉身边的桌子上 躺着一个扎着褐色头发 绑着双马尾的少女 胸口上面 是一块厚重的石板 眼神中的惊恐之色 做不了价 从某人睿智的眼神来看 素肠大概率 是被忽悠过来的 大锤八十 小锤四十 大锤八十 小锤四十 胸口碎大石 大石确实碎了 但是素肠的魂冒了出来 得亏素肠身体好 石头都碎了 大枕头依旧饱满 各位看官 如果觉得小柜子的表演不错 不妨给小柜子捧个场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看直播的宝宝们 也可以刷点礼物 桂奶粉 见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 也就开始街头要饭了 辛辛苦苦碎大石 还不是为了挣点米 哇 这是真的石头 那边的小姑娘没事吧 应该没事 那个小姑娘 好像是云奇君出身 身体素质应该不错 就算不是 我们仙周人可以长生重 区区石头 还能有我们的身体硬 最多休养两三天就好了 街头的观众 也是开启了打赏模式 不过给的都是一个两个钢蹦 贵奶粉的收获不算多 不过大头是直播 现场才几个人 能挣几个钱 家人们 又要到饭了 贵奶粉看着直播的礼物 也是高兴不已 家乡刚刚被反物质军团毁灭 总算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工作了 对了 常常 常常你没事吧 贵奶粉这才想起了 刚刚认识的好姐妹 想她刚来罗浮居无定所 就是肃肠帮她 安定下来 还和她一起卖艺 贵奶粉也是知道肃肠的身体素质 这点小伤死不掉 就是不知道 会不会让本就不聪明的脑子被砸坏 好活 好活当上 素常和贵奶粉一旁的人群里 呼雷和焦丘莫泽三人 也看得尽兴 理论上 仙周人的身体素质 是个人都能胸口最大时 但是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勇气 呼雷外出的时候 带上了焦丘莫泽两人 这样可以解决身份问题 大部分人 直接会把她归为要亲使节 看着仙周二人组的街头 卖艺表演 原本被阿哈的同人文 搞得有些烦躁的心情 瞬间舒服了不少 加上这些还是自己熟悉的人物 就算是剧情有些老套也无所谓 反正她又不是看表演 是在看人 虽然觉得 素常身为云奇 现在不警戒 反而在卖艺有些奇怪 但是想了想素常 貌似是刚刚和罗刹一起来报到的 还没有编制 焦丘和莫泽 倒是没有被表演吸引 看着看得津津有味呼雷 两人觉得 呼雷是吃牢饭吃多了 导致失去了审美细胞 打赏 必须打赏 呼雷说着就要给钱 然后尴尬了 呼雷的兜里 比他的脸还干净 总不能指望 刚刚郁郁的 罪人身上有多少米 嗨嗨 呼雷轻轻咳嗽两声 焦丘身为谋士 也是知道该怎么做了 然后发现还是没带钱 他到罗夫来 一直都是吃公家饭 天伯斯可是好吃好喝招待 人家使节大老远来一趟 可不得好好招待 最后还是莫泽无奈 打赏了几个寻低 内心在滴血 这可是 他刺杀非消成功之后的免死金牌 不过以后也用不到了 多谢几位贵客打赏 贵乃芬一看 护雷几人不是 NPC的潦草剑魔 就知道不是一般人 一个卡斯孔明 一个像是刺客 还有一个很帅的胡人小哥哥 贵乃芬觉得自己 可能知道剑色起义 和一剑钟情的区别了 别人看上帅哥是剑色起义 我看上帅哥是一剑钟情 虽然护雷三人 没有打赏多少寻低 但是这种一看不凡的人物 愿意给钱 已经是可以了 没有必要抢求 你这里有二维码吗 我没带现金 可以给你转一点 护雷看面前的小姑娘 这么有礼貌也不好意思 三个人平均下来 每人只给了一个寻低 就不劳破费了 如果看官对小贵子的节目感兴趣 可以关注小贵子的直播间 后续会有各种整活 不违法 不犯罪 不咬打火箭 贵乃芬趁机打了一个广告 生活所迫 不得不卖以艰难求生 护雷听到也觉得有道理 就拿出预兆 也就是手机 进了贵乃芬的直播间 准备刷几个火箭 至于手机哪来的 之前抢了雪衣的手机 还没有还回去 雪衣给石王司打工几百年 天天住在石王司 也没什么消费 应该有点存款 雪衣 你了不起 你清高 你拿我存款来泡妹子 小贵子 小贵子 镜头别转 我要看刚刚那个胡人小哥哥 小哥哥一看 就是牙口不太好 小贵子你去问问 小哥哥的联系方式 姐姐给你刷火箭 前面的大妈 就不要痴心妄想 要知道 胡人可是犬人种 牙口是一定好的 顶楼上的 不会小贵子 还是需要一个联系方式 问问小哥哥 喜不喜欢吃热狗 我觉得我的兴趣向 也许不必卡得太死 卧槽 疼 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呼雷 感觉一阵恶寒 好在自己沉睡七百年的时候 那个仙舟平板 只是把自己关起来 要是给自己找几个鸡脑 进行终极侮辱 呼雷觉得自己 还不如去死 作为报答 以后让他生一窝就好了 用户下雪大一 赠送的巡猎光石新号石 一道系统提示音 让贵乃分下意识 就开始感谢 感谢下雪大一的火箭 卧槽 这是十万寻第一个的光石 感谢大佬 不 感谢榜一大哥 呃 其实不用在直播间感谢的 我人就在这里 呼雷觉得贵乃分 有些过于激动 大概率是自己给的太多了 反正雪一的小金库 已经被呼雷一下子 打赏出去了很大一部分 钱财乃身外之物 等雪一被带去帝国之后 这些寻递又不能流通 不如给呼雷打赏梅雨主播 雪一也是会理解的 雪一 闭关中 误扰 另一边 就是这样 玉空姐姐 庭云的事情我很抱歉 不过当前 我们没有时间调查 庭云是否还 没事 我都知道了 庭云这孩子 大概是凶多吉少了 玉空大人 飞消大人 刚刚的横斯检测到 石王司判官 雪一有大额转账记录 据分析 这笔转账 并非其本人使用 应该是遭遇敌人胁迫 或者账号被盗 请问是否拦截 石王司的判官账号 可能有着机密 加上虽然不清楚出了什么事 但是优求欲出事了 已经隐瞒不住了 所以必须请示上级 不能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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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消连忙说道 这个时间段 能够动用雪一账号的 不就只有忽雷 你停了人家的卡 人家一怒之下 放出赤语 整个仙周都要遭殃 哇 小哥哥还真是又帅又有钱 小贵子别的不会 先给您表演一个道理吃面条 贵乃分也是大献殷勤 一连串夸赞 把忽雷吹得天花乱坠 赶紧给大佬表演个才艺 焦丘和莫泽表示 不认识这个家伙 听说不离战手 从小是被疑似欢愈令使的宰相 马卡多养大的 看来传言不假 是无法理解的勒子人脑回路 嗯 胸口好疼 穆叔叔 你怎么在这里 另一边 悠悠转醒的肃长 一眼就看见了焦丘 他是从药青调过来的 之前和焦丘 也是有些家族交情 你是肃长 你怎么在这里 赶紧离开 最近罗夫仙周不太平 躲到家里好好待着 不要出来 别看长乐天 现在安定祥和 随时这里 可能会出现无数的狼人 血流成河 整个罗夫乱成一锅粥 焦丘见到顾娇之女 也是担心起来 然后意味深长的 看了忽雷一眼 要是忽雷在这里 发起颠来 不用干别的 只要掏一掏新窝子 把赤月拿出来 整个罗夫的胡人 都会变成狼人 然后一团糟 啊 穆叔叔不至于吧 我看着罗夫 国服民营 百姓安 安什么来着 那有什么危险 对了 那个帅帅的小哥哥 也是使节团的人吗 我怎么以前 再要亲没有见过 肃长的目光 被忽雷吸引 自己没见过 还能进使节团 应该是 非萧将军的亲戚 真可惜 让自己的好姐妹 抢了先 不要被表面现象骗了 他很危险 总之带着你的朋友 等一会就离开 这里随时 可能变成战场 焦丘看了一眼 忽雷的位置 很好 七百年前的老古董 现在沉迷于网络 在贵乃分的指导下 玩起了网络游戏 应该注意不到这边 肃长剑焦丘这么严肃 也是找了一个理由 拉着贵乃分离开 被贵乃分带着玩游戏的呼雷 有些遗憾 但是没有说什么 他现在对于 要不要拆了罗浮有些犹豫 要是在七百年前 没有前世记忆 身为魔证药师厨的他 有机会弄掉一个仙周 眼睛都不带眨的 可是有了前世记忆 他开始犹豫了 不少他喜欢的角色 就在罗浮 所以 要不要把罗浮 变成自己的活化星球呢 虽然他还是魔证的药师厨 但是仙周貌似 并没有给药师抹黑 某种程度来说 他们才是要是 最忠实的信徒 都怪该死的 妖公祸祖 蛊惑人心 某个不知名的星球 一只猫猫看着预言 罗浮仙周坠毁概率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十 一直在不停的变化 最后变成了 命运又开始不确定了 所有的一切 都取决于他的一念之间 最后的战争 如果巡猎出现空缺 风饶顶上 也不是不行 一举一动 甚至一个念头 都能够干涉命运 这是心神 都难以做到的事情 这个风饶令使 和高维度牵扯不清 艾利欧看来 巡猎也不是 最后一战必须的队友 如果风饶药师 能够参战 那么少了巡猎 也一样 更别说 还有一位 和高维度关系 不一般的令使 来自高维度的存在 即使维度跌落 也会有着低维度 生命没有的特权 艾利欧无法预测 高维生命的未来 但是可以预测 其他事物的未来 比如只要给忽雷 造成情绪波动 那么仙周被摧毁的概率 就会发生变化 通过这种手段 艾利欧可以间接预知 部分忽雷的未来 然后随时调整剧本 好在剧本 并没有被忽雷破坏很多 原来的剧本 羞羞补补补还能用 那就不用推翻重开 不然怪雷的 如果程序出现了bug 只要还能跑 就不要动它 希望将军 能够早点注意到这里 然后疏散民众 焦球想到 跟着忽雷身边 虽然自己死不掉 但是总担心 忽雷会突然发狂 当初到底是谁提出 把忽雷关在仙周内部的 不如直接还给帝国 现在仙周 亲自把自己最大的敌人 送进了自己的老家 要是平时忽雷 想要进入仙周内部 起码要面对一个将军 一个龙尊 还有树枝不尽的云祁军 和仙周联盟 治下星球的援军 这个世界的令史 并不是无敌的 绝灭大军诸罗 被巡海游侠围杀 飞消的师父越狱 被没有令史的 丰饶联军打到历劫 只要数量足够 并且不计牺牲 令史是可以被杀的 就是忽雷在星空中 面对树枝不尽 前赴后继的云祁和湖人 飞行事也是 会觉得麻烦的 更别说 各种杀伤性 巨大的武器 只要能够忍得住牺牲 和克里格一样 炮击有军就行 找几个赶死队 用之前白横用的碎黄碎片 令史也是有机会干掉的 现在忽雷越狱之后 直接出现在了仙周内部 不管怎么样人家 闹起来 仙周坠毁 都是最好的结果 神策斧 就是这样 元帅大人 罗浮仙周 需要支援 绝灭大军换龙 我们可以应对 但是不离战手 实在是没有任何控制手段 锦园心里苦 区区换龙他和丹衡 联手就是乱杀 更别说 现在飞消也在 想要拿下轻而易举 但是 忽雷不行 先不说 赤月这个直接把仙周 全部胡人 变成敌人的暴的道具 就说他和忽雷打起来 仙周要不要 忽雷带着帝国 打过来他带着云旗 可以预敌于国门之外 抱几个星球 打烂一片星系 也无所谓 大不了战死于宇宙之中 成为太空垃圾 支撑到元帅的援军 还是有可能的 现在打起了 第一个抱的 就是罗浮 天生邪恶的风扰小鬼 还是醒了 锦园你先坚持一下 暂时没人能够支援你们 不久前 欧客兽人中 有一个控制一个星系的 兽人大军阀 直奔欲缺仙周 我前去救援的时候 被搞割毛割拦住 那时我就怀疑 这个天生邪恶的 风扰小鬼苏醒了 只有他能够指挥的 动这两个野兽 要清仙周 被护雷以前制造的 活化星球 食物链的最顶端 妖心卡塔昌拦截 天风军 不慎遭遇卡塔昌的 传奇斯莱马伯伏击 被一只卡塔昌 大蛤蟆炸伤 正处于苦战 现在宇州到处都在 传思来 马伯十秒解决天风军 其中九秒在 等着天风军鼓起勇气 要不是一个大蛤蟆 突然刷新 要清就要给天风军收尸了 朱铭仙周 被荷鲁斯大军压禁 无力救援 虚灵仙周 有更重要的事情不能暴露 芳狐仙周 还没从上一次战争 缓过神来 而且绝灭大军星效 似乎盯上了芳狐 到时候 我会亲自去救你的 在此之前 你只能得到一些 联盟附属星球的舰队援助 该死的风扰小鬼 这家伙 是要开启全面战争吗 景元什么都没有说 挂断了和仙周 元帅化的通信 要在仙周内部 对付忽雷靠着舰队 是没用的 需要令史级别的力量 如果元帅亲自来 就更好了 不然 你是要对罗浮 放肩心炮吗 三个月 景元觉得 元帅怕不是过来 给他收尸的 到时候 罗浮指不定 已经变成活化星球了 元巨情 只有一个幻龙 如果没有列车组援助 都需要毁掉半个仙周 才能赶走幻龙 现在虽然飞消在 但是敌人也增强了 景元有两个办法 解决呼雷 一是直接给 帝公司命定位 一剑射报罗浮 同归于尽 二是跪下 求呼雷不要乱来 卖一卖钩子 指不定呼雷心情好了就 哀声叹气 可不像你啊 景元 我们先解决呼雷 不离战手的事情 以后再说 飞消见和华的通讯结束 也是宽慰景元 原来罗浮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幻龙这边 我联合列车组来解决 你去盯着呼雷 不能让他乱来 景元对于如何对付幻龙 已经有了副狗 但是呼雷这么大摇大摆 走在街上 也必须管一管 不然鬼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也是呼雷早就计划好了 他没有想好 要不要毁掉仙周 所以先显眼一点 让仙周发现自己在大街上 至少能够牵制一个将军 行 交给我好了 我尽量让呼雷不去打扰你 也不造成太大的破坏 飞消神色严峻 他只能保证这样了 呼雷一心想要破坏 或者去帮换龙他也拦不住 他想的办法 也是和呼雷打感情牌 这边呼雷依旧和娇丘莫泽 两人在闲逛 逛着逛着 就逛到了天博司 呼雷感受到 这里有一个潜力不错的胡人 稍加调教 就是一员大将 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玉空大姐姐 能让飞消心甘情愿 喊姐姐的那个人 天博司的人 看娇丘莫泽带路 也没人问话 要清使节被控制 优求欲沦陷的消息 还没有大规模传出 起码小卡拉米 是不知道的 而此时 玉空正在处理一些事情 加上亭云的失踪 有些憔悴 不知道 危机已经悄然而至 喂喂喂 你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的干什么 我就来这里看一看 仙州的天博司 我以前可没机会参观 放心 我不会乱来的 话说时代发展的还挺快的 我以前可没有手机玩 早知道科技发达之后 有这么多好玩的 我至于天天打仗吗 不算前世记忆 护雷确实没怎么玩过手机 虽然700年前 星际和平公司早就研发了手机 但是不离人太过落后了 都不同网 不离人的生物科技确实不错 可以研发出受建这种生物兵器 但是机械科技不太擅长 他们更喜欢用自己的爪子和獠牙 撕碎敌人 生活方式也很原始 能够想象一个步入星际时代的文明 还过着如毛饮血的生活吗 加上护雷之前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整顿帝国 统合风饶民 然后就是砍人 砍完不正规的风饶民 就开始砍仙洲 一刻空隙都没有 也就是后来护雷吃牢饭了 帝国才有了喘息的时间 帝国子民开始通往了 人手一步手机 这么算下来 护雷算是帝国最后一个通往的人了 您高兴就好 战手大人 大人里边请 这里是罗浮仙洲司成功 当前的天博斯首领是玉空大人 焦丘也不知道说什么 护雷貌似也不像传说中的战争狂人 不是在打仗 就是在打仗的路上 只要有人说要是坏话 第二天 帝国的大军就会压境 换作之前 护雷只要登陆任何一座仙洲 即使帝宫七天将 都在这座仙洲 也是要坠毁的 能够削弱任何妖宫爪牙的机会 护雷都不会放过 现在罗浮还在 没有坠毁 也没有变成活化星球 只是区区优求玉团灭 抓走两个漂亮的判官 还有他们两个要亲的使节 最后就是驰名的龙尊投敌了 应该不是大事 不离战手 确实有收集漂亮异性 当战奴的习惯 男人嘛 懂得都懂 就是不干什么 也是养眼的 但是罗浮漂亮妹子这么多吗 护雷都抓了多少人了 还能找到漂亮妹子 这个玉空 应该是一个胡人对吧 我感受到 这里有一个蛮不错的童族 你们带我去找他 是 护雷大人 护雷现在就是大爷 只要他还在罗浮先舟 那就有能力随时让剑木附生 重现当初的魔鹰之乱 甚至罗浮坠毁 也不是不可能 再气也没用 焦丘只能默默为罗浮默哀 石王寺的姐妹花判官被抢走 龙尊也投了 现在这个恶魔 估计是盯上了玉空 就算成功度过这次危机 损失这么多的人才 罗浮以后 大概是要衰落一阵子了 焦丘 莫泽 你们不是被 是你们把鬼子领过来了 玉空见到焦丘 还有些惊讶 后来看到 呼雷就瞬间变成惊悚 你们就把这个危险分子 给带到天博斯了 算了 死天博斯的公务员 总比死老百姓好 别说的这么难听 我打算逛一逛罗浮 焦丘和莫泽 都不是本地人 我打算找一个本地的人带路 说着 呼雷身上的气息不在掩饰 不离狼王 胡人和不离人的双重王者 整个风饶民的帝皇 体内只要有着犬人血脉 就会被血脉压制 也就飞消这种级别 才能不受影响 玉空几乎没有任何反抗 就被呼雷抓在手里 呼雷也不想废话 直接对准脖子 就要咬下去 变成不离人之后 不管玉空怎么想 都只能变得忠诚 就像现在的焦丘和莫泽一样 他们还有自己的意志 但是已经无法违抗呼雷的任何命令 不 不要 七百年没有尝到胡人鲜血的味道 之前的 霍霍太小没多少血 至于焦丘和莫泽 莫泽不是胡人 虽然被强行控制 焦丘的话 他不吃男狐狸 身为狼人 有喝血的需求很合理吧 虽然不是必须的 但是忽也觉得好喝就行 寂静修女最早提供的特殊服务 就是充当血包 玉空姐姐 你没事吧 不过可惜的是 玉空被一道快如闪电的身影就走 飞消直接开着密集救人 也就是玉空挡不住呼雷的对胡人特攻 不然玉空自己也就开密集跑路了 将军 焦丘和莫泽 下意识就把飞消护至身后 不能让这个怪物伤到将军 战手大人 玉空姐姐还有事情需要处理 就由我来陪战手逛一逛罗夫好了 对此 飞消救走玉空呼雷 也没有意外 他一个丰饶令使 怎么能够和巡猎令使比速度 喂 打扰别人吃饭 可是很不礼貌的 我就喝一点 不会死人的 跑了一个 那就你顶上好了 见到嘴的血包跑了 呼雷也有些恼怒 直接控制了焦丘和莫泽狼人话 焦丘的火焰开始缠绕飞消的身体 莫泽的匕首也直冲飞消的脖子 刚刚还忠心护主的两人请客反水 这就是来自血脉的压制 焦丘莫泽 你们 飞消也是被手下的反水惊讶到了 不过看到两人眼中的挣扎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呼 抱歉了 飞消也知道 现在不能留守 只能一人一记手刀把 两人打至跪地 战手如果饿了 这里有现成的狐狸 没必要为难玉空姐姐 即使这样 飞消也不想和呼雷起冲突 一是呼雷是儿时的偶像 二是他的任务是 稳住呼雷 要是人家发疯罗符 就可以消互了 所以只能牺牲刚刚被打晕的焦丘了 我不喝男狐狸的血 呼雷果断拒绝 开什么玩笑 虽然他很通人性 喝血从来没有弄死人 遇到好喝的 还会给对方提供一些营养品 等着可持续发展 但是也不是谁的血都喝 要是在帝国 可是有自己的战奴 也就是现在的寂静修女专门提供 一开始 就是没有寂静修女的时候 也是层层选拔的优质血包才喝的 玉空和飞消一脸无奈 这个战手这么挑的吗 那战手大人就来吧 只能咬一小 玉空已经认命了 他也清楚 现在的罗符不能惹怒呼雷 原本所有人以为 呼雷被关了七百年后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灭掉罗符 毕竟 呼雷对所有巡猎势力而言 都是无法沟通的 结果人家到处游玩 也不搞大事 表现的初通人性 已经可以沟通了 完全不像几百年前一样 见到巡猎命徒的就杀 那就顺着他的意思来好了 不便 战手大人现在满意了 说着 飞消阻止了玉空 用小刀划破自己的动脉 鲜血喷涌而出 然后飞消装了一个小玻璃瓶 虽然他现在很想和呼雷 痛痛快快地打一架 见识一下这位老祖宗的实力 可惜不能 除非罗夫不想要了 忍耐 这次不能大劫了 话说你真的没有 跟我回帝国的意思 到时候 我任命你当战帅 可以截至二十军团 细细品味飞消血液的呼雷 心情好了很多 再次对飞消发出了邀请 荷鲁斯这个一听名字 就是要造反的家伙 不适合当战帅 飞消这个比不离人还不离人的胡人 才是最佳人选 仙周对我有大恩 而且 我有自己的信念 什么信念 也许我可以满足你 比巡猎更快一步 我希望能够在巡猎的光使到来之前 赢得胜利 那你更应该投靠我了 你和我一起杀了兰 这样不就永远比巡猎要快了 飞消 不了 不知战手大人可否放了我的两个下属 看在我们出自同一个部落的情分上 大劫将军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 要是平时 他已经和呼雷打起来了 我敢放回去 你们敢要吗 护雷笑了笑 挥挥手 两个胡人就醒过来 然后站到了护雷身边护卫起来 飞消沉默了 现在他们被救回来 即使不被处死 也要被监视一辈子 被护雷转化之后 就是护雷的内奸了 对了 你之前不是说 要带我游玩一下罗夫仙周吗 我看这泰普斯就不错 护雷想了想 罗夫的重要机构 石王司的两个判官 在自己手里 天博司刚刚见过 地横司没什么特色 持民龙尊已经是自己人 就泰普斯没去过 最主要的是 仙周的自己角色 见得差不多了 好像也就差一个清雀 去泰普斯看一看 你是单横 不是 你还真有隐藏的力量 撕裂 星海 肩膀 星海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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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往泰普斯的路上 呼雷并没有忘记 关注主角团的下落 反正他随时可以 通过系统观察星的第一视角 福清 我在 你就守在这里 率云奇镇守这条通道 以免令声事端 警员对于战胜患龙有些把握 但是随时可能翻车 警员 将军 你要独自对付患龙 福玄有些担心 虽然总是吵着 要让警员退位 但是也不想对方突然报庇 也谈不上独自一人 还有朋友同行 警员说道 没打之前 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可惜飞霄必须盯着呼雷 不然小小患龙可笑可笑 将军 我等愿意同去 请不要撇下我等 是啊 将军 我等虽然实力低微 但是云奇军未必先州的职责所在 怎能待在后方 不少云奇军也发生骚动 他们可不想将军在前冲锋 他们躲在后方 不得不说 先州的军队很不错 不 你们可不是躲在后方 恰恰相反 你们这里才是前线 药王秘传和帝国的间谍 已经带人支援换龙了 有着蜀之不尽的绿皮 你们要截住 这支援军 别让他们冲进来 父亲 要是我无法出来 将始末因果 承报其他先州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你直接迁徙先州居民 前往其他星球 或者先州 如果我们输了的话 这个罗夫就不能呆了 警员自然知道 这些人不会放过这个时机 必须安排人守住出口 还有燕青你也留下 一定要保护好福青 明白 将军 由于战力严重缺失 刚刚被呼雷毒打了 伤还没有养好的燕青 也被调过来了 帝国 绿皮 那是什么 小三月对于这两个名词 有些陌生 身为失忆人 对什么都是好奇的 帝国是七百年前的 一位不离战手建立的国度 它的目标 是将风饶命途传遍宇宙 和其他风饶民不一样 他们是真正实现了 风饶无私利他的命徒 但是他们传播风饶的方式是战争 先占领一个星球 然后赐予祝福 纳入帝国体系 只要信仰要师和帝皇 认为自己是风饶民 并且按时缴纳十一岁 就是帝国人 帝国会给予庇护 传播科技 帮助建设世界 而绿皮 也就是欧客兽人 是他们的战争兵器 有着极强的繁殖能力 和令人匪夷所思的独特能力 传言绿皮诞生了两个令史 七百年前 曾经升情了反物质军团的星效 不过随着七百年前 帝国的帝皇被先舟俘虏 双方的战争也开始逐渐平息 瓦尔特对于宇宙的事情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开始给三个凑不出一段记忆的小队科普 不 他刚刚跑出来了 不离战手呼雷 人称要师的私生子 我之前还和他交过手 丹衡严肃的说道 哈哈 想必丹衡一定把那个帝皇 狠狠的揍了一顿 能在战争期间被活捉的家伙 肯定实力不强 三月七想当然地说道 而星在听到呼雷的名字后 陷入了沉思 这个名字好熟悉 就和卡夫卡一样 卡夫卡鉴定完毕是自己妈 所以 呼雷是自己老爹吗 三月小姐想错了 当初我们能够活捉呼雷 完全是一场意外 他在仙州 想要毁灭罗浮 不过是一念之间 所以 列车的各位击败患龙 就先离开好了 仙州和帝国的战争 不能把你们牵扯进来 警员不打算把外人带进战争 平时把列车当脏手套 让他们干脏活累活 又或者忽悠他们 过来接受其他仙州的质问 都是正常政治家的行为 但是把一个 星际文明的慈善组织 牵扯进战争 仙州联盟的封平 绝对会跌落谷底 难道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那个帝国不是无私利他 会帮助其他星球发展科技 创造更多的资源 三月七很不理解 帝国为什么就盯着罗夫死� 因为帝国的皇帝 是丰饶的狂热信徒 而我们仙州的地宫的命徒 就是靠着猎杀丰饶诞生的 最终目的是杀死要尸 其实我们和帝国 做的事情差不多 打击丰饶民也就是 帝国口中的异端 传播善意帮助其他星球发展 只是这是立场问题 无法解决 在帝国皇帝看来 我们接受过丰饶的赐福 却加入巡猎 最终目的是杀死要尸 这就是吃里扒外的叛徒 警员叹了口气 要是当初忽雷早点出生 在三劫时期成立帝国 讨伐其他丰饶民 指不定 仙州真的会加入帝国 成为一个自治区 闲谈一会 警员等人就准备和换龙决战 而丹衡为了防止 被人打进来前后夹击 关闭了刚刚撕裂的星海 有着古海之水 和扶悬率领的云祺军的双重守护 应该没人可以打进来 然而 龙尊可不只有一个 几乎就在警员进去过后不久 末渡率领的药王秘传和欧客兽人联军就打过来了 无数兽人小子 带着刚刚在幽球域被祭霸打造的废料枪和破伤风之刃 就开始冲向云祺 一时之间 训练有素的云祺 面对这些数量庞大 汗不畏死的兽人 有些被压制了 不过很快就进入僵持模式 不要小看了云祺军 这可是人均断头街上 就能活的最强风饶孽物 要是最高规格的赐福 就在仙州 这也是忽雷痛恨仙州的原因之一 拿着风饶最好的待遇 投靠了巡猎 就是事出有因也说不过去 更别说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忽雷了 而兽人大之佬 也开始拿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武器打了过去 每一个锤子 就能砸扁一个云祺 药王秘传的练行者 内丹士和普通魔音声 对云祺来说不难对付 但是他们带来了几只风饶灵兽长幼 和风饶旋鹿 还有许多的奎狼 和入魔技巧 随着战斗的愈演愈烈 绿皮们的死亡 开始散发大量的包子 汲取死去的绿皮 和云祺的营养生长起来 新的一批绿皮要诞生了 而原来那批还活着的兽人 大多完成了一轮进化 最直观的就是 身体大了一圈 变得更强壮 更能按寻思 更加的瓦王埃克 不少绿皮 开始模仿云祺军 进行更新装备 瓦王埃克 给案来一个牛逼哄哄的装备 要瓦王埃克 就和那个一样 一个兽人大只佬 拿着几个云祺身上的装甲 还有几颗绿皮小子的牙齿 就走到一个大忌霸面前 当场打造装备 然后你就能看到 动画片造房子的场景 大忌霸稍微一个瞎倒过 就造出了云祺同款镇刀 和燕青同款的飞剑 或者说飞剑形态浮游炮 只要陷入消耗战 最后获胜的一定是绿皮 这可是把虫族 逼到使用斩首作战的种族 早就听闻 这些轻面獠牙的怪物 是对智识的最大亵渎 现在看来果然不假 福玄看着兽人的操作 只能说这不科学 不过很快就收回星神 和自己的对手 专心作战 和他作战的 是一名普通的禁军士兵 不过这名泰卜斯的泰卜 却隐隐落入下风 简直离谱 不过这是禁军的士兵 你不知道他是刚入伍的新兵 还是其他军团调来的老兵 唯一能够检验的 只有实力 当初就是这名士兵 第一个看破了尾巴大眼 原来如此 尤尔滕上校 克里格死亡兵团的缔造者 那群疯子的领头人 难怪本座不是对手 福玄气喘吁吁 眼中满是忌惮 这可是被帝国称为帝皇冠军 活胜人的家伙 每一个都不好惹 我现在只是禁军的一名普通士兵 前程往事加入禁军之后 就只剩下了效忠帝皇 小姑娘你很不错 别死了 尤尔滕的面容 没有丝毫改变 眼中只有敌人和任务 警员的徒弟 有点本事 我都不是对手 禁军百夫掌末度 被燕青打得节节败退 燕青终于遇到 能打赢的99%的人了 然而 禁军是不讲武德的 化身成禄天人的丹叔加入战场 与此同时 还有十名禁军 一同围攻燕青 算下来 每一把飞剑 都要对付一个敌人 好在谷海之水被封印了 不然我们的防线 就要被攻破了 福玄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仅凭他们 是拦不住这样生猛的联军 撕裂 星海 肩膀 熟悉的音乐再度响起 这次开海的 不是隐月军单横 而是白月军白鹿 龙女大人 你在干什么呢 看着长大了大便样的白鹿 福玄快抓狂了 甚至都没有时间思考 为什么白鹿能够获得 龙尊的力量 这下完了 我也不想 可我控制不了 我自己 白鹿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可惜通过系统玩游戏的呼雷 直接操纵白鹿攻击福玄 这个游戏是由有伤系统的 可以攻击中立和友善 NPC 并且会影响剧情 之前在黑塔空间站和冰球上 呼雷没有试过 担心影响剧情 现在不担心了 剧情已经开始崩坏了 那么 身为第四天灾 尝试一下痛击友军 应该没问题吧 要知道 某些游戏的玩家 可比他残忍多了 由于 NPC要占用电脑的运算力 然后每当电脑卡顿 就知道附近有NPC 杀掉就不卡了 黄黄威灵 尊无赤命 斩 白鹿身后 开始出现 一道金黄色的巨大身影 正是警员的神军 作为呼雷目前的第二个 可操控人物 自然也是 可以调动战斗面板 出于恶趣味 呼雷给白鹿夹在的是 警员的面板 这到底是 伏玄看着眼前的巨大神军 只觉得 世界变得有些魔幻了 这不合理 究竟是地宫劈了腿 还是警员愿打翻造反 这股力量他很熟悉 就是警员的神军 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 甚至力量 还比警员更强 相语为一 上下相译 伏玄一连放了两个战戟 替众多云骑军 挡下了这一击 不过也是身受重伤 这也是由于伏玄 太过意外的原因 不然这种没有蓄力的三层神军 也不至于把伏玄打成这样 万剑天籃 燕青剑伏玄危险 一剑逼退了 想要取伏玄手机的有耳疼 与其缠斗起来 没事吧 太不大人 本座没事 警员的神军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伏玄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地宫给仙周最大的敌人赐福了 还是说 警员已经叛变了 这一次是为了消灭仙周有生力量 然后投靠帝国 你们投降吧 我不想伤害你们 可我控制不了自己 白鹿也不想对付自己的同胞 但是他想不想取决于玩家 而不是他自己 小子们 冲进去支援换龙大人 末度见状 也不和伏玄的大军纠缠 云奇的武备 还是很强大的 一时半会解决不了 直接进去夹击警员就是 住口 本座是不会投降的 伏玄看着长高的白鹿有些羡慕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所有人一起进凌渊镜 这里已经守不住了 伏玄看到不少绿皮 已经进入白鹿刚刚打开的大海 也知道 只能先进去 和警员合兵一处了 至于这里的持民祖地 命都没了 还管什么 本来以伏玄的军力 只要飞消盯住护雷的话 想要坚持到警员出来 还是容易的 不要小看云奇军 但是现在风饶联军 凭空多了白鹿一个 令氏战力 还能开海 凌渊镜的古海之水 拦不住对方 那就只能先撤退好了 希望能够得到里面的 持民一族的帮助 虽然持民一族 老早就有犯上作乱的意图 现在对面最强战力 还是持民的龙尊 但是考虑到 先周和持民的盟约 龙狮们 应该会给予一定的帮助 而且 白鹿有了强大的实力 部分龙狮大概率 会担心权力缺失 而一起对付白鹿 能够和龙尊共同执政 龙狮手里 肯定有制衡龙尊的方法 福玄想明白 就在撤退的路上 让人去和龙尸报信 你家龙尊造反了 还不过来帮忙 太补司 呼雷在飞霄这个带路党的带领下 成功抵达太补司 只要呼雷不搞大活 那么飞霄会尽量满足呼雷的需求 能拖一点时间 就拖一点时间 只要警员解决患龙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肃长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是说罗浮 最近不太平 让你回家待着吗 看到和清雀坐一桌的肃长和贵奶分 焦丘表示 猪队友带不动 啊 穆叔叔 我本来是打算带着贵奶分回家的 但是路过太补司的时候 清却让我过来 一起打地缘穷玉 我觉得 仙州就是再不太平 太补司总不会有坏人 就留下来了 肃长笑着说道 傻孩子 快跑 坏人这不就来了 焦丘也说不出哪里不对 但是他觉得 几个女孩子待在这里太危险了 焦丘大人你就放心好了 身为太补司的掌门人 我的眼睛就是齿 绝对不会让一个不法分子 踏进一步的 话说几位大人来太补司是干什么 福玄大人不在这里 听说要执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还有这位先生也是要亲的使节吗 我好像不记得要亲的使节团里面有他 清却摆弄手上的牌 看见飞霄几人到来 连忙说道 并且注意到了呼雷 身为太补司的补者 他的记忆力很好 他记得 飞霄只带了两个随从 前来罗浮进行友好回谈 而且呼雷的动作很奇怪 听完自己说话后 特地跑到门口进去 然后又出来 就好像是在雷区蹦迪 某人好像说过 不会让一个不法分子 踏进一步 我的话 姑且算是飞霄将军的亲戚 出自一个部落 很多年前 受当时的罗浮剑首相邀 来到罗浮 差不多700年 警员将军特地给我一间 不错的住所包吃包住 忧求欲 不过不喜欢出门 对罗浮不太了解 这次正好飞霄将军造访罗浮 我就在将军的帮助下 打算出门认识几个朋友 呼雷把自己的来历 换了一种方式讲了出来 倒是让一旁的胡人三人组 听得一愣一愣的 听起来貌似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总感觉 哪里有些不对 原来是两位将军的朋友 不喜欢出门 又想交朋友 来和我打一盘地缘穷欲 包交包会 正好三缺一 打完我们就是朋友了 清雀高兴起来 就拉着呼雷 往桌子上拉 福璇临走之前 特地告诉清雀 做好掌门人的工作 不要放任何可疑人员进入 本来清雀是想要摸鱼的 但是想到福璇走之前 看起来莫名悲壮 就打算好好干活 然后决定就在门口打牌 工作摸鱼两不误 接着就抓到了宿长 和桂乃芬两个冤大头 正是三缺一的时候 呼雷来了 至于其他人 清雀可没有大胆到 邀请大杰将军飞霄 和自己打牌 好啊 不过我是新手 你多教教我 呼雷当场同意了 他来这泰布斯 又不是真的来参观的 他就是来看看 传说中能一次豪赌 吃掉十二个战绩点的雀神 爱他就给他五个战绩点 不论结果如何 都不要后悔 看着和清雀等人坐一桌 开始搓麻将的呼雷 飞霄感觉传说一点也不能信 就是这家伙带领狼族走向复兴 成为仙洲最大敌人 飞霄觉得这个战手 还不如让他来当 哪有狼王会被这种 一点也不符合 狼之古训的游戏吸引 忽雷 你同意 我可以当场传位于你 不要真的把忽雷 当成某种很危险很死板的人 他是阿哈养大的 不可能是什么正经人 只要不在他面前 侮辱钥师或者赞美兰 他还是很好说话的 将军 我们就这么看着 焦丘看着飞霄 感觉怪尴尬的 他们在这里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就这么看着 他能够安稳地待着 就是万幸了 我还巴不得他多玩一会儿 飞霄看着忽雷 是真的在玩地缘穷玉也是 安心了不少 看来拖住忽雷的任务 还挺好完成的 诺 照我说的做 你先这样 再这样再那样 话说你的名字有些熟悉 我好像在哪听过 似乎和历史上 某个大人物同名 清雀还在和忽雷 安利地缘穷玉的玩法 这个可能是巧合 你看看我这样 是不是糊了 嗯 没错是糊了 大概是新手的运气吧 好 既然知道了玩法 那我们就开始好了 你已经知道了基本玩法 我是不会让你的了 好 我也不需要你让 这是一场好赌 朋友 再给我次机会 朋友 重开就一定行 朋友 还输光就肉肠 朋友 至少让我歇会 朋友 要白头贤了哦 老公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牌时光 清雀成功把裤衩子给输没了 没了 没了 彻底没了 我已经把我最近三年的工资 都输给你了 你真的是新手吗 不会是在扮猪吃老虎吧 清雀双目无神 这是什么好运的新人 好牌 一副接着一副 运气太离谱了 其实 呼雷也没有作弊 就是单纯的运气好 外加一点小小的灵能使用技巧 预言短时间内的未来 然后清雀的裤衩子就没了 素肠和贵奶分 也没有好到哪去 不过他们 比清雀好一点 清雀 你之前说的肉 偿还算数吗 三个人里面就清雀上头了 越赌越大 最后只能肉肠 素肠家里有矿 娇丘和飞销在旁边给他付账 起码不至于卖身 贵奶分刚刚从护雷这里赚了一笔 也付得起 就清雀一人被迫卖身 那个 我是说我刚刚说着 玩得你信吗 清雀做出一副可怜兮兮样子 他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 哪有那么多的钱还债 自己不但赔上了三年的工资 还欠了一屁股债 新手的运气就这么好吗 那就算了 护雷也不在乎这么一点钱 清雀也不可能真的肉肠 人家就是赔不起福玄 也会帮他赔的 而且 飞销也不可能看着自己乱来 不过我觉得清雀你是一个人才 有没有兴趣离开泰普斯为我工作 年薪百万不是吗 工作时间弹性 每天只要打卡就行 完成任务剩余时间 可以随意摸鱼 护雷打算以利又知 看看能不能骗过来 如果清雀真的来了 以上待遇绝对不会差一个字 真的吗 等等 我觉得泰普斯的工作还是挺好的 就不劳烦了 清雀一听 差点就同意了 不过一想到福玄对他的栽培 还是忍痛放弃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 一般来说 这么好的条件对面 大概率是骗子打算打他的妖子 不过飞销将军身边的人 应该不至于 那就是缠他身子了 清雀还不至于为了 几两岁赢 把自己送人 那行 那天过得不顺利了你 随时可以找我 现在可以劳烦你带路 让我参观一下泰普斯吗 当然可以 清雀觉得没什么 泰普说 不能让可疑人员进入 这么帅的胡人小哥哥 还是飞销将军的朋友 一看就不是坏人 这就是罗浮仙舟的穷官阵 还真是壮观 忽雷一边看着 一边用灵能记录下来 等回帝国之后 直接实施拿来主意 忽雷也是会使用灵能的 或者说 他才是这个世界第一个灵能者 忽雷是天生的灵能者 或许是因为 这个世界亚空间 和现实宇宙联系不太紧密 在忽雷之前 这个世界 没有其他灵能者 而忽雷是第一个 然后亲自打开亚空间大门 并且建立神圣泰拉 这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大规模研究灵能的地方 也是为什么 只有帝国才有灵能 这个世界有关亚空间 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这个世界的亚空间 并没什么负面情绪集合体的四小贩 和他们的恶魔大军 里面只有纯粹的能量 而且极为平静 可以随便研究 坏消息是 这个世界的四小贩 和他们的恶魔大军 就在现实宇宙 恐虐等于存户加毁 灭加巡猎 纳垢等于蜂饶加不朽 色孽等于纯美加欢愚加繁育 奸骑等于智识加记忆加欢愚 亚空间大魔等于令使 恶魔大军等于反物质军团加帝国 加仙周家公司 这个世界 已经被亚空间恶魔 命徒刑者 攻占了 全世界到处都是恶魔的信徒 太悲惨了 这就是泰普斯的穷观阵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这可是仙周的特色 清却在一点一点介绍 没有意识到 飞消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是没说什么 这些我一个外人能看吗 为什么不行 你又不是坏人 将军的朋友想看就看 清却毫不在意 飞消将军领来的 能是浮玄大人说的不法分子 不用了 我对穷观阵了解的差不多了 该去其他地方了 去哪 飞消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忽雷的气场 发生了一点变化 林元静 我要去那里收个尾 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 忽雷看着剧情 觉得有必要参一手 不能真的只当背景版 不可能 只要我在 就不可能让你去干扰警员 飞消也知道 该来的总该是来了 拖了这么久 警员院应该快要解决换龙了 不能让忽雷过去捣乱 说着 一把打晕了 焦丘和莫泽 提前削弱敌方战斗力 你挡不住我的 不是是怎么知道 战首大人 飞消觉得自己 拖住忽雷一段时间 还是可以的 据他观察 忽雷应该没有 让仙周坠毁的想法 这个 这个胡人小哥哥是 不离战首 宿长和贵乃分 这才知道 为什么焦丘一直让他们回家 这里很危险 等等 不离战首 福玄大人 我对不起你 清雀看着剑拔弩张的氛围 看着已经开始狼化的呼雷 加上战首的身份 这不就是仙周传说中的最大死敌 活在仙周人教科书上的最大反派 福玄大人算到的不法分子 应该就是这位 我亲自把人家送进来了 清雀 我曾经有一份工作 那试试看吧 护雷说着 直接掏自己的心窝子 一轮血色月亮 开始出现在泰普斯的上空 赤月的光芒 开始照耀仙周 原本的赤月 都可以感染整个仙周的胡人 而这个还是灵能加强版 被护雷用令使的全能和灵能强化过了 比原版更强 你真是疯了 飞消见状 也不和护雷纠缠 直接带上飞黄的虚影 吞噬了赤月 好在没有造成任何损伤 飞 飞消将军 清雀三人组 看着已经开始月框的飞消 有些担心 此时飞消已经红了眼 就要无差别攻击所有人 碰 然后就被护雷一板砖敲晕了 这可是当今最强灵能者 和患于心神合作打造的产品 效果很不错 其实飞消的实力 忽雷还真不一定能够轻松拿下 就是拿下了 警员那边也打完了 可惜人家 飞消要保护仙周 还被偷袭 被忽雷轻松击败 忽雷直接当着清雀素长贵 哪分三人的面 直接咬到了飞消的脖子 开始提纯飞消的不离血脉 三小之意识到 不对劲想要阻止 却被刚刚醒来的 焦丘和莫泽 直接制服 果然 直接和和被取出来的血 就是不一样 胡人萨兰 帝国才是你最终的归宿 身材不错 手感还行 鲜血的味道更是可以 和他计划的一模一样 逼迫飞消吃下赤月 然后想办法提纯对方的不离血脉 现在飞消的胡人血脉 近乎于无 现在飞消更加难得到仙周的信任了 飞消吃了赤月 虽然现在不离战手传承不靠赤月 但是象征意义还是很大的 有加上 现在已经和纯血不离人 没有任何区别 仙周的老家伙 真的会相信他吗 更别说飞消本身的性格 就是比不离人还要不离人 恐怕就是话 也要思虑再三 也不一定信任飞消 赤月会强化飞消 解决他的月狂之症 可惜也会让他本就有污点的人生履历 变得更加有污点 飞消就交给你们了 我先走了 说着 呼雷就将还在睡梦中和 另一个自己交战的飞消 交给了清雀三人照顾 自己则是带着焦丘和莫泽 前往凌渊境 准备支援换龙 尝尝 清雀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贵乃芬看着一片狼藉的太普斯 感觉有些手足无措 完了 太不大人回来 一定要重罚我了 不管怎么样 先收拾一下这里 然后等飞消将军醒来好了 龙师韬然怎么说 我要的可以挡住龙尊的秘法 或者支援到了没有 别和我说没有 龙师能和龙尊平起平坐 一定有所倚仗 福玄看着空手回来的云奇 感觉很不妙 直到现在 福玄还不明白 为什么龙尊觉醒力量 能够动用神君 莫非不朽其实没死 只是华明兰 成为了巡猎新神 龙师韬然说 他正在集结池明大军 暂时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支援 那是一个命令 让龙师支援是一个命令 池明是想要造反吗 福玄感觉 换龙和帝国 能够这么轻易进入仙洲 和这些龙师有很大的关系 撤退 去找将军 看着被白鹿打得节节败退的燕青 和损失惨重的云奇君 福玄只能下达命令 至少提前让警员知道现在的状况 这还是白鹿留守了 由于要专心打牌 呼类让白鹿进入自动战斗 这就给了白鹿钻控子的机会 命令只是进攻 但是怎么进攻是另一回事 白鹿身为龙女 会放水 还是很正常的吧 不是 星 你隐藏的力量呢 三月七项开始质问滑水星 星在罗夫的战斗 一直在滑水 当初在黑卡空间站 和亚利洛六号星 面对敌人 都是一发苍龙着势解决战斗 现在来了 仙洲只会挥棒球棍 滑水太严重了 虽然挥棒球棍的星也是 被呼雷培养的大毕业面板 但是和大毕业面板的主C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现在用不出那股力量 星委屈地说道 他也想直接秒了换龙 但是背后之人不给自己力量 有什么办法 宇宙的一切都将以毁灭作结 蜂饶与巡猎也不例外 这边换龙的状况也不太好 已经被打进第二阶段的开场白 先知大人是不是该注意 一下言辞 我们还在 刚刚杀进来的莫渡 感觉有被冒犯 你吹捧毁灭拉踩巡猎就算了 把蜂饶带上干嘛 我打你吧 帝皇和你的关系不清不楚 不打吧 你当着我的面说 蜂饶坏话 我怕别人说我不忠诚 M 蜂饶除外 换龙还是给了一点面子 抱歉将军 我没有挡住他们 他们获得了驰名龙尊 和一股莫名的帝宫的力量 我们不是对手 福玄也和锦园说明当前的情况 龙尊为什么能够有神军 太超标了 然而锦园却没有听 而是注意到 一个胡人少女的身影 是他吗 锦园 放弃抵抗投降 我会在帝皇面前为你求情的 你之前背叛帝国的行为 我会为你说情 胡人手中的弓箭射向锦园的脑袋 锦园 别愣神 白杭的箭矢被丹横一枪击飞 然后丹横也愣住了 我 背叛帝国 锦园看着白杭和一边开无双的白路 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龙女被控制 白杭被顺手复活对付自己 呵呵 切身的援军来了 不知道 你们该如何应对 幻龙现在只觉得 优势在我 你见识过星辰粉碎的样子吗 一个小型黑洞出现 吞噬了许多试图攻击主角团的兽人 一只划水老杨也出手了 他已经不能再隐藏实力了 不好 来人结阵 挡下了 末度集结了二十来个进军的灵能 形成灵能立场 才勉强控制住了这个你太黑洞 锦园将军你和丹横先对付焕龙 其余人交给我们列车组来解决 瞧瞧本姑娘的厉害 这些就是欧客兽人 果然很丑 规则是用来打破的 老杨说着三月七和星也加入对付寿人的战斗 白 白鹿小姐 你怎么长高了 还背叛了仙舟 三月七看着面前长大的白鹿 感觉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前几天见到的 让自己愧疚一生的孩子 突然就造反了 三月七姐姐 我也不想的 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的身体 已经长得比三月七高一个头的白鹿 叫三月七姐姐 还是有一种喜感的 黄黄威灵 说吧 叠满十层被动的神军就砍了下来 把三月七吓了一大跳 骑枪 备战 存护主当即开启战计 挡住了这十层神军的一击 满级火主的保鲜膜还是很强大的 星虽然没有被忽雷安排角色带打 但是他本人的实力也是不弱 星的角色已经被忽雷升级到八十级满级满星魂 配上了黑塔商店送的五星光追 还有一套极品仪器 不说星神之下 无敌也能和令史打得有来有回 即便没有护雷给的角色带打 我阿星一样天下无敌 是当之无愧的列车组战力第一人 白鲁 你这神军看着有些熟悉 我感觉我好像也用过 心看着白鲁的神军并切身感受威力后 哪里还不明白 这就是之前自己用过的 自从来了仙周 自己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度 但是已经不能使用之前的神军 苍龙卓士 召唤史瓦罗等各种强大力量了 原来是背后之人有了新欢 呜呜 我被抛弃了 星姐姐也认识那个大坏蛋忽雷吗 我感觉我们之间多了一层联系 我就是被他变成这样的 忽雷 星再次念叨起来这个名字 总感觉他们之间有一种莫名的联系 我刚刚出生和 他也刚刚越狱不谈 我就不能是他的女儿吗 先别管这个 你现在这种状态 是无法拒绝他给你的战斗指令的 但是可以放水 你就和我单挑 不要波及其他人 好的 星姐姐 身为总是被忽雷操纵说一些莫名其妙 狠谢狠谢的话 还有到处无常打工除大地的星 很是了解这种被操纵的感觉 然后就开始给白鹿传授 如何摸鱼 杨凤英维 做自己的事情 就这样 白鹿和星 这两个被忽雷控制的游戏角色也是相遇 两人一见面就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然后一起划水 不过表面上还是棋风对手 降与良才 就在两人愉快的划水之时 老羊和三月七被兽人整崩溃了 兽人被黑洞吞了一次后 就开始进化出抵御黑洞的灵能立场 老羊的黑洞 再也无法打出第一次的大规模伤害了 而且 不少绿皮开始拿着老羊同款权杖 开始放黑洞 虽然强度不行 但是很恶心人 瓦奥奥 俺寻思对面的小兽猴子 拿着拐杖 能放黑色的圆球 俺也有拐杖 俺也能放 然后 老羊就看着一大群cosplay老羊的兽人 陷入了沉思 大忌吧 俺要那个母猴子的 会发射兵剑的武器 俺也要冰冻敌人 来尝尝本瓦奥奥奥的厉害 兽人三月七出场 鬼知道三月七看着cosplay 自己拿着弓箭的绿皮大只老脸上 有多难看 还特地做了一模一样的动作 似乎这样才能更好的模仿 不是 你们这些绿色的兽人 就不注意版权问题吗 本姑娘的肖像权 可不就随便侵犯 虽然早就听说 这些兽人很难缠 但是没想到这么难缠 她已经看到好几个模仿自己的兽人了 而且 对面真的能够射出来冰帕姆 还有冰冻效果 Wa-O-I-K Wa-O-I-K 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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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只长得很有特色的巨大的 War Boss的吼叫 后方的绿皮小子 推出来一辆辆废料大炮 开始发射各种奇形怪状的炮弹 和前方兽人交战在一起的 仙舟云旗损失惨重 兽人开炮的时候 可不在乎 前面有没有友军 反正绿皮都是炮灰 仙舟一直以来 都是和这样的怪物交战吗 三月七 亲眼看见一个绿皮 拿起一个死去云旗军的盔甲和武器 然后整个人长大了一圈 然后能够像模像样的 使出云旗枪术 然后 他身上开始抖落一些 包子到这个云旗的身上 一只新的绿皮开始长出来 这样的敌人 到底该怎么解决 更别说 还有几个war boss的存在 战斗力不比自己的实力弱多少了 希望能够坚持得久一点 三月七觉得 是不是可以呼叫一下 机子的鬼刀炮 不然这些兽人根本杀不完 决定了 就从这傲慢不可一世的 仙舟将军开始吧 不知道 如果把仙舟将军 变成一名虚族 罗浮会不会被那个家伙 变成另一个卡塔昌 成为公项仙舟的利刃 警员一时不察 被幻龙捏在手上 准备将其转化成一个虚族 然而这时候 幻龙察觉到一丝不安 回头一看 石层神军已经叠满 单衡 就是现在 单衡手中永不离手的姬云 再次离手 轻忙划过 直接向着幻龙冲去 警员和单衡默契配合 直接打碎了幻龙 刚刚捏造的肉身 干得不错 巡猎的将军 但我失去的 不过是一具随手捏制的肉身 而你 还能坚持多久 别忘了那个家伙还在仙周 仙周的毁灭之日就要到了 幻龙失去了肉身 也只能嘴硬 这可是 剑木所造就的肉身 幻龙的化身千千万万 但是这一句是最好的 先知大人 可以麻烦您靠谱一点吗 末渡只觉得眼前一黑 仙周的大部分云骑军 太补福玄和燕青 还有列车组成员 都被他们牵制住了 有着丰饶剑木肉身的幻龙 还能被警员和单衡击败 大家加把劲 绝灭大军已经战败了 云骑军的士气高涨 失去了肉身的幻龙 基本上没有战力了 那么 警员和丹衡这两个高级战力 就能解放出来 失去了剑木肉身的幻龙 又哭又闹的 好可怜啊 嘴上说着不算什么 心里已经开始呜呜呜了 希望回去不要和那努克哭鼻子 和白鲁玩耍的阿兴 又开始泄起来了 这一点呼雷可没有操纵 完全是阿兴的本色演出 走吧 毁灭的小组子 告诉军团 循列的复仇 必将来临 警员见幻龙没了肉身 已经掀不起风浪了 接下来就是和飞霄稳住呼雷 等着元帅摆脱 搞毛二哥来罗府主持大局 到时候 仙周元帅和帝国帝皇都在罗府 这就不是自己该参与的事情了 自己这个罗府将军 就不用废脑子 如何保住仙周了 原来如此 幻龙你费这么大劲 就为了一句风饶剑木的肉身 如果你早点和我说 我可以送你一个 听到熟悉的声音传来 警员和丹横的脸色 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他们都知道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谁 而与此同时 已经重新生长过一次的 剑木再次生长 身为要事的私生子 兼风饶令使 呼雷自然可以随时动用风饶的神迹 来自风饶的命途力量 源源不断地涌入剑木 剑木的生长速度 已经肉眼可见地提高 换龙费尽心机 才搞到的一个风饶神石 现在剑木上挂着整整五个 送你的 不用谢 护雷将一颗果实 递给已经变回碎阳形态的幻龙 很快巨大的幻龙再度出现 幻龙成功进入第四阶段 其实 幻龙 想要风饶神迹的肉身 真的很简单 帝国由于护雷的存在 风饶神迹数不胜数 先不说从耀卿抢回来的胎洞之月 帝国有着当今世上最强的风饶神迹 九界之术 或者说世界术 这棵树从诞生至今已经结了九颗果实 每一颗果实 都是一个充满生机与风饶祝福的星球 物产丰富 生态环境优美 还有着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 是帝国境内著名的花园世界和资源世界 从中几乎可以获取到 宇宙中大部分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 而且大多数都是可再生的 再生速度极快 这就是风饶神迹 如今这棵世界术 就在布里祖地青秋古星上 其实本来有第十颗成熟果实的 不过第十颗果实已经不在树上了 护雷将第十颗果实脱离世界树 并且进行用自己的令史全能和灵能进行改造 成为自己的活化星球 这才有了如今帝国的首都神圣泰拉 这颗世界树 其实就是当初护雷出生时 要失荷兰进行神战的时候 被要失催生荷兰对抗的神迹 能抗住兰的光使三年 可想而知有多么强大 以护雷和幻龙的关系 成熟的果实混不上 送一个没成熟的果实 还是随随便便的 切 我还以为你被关了七百年转性了 等了这么久都没有见你来帮忙 还想着你是不是要和仙周和谈 说实话换龙没想到就出护雷后 护雷居然开始参观仙周的风土人情 要是七百年前已经开始催动 剑木吞噬仙周 然后开启亚空间通道 召唤自己的大军了 我确实不想继续打下去了 不过在此之前 先让罗浮变成风饶的世界也不错 护雷获取前世纪以后 对仙周的敌意没有多少了 比起摧毁所有信仰蓝的人 让蓝陨落这种不靠谱的可能 护雷觉得 跟着主角团更有机会消灭蓝 卡夫卡已经说了 关键时刻 主角团会面临一次选择 风饶还是巡猎 也就是说 在命运的奴隶计划的未来的神战里 风饶可以替代巡猎的位置 那么作为报酬 让巡猎之蓝陨落也是可以的 不然护雷实在想不到 星河猎手能拿出什么筹码拉拢自己 总不能给神圣泰拉放一颗星河 等着列车组来救 然后让自己和列车扯上关系 不过在此之前 先要毁灭罗浮 让命运的奴隶只有一个选择 只要他把主角和仙周联盟的路断了 主角团该找谁做帮手 不是显而易见了 飞霄没有拦住你吗 锦元看着护雷的到来很是意外 他和飞霄说过 没有必要 就尽量顺着护雷的意思来 而如果有必要 即使摧毁十几个洞天 也要阻止护雷增援换龙 在锦元的预估下 飞霄不应该被这么快打败 护雷确实可以摧毁仙周 但是要么提前蓄力一个月 布置灵能立场 要么动用丰饶的神迹剑墓 只要飞霄盯着护雷 不让他到剑墓周围 仙周就短时间内 还算是安全的 他确实是一个麻烦 所以我把赤月放出去了 让他小小的睡了一会 不会干扰我们这里 护雷说着 就将自身的实力完全斩露 最强丰饶 令史家最强灵能者 身边还有一个最顶级的 丰饶刺服剑墓 提供场地buff 现在的他强的可怕 很好 现在只要在这里 解决掉仙周的将军 然后让所有的仙周人 陷入魔音声 胡人进入月狂 十民族自己会投靠 罗伏大局已定 然后闪击要清 通过那个胡人将军 直接内部瓦解要清仙周 到时候 我们几乎可以完美接收 两艘仙周的全部力量 仙周联盟三分之一的力量 将会发动大叛乱 不得不说 幻龙真的很会想 从景元越来越阴沉的脸色来看 幻龙所说的事情 实现的概率真的很大 忽雷 你确定要让帝国和仙周 开启全面战争吗 景元立声质问 七百年前 虽然忽雷有全面战争的倾向 但是关键时刻 忽雷背情导致战争熄火 帝国不再执着开疆拓土 而是开始处理内部矛盾 现在忽雷一出牢房 难道就要重新开始战争吗 最重要的是 仙周不一定打得赢 他就是最后的敌人了吧 希望不会 再突然冒出一个 机械祥神的boss 帝国的帝皇 看起来还挺帅的 呸呸呸 这是坏人 喂 你别光看着发呆 他是敌人 饭花痴没有用的 三月气本以为 有着三个阶段的患龙 已经最后大boss了 现在看来 忽雷才是 然后就发现 自己从忽雷的出现 回过神来 心还看着忽雷的身影 若有所思 你觉得是旧事吧 总之 我会消除命运原本的诡计 让风饶再次伟大起来 忽雷不想让自己熟悉的人消失 但是按照原本的剧情 游戏的反派 大概率 是毁灭新神纳努克 而钥匙可能被主角团顺手消灭 作为一个巡猎的支线任务 他要更改剧本的支线 让最后的反派 从天生坏种纳努克 和被粉丝坑害的偶像钥匙 变成天生坏种纳努克 和喜欢杀丰饶的魔证人蓝 将军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我们都会遵从您的命令 绝不后退 福宣将已经开始收拢残军 并且开始向罗夫各处的云骑军发消息 不惜一切代价 支援凌渊靖 如果持名龙师胆敢阻拦 杀无射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切种族优待政策 都要放到一边 仙洲外围的仙洲联盟星舰 已经将对星体武器 对准了罗夫 随时可以发射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并且 云骑军以演习的名义 将居民迁徙到星舰上 能送走多少 送走多少 警员手中握着一只 发着光芒的小型寻笛 如果真的守不住 那就让巡猎的光石带走一切 列车的诸位 很抱歉 把几位牵扯进仙洲和帝国的争端当中 现在诸位想要离开 还请自便 丹衡 你现在已经不是殖民人 也不是仙洲人 这里的事情 与你一个外人无关 一会开战的时候 他们大概率无暇顾及诸位 以诸位的实力 想要离开 应该不难 警员第一件事情 就是劝说列车组离开 这是仙洲自己的事情 不应该牵扯到外人 警员 你 丹衡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由于被灵莎师傅 保留了大量的前世记忆 他不想让警员独自一人面对 可是他更不想把自己这一世的朋友牵扯进来 丹风 你别想跑 我会把你抓回去赎罪 帝皇会宽恕你 背叛帝国的罪孽的 一只穿云剑打断了艰难抉择的 白行可不想让丹衡离开 他要活捉丹衡 偿还前世背叛帝国的罪孽 丹衡的脸上 瞬间就难看起来 这该死的狗东西 就这么忽悠自己的白月光 瓦尔特先生 你带三月他们先走 我留下和警员一起对付互雷 此时 丹衡的怒气值已经爆表了 丹衡 你真的不走吗 瓦尔特想要劝说丹衡离开 身为星穷列车的家长 他要为列车组全员的安全负责 所以他倾向于不掺和这遭心事 反正星河危机已经解除了 接下来的是 丰饶危机 这个和星穷列车业务不对口 杨叔 我们还是留下来帮警员将军吧 让帝国占领罗服 会有很多的牺牲的 三月七虽然平时傻不拉几的 但是关键时刻是不会怂的 你不是一直很晕大场面吗 还打算参与战争 星悠悠说道 哎呀 晕大场面是晕大场面 但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生命 在我眼前逝去 却毫无作为 三月七跺跺脚脚 还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很抱歉 星穷列车的诸位 我要打扰诸位一刻钟时间 卡夫卡和银狼的影像 出现在几人面前 显然是银狼制造的虚拟影像 他们本人并不在这里 接下来 诸位要面临一次重大抉择 巡猎还是蜂绕 请选择一方 或者两步相帮 这将决定诸位的结局 虽然你们选那边结果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运气好 也是有很少的可能 进入隐藏结局 卡夫卡微笑着说道 他已经看到了完整的剧本 或者说准备好的三份剧本 一个是直接投靠蜂绕 一个是投靠巡猎 然后解锁战败CG 委屈求全 最后付出一定代价继续航行 星穷列车从此以后 成了帝国的半官方组织 还有最后的隐藏结局 不过艾利欧说 这一份结局的可能性 不到百分之一 星穷列车的诸位 还请早做决定 时间可不等人 星宝不要怕 那个布犁狼王 不会伤害你的 你要相信 你在他心里的地位 说完 卡夫卡和银狼的影像就消失了 星 你怎么看 我们该怎么选择 星穷列车的众人 都将目光转向阿星 卡夫卡说 剧本了阿星是关键 那么就有必要参考星的意见了 我 星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他能感受到 自己和呼雷 有一种莫名的羁绊 但是又不想背叛自己的同伴 那边的小灰毛 有没有兴趣加入帝国 我看你骨骼惊奇 如果你任我当义父 你就是未来帝国的太子 呼雷也注意到列车组的异样 然后直接对主角发起邀请 莫渡和尤尔滕这些禁军 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身为禁军 他们是最为了解帝皇本人意思的存在 他们的一切都是为帝皇服务 刚刚呼雷的话 是认真的 也就是说 如果那边的 灰毛头靠过来 那么星 就成为了帝国的继承人 下一任帝国皇帝 只要能把丰饶令使 兼灵能长生者的 呼雷熬死 重大抉择 选择一 星飘零半生 只恨未逢民主 公若不弃 而从此后跟定义父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选择二 啊啊啊啊啊 老贼 你欺我太甚 吃我一棒球棍 吃我一眼枪 呜 爸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是不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 为了见到你 我给黑塔当过实验品 上过贝洛伯格的雪山 就是为了找到你 星和金直接连滚带爬 就抱住了呼雷的大腿 把呼雷吓了一跳 我还没有选择你怎么就投了 没错 呼雷还没有来得及选择第二个选项 就被星一把抱住 请客练话 开玩笑 叫声义父就能获得继承权 那要是叫声爸爸 岂不是直接继位了 到时候 让呼雷当太上皇去 反正巨星猜测 自己的诞生 恐怕和呼雷脱不了关系 自己身上 都有四个星和猎手的基因了 多一个布里狼王 也差别不大 停停停 我是让你认衣服 不是让你认清点 呼雷想要推开星 把他从自己的大腿上踢开 可惜小瞧了星和金的臂力 这就是八十级满星魂的力量 我知道 爸爸你是为了我的安全 不想和我相认 所以就打算收我当义子 这瞒不过我 你看我身上的气息 和你一模一样 你看这股力量 和你给白露的也是一样的 肯定是你留下保护我安全的力量 说着 星抱着呼雷的大腿 又哭又闹 将自己身体里之前被护雷操作时残留的各种力量展示出来 卡夫卡说过必要的时候 星哭一哭 比什么都有用 一边的禁军也不知道该不该拦下 看帝皇的意思 似乎并没有拒绝 而且这个小孩身上有着 和帝皇很相似的气息 高维入侵者 星经常被系统从高维度控制 身上有很正常 难道说 这个小灰毛 真是帝皇的私生子 原来如此 帝皇失踪七百年 原来是去生孩子了 想到这里 禁军们的眼神就不一样了 要是是真的的话 这不就是少主了 列车的这位小友 倒是颇为有趣 警员原本严肃的神情瞬间破功 不愧是列车组的成员 这种情况 还能让我笑出声 警员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不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随时可能磨阴身 将军 本座法眼观测 不离战手 似乎真的和这个开拓者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现在的持民龙尊 似乎也是这种关系 伏玄倒是没有这么乐观 要是真的护雷私生子 那么列车 除了单横是敌室友 就很难确认了 毕竟他们仙周土生土长的龙尊白鹿 都投敌了 列车组身为外人投敌 也很正常 喂喂 你别给咱列车丢人 快起来 我们和他是敌人来着 眼看着自己列车这边的最强战力 直接投敌 三月气绷不住了 只能远远地呼喊 想要让心回来 太丢人了 不要 我好不容易见到我父亲 之前和妈 见了两面问几个问题 就没有接触了 这次见到父亲 说什么也不能放手 好不容易抱上的大腿 可不能说丢就丢了 就算护雷其实不是他爹 现在也必须是 停停停 我不是你爹 你要是真想 任我当义父 就喝了这个 以后你就是我的子嗣了 说着 护雷划开自己手腕处的动脉 并用灵能防止愈合 不离人的自愈能力 可是很强的 文案中公司和不离开战的时候 一个不离人被打烂了半边身子 然后这个不离人边打边恢复 打完的时候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收集了一些自己的血液后 就把它交给了心 心也是二话不说 就是一饮而尽 我爹还能害我不成 喝完之后 心的身体就开始长树枝了 就是魔鹰身的那种 不过很快就被心收回体内 然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不离人的特征 比如寿尔 从今以后 心也是寿尔娘的一员了 通过呼雷的赤血 心可以借用这份血脉 获取呼雷的力量 鲜血即是凭正 就和食心食人的石头一样 等等 别乱喝 鬼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玩意 三月看着心 直接一口闷 然后开始出现奇怪的身体反应 就想要劝阻 可惜来不及了 等等 三月 说不定真的有这种可能 心和呼雷 就是不是妇女 也是关心密切 你们还记得我之前的分析吗 除了被纳努克和琥珀王 直视后 获得的存护和毁灭命途的力量 心时不时可以动用一些其他人的特殊力量 有我的伊甸之心 单横的苍龙卓士 你的六香兵 还有当初击败可可利亚的 卫士者哀哭 这种力量 与其说是心的隐藏力量 不如说是心被人附身了 然后借着心的身体 动用自己的力量 现在 仙周有第二个核心一样 可以动用不属于自己力量的人 瓦尔特不愧是理智律者 早就开始关注白鹿的异常 并和心联系在一起 主要是当初心在黑塔空间站出大地的时候 动用过神君 然后这股力量在锦园的身上出现过 或者说 锦园才是这股力量的原始主人 不过被人复制了 并且在除了心以外的另一个人身上体现了 白鹿小姐 三月七 想到了成功长高了的白鹿 同位龙尊能够动用单横一样的行云不语之术很正常 但是锦园的神君出现 就很不正常了 对 心的身上有着和白鹿一样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 来自于呼雷 单横看着三月七心想 三月在涉及伙伴的情况下 还是挺聪明的 所以 心是呼雷的女儿 白鹿有着和心一样的力量 所以 心和白鹿是亲姐妹 呃 你总是能够从我永远也注意不到的地方思考问题 单横也是佩服三月七的金氏智慧 据我猜测 心很有可能是心和猎手 和呼雷联手制作的人造人 或者生物兵器 而白鹿是第二个实验品 瓦尔特没有理睬三月七的话 而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管怎么说心这一次 算是认阻归宗了 就这样 帝国和仙周 原本见把弩张的氛围 随着新的操作 开始缓和了起来 呼雷是不在乎 已经飞龙起脸了 输不了 警员则是巴不得心 能够多拖一些时间 可以调集云气军 迁徙民众离开仙周 星美拖延一秒钟 仙周就能多保留一些火种 同时 眼神开始变得冰冷起来 这些龙狮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 还在拖后腿 不过也对 石鸣是不朽的后裔 和仙周是合作关系 大部分龙狮都不信仰地公 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投降 原来你还有一个私生女 这个灰毛 不会是你和卡夫卡搞出来的吧 幻龙看着亲密互动星和呼雷 有些吃味 卡夫卡哪里比得上他 虽然卡夫卡确实很大 但是他幻龙可是化身万千 就说现在的剑木身躯 就比卡夫卡大多了 幻龙曾经扮演过 亭云混迹在主角团身边 自然知晓 主角团和卡夫卡的关系 别想太多 我和这个小灰毛有些渊源 所以关照一下 呼雷出声安慰了幻龙一句 不过极其敷衍 他和幻龙 目前还没到那种地步 能解释一句 已经可以了 这边新的血脉传承仪式 也已经完成 喝下了呼雷的赤血 从此以后 就可以以呼雷的子嗣自居 组建自己的军团 说从今以后星 可以组建自己的第21军团 并且每个月 可以收到帝国打来的一笔经费 用来招募成员 星 现在其你就是帝国的 第21军团军团长 接下来 帝国每个月 会给你发一笔经费 用来招募军团成员 和维持军团稳定 鉴于第21军团才刚刚创立 接下来的一百年里 你的军费 会是别的军团的五倍 这笔钱 你可以自由支配 不论是招募成员 还是自己花 帝国对于初始20军团 现在是21军团的态度 是军费发给你 怎么用试你的试 甚至理由足够 还可以追加 就是你全部贪污 导致军团没有战斗力 也无所谓 不过你要想好 帝国还是会 按照一个军团的标准 给你下发任务 要是帝国派给你的任务完不成 你遭遇审判庭的人 问责该怎么办 而且 你做的天怒人怨的话 可能随时会被下课上 要知道 帝国境内 有无数强者 等着挑战你成为帝皇的子嗣 如果你把军团搞得一团糟 但是能够一个人 完成帝国指派的 需要一个军团完成的任务 并且还能挡住 所有基于你位置的挑战者 那么这钱你也该拿 帝国境内的所有年轻高手 活胜人 誓死守护帝皇的禁军 和寂静修女 甚至是军团内部 和你交接的副官 都在觊觎初始二十大军团的军团长之位 可想而知 面临的压力之大 果真吗 义父 我可以随便花 义父在上 请受孩儿一拜 心没有想到 自己认个义父 就当上军团长了 还能白得一大笔军费 以呼雷的意思来看 自己可以中饱私囊 当场恭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总不能为了尊严 连钱都不要了 自然是真的 现在其你 不但是帝国的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 还是帝国的储君 回头跟我去神圣太拉办一办手续 到时候 你就是帝国未来的接班人了 忽雷毫不在意的 把储君的位置给了出去 只要心能够熬死自己 熬死一个灵能永生者 兼丰饶令使 心 世上其有七千年之太子 而且 心还有二十个兄弟姐妹 理论来说 他们也是有继承权的 要是自己真的遭遇不测 心 能够击败所有竞争者 这个位置也该是他的 见过太女 一边末度率领的靖君 也是很是时候的 给了心该有的尊重 他们发现 帝皇似乎是认真的 音音 义父你对我太好了 心几乎是扑在忽雷身上 直接化身音音怪 虽然他不太喜欢这种音音音 但是有人让他当一个 大帝国的储君 你还说你不是我亲殿 哪有人对干女儿这么好 他在思考 忽雷认自己这个干女儿正不正经 他比较倾向于是不正经的 不然这位置 他坐得不安心 乖女儿先待着好好看着 我先把罗浮仙舟打下来 到时候任命你当罗浮仙舟的总督 罗浮就当做第二十一军团的根据地 回帝国之后 我再给你打一份征兵广告 给你招一点人 末度等人已经可以想象 未来的第二十一军团的景象了 帝皇亲自打广告 这谁能顶得住 忽雷对心这么好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忽雷击杀妖公获祖的希望 就寄托在心的身上 跟着剧情 杀一个蓝 就是顺手的事 二是忽雷研究过这个系统 如果心出世了 自己的系统 估计也会损失一大半功能 目前系统 能够让心和白鹿 进行战斗模式 也就是两个保底令史的战力 未来可期 三是忽雷前世 虽然是抽飞销 穿越静翼世界 但是他不是飞销厨 也不是静流厨 他是一个主角厨 准确一点是心厨 他愿意在能力范围之内 让阿星过得好一点 很喜欢新的人设和利会 不像隔壁的黄毛摄像头 天天吃扁 特别是极度喜欢新的精神状态 他不发疯 就已经是奇迹了 杨说 看来心真的和护雷关系不一般 哪有人刚刚见面 就得到这么好的待遇 就是三月七都有些实名羡慕 建立一个自己的军团 或者带着军费到处潇洒 想想就激动 这倒不重要 就是 心是不是还愿意继续和我们一起旅行 又会不会和我们成为敌人 老杨看着心一投敌 就有这么好的待遇 有些担心 心会不会不愿意继续跟着列车漂泊 不过也无所谓 列车也不是没有成员中途 因为各种原因下车的 宇宙各处 都可能有着曾经的无名客 其实这是多余的担心 忽雷会让心继续跟着列车 在最后为诛杀巡猎创造条件 你还说 这个灰毛不是你的私生女 都让他当一个独立总督了 你的其他孩子 可没有这个待遇 我估计除了吉利曼你都记不清名字 幻龙一开始 听着忽雷安排第21军团 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毕竟有着忽雷血脉者就有了独立建军的资本 帝国会有无数青年才俊 想要投身进一个新生的军团 虽然大部分人大概率是冲着心过去的 只要击败心 他们就能继承心的位置 成为忽雷的子嗣 现在的初始军团 也就吉利曼没有被替换 忽雷大概率不知道 现任的20个军团长的名字了 但是忽雷对心太好了 其他军团的第一个军团长 哪有这么好的条件 大部分军团的初始基地 都是他们建军之后 打下的第一个星球 虽然现在帝国强大起来了 不用让军团长自己找基地 但是也不至于帝皇亲自出手 打下一座仙舟给星当基地 现在不是条件好了吗 总不能再让军团长 自己挑一个星球 打下来当基地 正好眼前就有一个 反正以星在匹诺康尼 当大唐经理的表现 那里管得好一个仙舟 到时候 派几个姓得过的人 去架空星就是了 所有人准备战斗 给我争取时间 呼雷并没有在意 幻龙说到话 让莫渡带人做好战斗准备 并且通过剑木 催生更多的绿皮诞生 他现在要做的是 占领仙舟 而不是摧毁仙舟 这就意味着 需要足够的军力 单凭个人武力 想要完全控制仙舟 这么大的地方 是不可能的 那个 能不能不和仙舟开战 反正你都把仙舟封给我了 我想 怎么处置 应该是我的事了 星有些心虚地说道 拿了这么多的好处 人家还打算亲自给自己 打下一块大大的底盘 结果自己在别人 给自己开疆拓土的时候 出去阻止 不行 呼雷很干脆地拒绝了 一把推开了 眨着卡自兰大眼睛的阿星 休想通过卖萌 赶化一个狼王 然后在游戏界面 选择了星飘零半生 这一次是正式选择 意味着已经走向了 和原本剧情不一样的路线 叮 宿主成功接触游戏主角星 并且开启隐藏路线 游戏崩坏 星穷铁道 解锁新功能 小队召唤 丁 由于宿主将第一款游戏 进入特殊剧情 特辞给宿主开启新游戏 新游戏选择完毕 该游戏为 崩崩崩 宿主开启新游戏 获取初始礼包十三神之剑 和修伯利安号 乖 你和白鹿一起 先去拦住你的朋友 不要让他们碍事 护雷没空关注系统的变化 先打仗就好 列车组有大用 先让新栏下主角团 别让他们参与 接着新就感觉一股 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涌入自己的身体 很熟悉的力量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每当这个时候 自己就会失去一半的身体控制权 以存户之名 冰雪铸成此质 永不终结 岩枪 冲锋 一道巨大的冰墙 隔绝了列车组和仙州大军 而新本人 则是拿着一把岩枪 站在冰墙之上 喂喂 阿星 你不会真的要和我们动手吧 三月七 看着进入战斗模式的星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真的要和同伴交战 看样子是了 你们知道 我是无法抗拒这股力量 现在我的命令是阻止你们 我只能尽量不伤到你们 星也不想和自己的同伴们交战 但是身为游戏角色 即使是主角 也无法反抗玩家的意志 既然这样 咱也只能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了 单横 杨叔 我们一起 把星抓住 三月七和列车组 也知道自己无法帮到仙周了 那就和星打一场 内战好了 起码证明 自己没有划水 BOSS战开启 记忆 三月七 在护雷系统的视角 此时已经进入了 三月七的BOSS战 一个可以给自己套盾 加血 冰冻概率极高的BOSS面板 而单横看着 护标演技的三月七和星 眼中有过一丝挣扎 是加入进去演戏 还是直接去帮助仙周 老持承重的瓦尔特 既没有参与演戏 也没有去帮仙周 现在保持中 力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不是星河之灾 这样的天灾 而是国与国之间的碰撞 不管帮谁 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最后单横看了看 已经打成一片的仙周云旗 和绿皮兽人 还是选择了 祝景元一臂之力 前世的记忆 终究割舍不下 他不是他 但终究还是他 抱歉 单横哥哥 我不能让你过去 我控制不了 我的身体 归须水龙仪 一道巨大的水龙 阻拦了单横的去路 他要面对的敌人 是驰名一族 新任龙尊白月军白鹿 还有 单横 投降吧 外边都是帝皇的人 只要我们联手 抓住景元 让他回归帝国 进行赎罪 帝皇会宽恕他的罪灭的 单峰的白月光 云上五霄的交际花 心茶杀手的白行 单横看着面前的两人 解脱的笑了笑 就开始摆烂了 景元 不是兄弟不帮你 先不说打不得过 就是打得过 也不忍心下手 一个是自己的下一任龙尊 和自己的孩子一样 一个是白月光 然后 白行就开始给单横讲解 刚刚从禁军那里学到的 帝皇真言录 由第十七军团长 大怀言者罗家编转 能够倒背如流 是忠诚的象征 白行虽然失忆了 但是据忽雷所说 他失忆前 是帝国最虔诚的修女 各种典籍 那是真的能够倒背如流 可惜不知道 是不是被景元 关坏了脑子 自己现在一丁点 都记不起来 看到这种 到处是教义 和赞美丰饶的书籍 就头疼 好像从来没有阅读过一样 这样也好 起码人还活着 单横看着眼前的白行心情 莫名的不错 而远处 三双眼睛一直盯着这处战场 有一双 一直盯着单横和白行 想去就去好了 艾利欧没有在剧本里 写的都无关紧要 剧本里 没写你不能见他 那就是说可以见 不用了 我就这么看着就好了 一道低沉的男声传出 不过可以听出一些愉悦 战场上 忽雷并没有参与警员 和幻龙两个 令使的战斗 而是动用自己的灵能 打开一个压空间通报 他要召唤自己的恶魔 嗨嗨 召唤帝国的大军 想要完全占领仙洲 并且保证仙洲的完整性 并且接下来还要 和其他来支援的仙洲干一家 只靠绿皮 是不够的 一个巨大的黑色孔洞 出现在剑木上方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星球 随后不断放大 直到最后 看到一个金色的耀眼光芒 是一个黄金马 王座 禁军们熟练的闭上眼睛 啊 伴随着一声声惨叫 不少直视的云齐的双眼 都被刺眼的灵能 亮瞎了双眼 这是黄金王座 忽雷用来存放信仰的地方 700年来 帝国子民信仰带来的灵能 现在通过和忽雷的联系 打开了亚空间通道 帝国的每一处领地 都有着帝皇忽雷的雕像和教堂 当帝国的子民进行祷告时 产生的信仰 就被雕像收集起来 然后通过亚空间 送到黄金王座上 700年的积累 虽然不足以让忽雷像40K时期的黄老汉一样 有一万年的信仰 和四小贩掰万子 但是 这股庞大的信仰 也达到了不能让人直视的地步 现在只要一段时间 神圣泰拉上的部队 就会通过亚空间通道 被传送过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占领仙洲 并且给予前来救援的仙洲联盟舰队 迎头痛击 即便是华亲自来增援罗服也没用 随着忽雷灵能输出的加强 亚空间通道另一端的神圣泰拉和黄金王座 越来越显眼了 最后剑木之上 出现了一个黄金王座的虚意 看起来更像一个黄铜色的王座 忽雷大步走到这个黄铜色的黄金王座一旁 坐了上去 只有他这个当时最强灵能者 才能稳定亚空间通道 进行大规模部队的传送 同时吸收黄金王座 这几百年年来储存的信仰 以及一些魂归黄金王座的英灵 每一个人在亚空间都有一道投影 当他们在现实宇宙中战死 灵魂和亚空间投影 就会魂归黄金王座 最后成为忽雷力量的一部分 这些信仰都是经过提纯的 不至于和黄老汉一样成为精神分裂者 现在只需要一段时间 等到忽雷离开王座 通过黄金王座和黄铜王座连接的亚空间通道 就会彻底连通 从里面钻出无数的禁军和寂静修女 以及驻守泰拉的帝国大军 比如帝国之拳和蓝金灵 他们会占领罗夫的一切 然后攻占附近的一个星系 构建防线 抵御仙州的增援 所有人注意 不惜一切代价 毁灭这个王座 警员看着面前的王座 想到了一个传言 当初大远征时期 忽雷孤身前往一个比较强大的丰饶民的母星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附近的几个星系 看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王座 然后帝国的第二军团 就凭空出现 摧毁了有关这个种族的一切 将这颗星球 变成了泰拉的一个卫星 而且 那片星域 随时可能出现来自泰拉的部队 所以 宇宙各方势力都在猜测 忽雷有办法制造永久性的虫洞 可以让自己的大军 一瞬间到达我方水晶 如果没有猜错 应该是面前的通道 就是忽雷 在召唤泰拉的大军 而这个黄铜王座 和泰拉的黄金王座 就是锚点 不惜一切代价 不管忽雷打算做什么 不能让他得逞 警员说着试图突破 幻龙的防线破坏王座 可惜身为至江的老警 和绝灭大军最弱的幻龙 只能说是半斤八两 更别说 是有着主场优势的幻龙 加上单横 才能勉强打穿一层复活甲 更别说 现在幻龙 一共有五个风饶神石 也就是有五个复活甲 这才是阵容合理 毁灭前面抗伤害 风饶后面 放治疗 顺便可以补一点伤害 忽雷敢说 现在他如果不需要维持 压空间稳定 而是和幻龙联手 至少要四个仙舟将军 才能抗衡 毕竟护雷现在的面板 是三体人 能打能抗 还有无限复活 加上剑木提供的buff 阵容搭配也不错 仙舟的将军 先把战绩点问题 解决再说话 哼 仙舟的将军 这一次 你可没有那么好运了 接下来我会 将你炮制成虚足 让你成为 我的军团里 最锋利的力人 幻龙看着不在状态的警员 笑呵呵的说道 之前警员为了配合单衡 摧毁剑木身躯 已经受了不清的伤 原剧情都是 要休养一段时间 还让浮璇当上了代理将军 你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希望你们能够在此 之前阻止我 不然罗浮就将变成一个 活化星球了 忽雷坐在王座上 有些无聊 目前依警员这些残兵败将 想要突破绿皮 反物质军团 和药王秘传的联合军 加上幻龙组成的防线 简直比登天还难 索性就开始研究起 自己系统的新功能 首先就是 崩崩崩 开服了 白送一个修伯利安号 和十三神之剑 可惜一个女武神都没有 差评 看来是要自己抽 不过崩坏的战力水平 似乎比崩铁低一点 即使可以附身 似乎用处也不大 先不管好了 这个小队召唤 倒是有点意思 神圣泰拉 你感受到了吗 我的兄弟 父亲在呼唤我们 禁军和寂静修女 已经守候在王座周围 随时等着父亲召唤 我们也不能落后 基利曼看着身边一个 一脸正气 浑身上下透露 这间异国感的男人 是个帝宫喜欢的白毛 可惜是帝国的人 罗格多恩 帝国最强之盾 三百年前 就任帝国第七军 团军团长 翻号帝国之拳 一个常驻神圣泰拉的军团 负责和禁军 一起守护帝国 最神圣的地方 交流好了 基利曼兄弟 第一次 出现在父亲的面前 我会好好表现的 罗格多恩也很激动 他不是初始军团长 等他继任之后 呼雷已经吃牢饭了 所以没有见过呼雷 但是并不妨碍 他对呼雷的崇拜 与信仰 罗格多恩 是一个出生 偏远星球的土著种族 大概和杀金的种族差不多 由于资源耗尽 只能够坚持三千六百五十天 所以 多恩打算外出寻找 他们星球传说中的 无尽能源 而多恩显然是不信 这个传说的 不过身为一个种族的领袖 他借用这一传说 清静所在星球仅剩的资源 打造了一个名为 山震号的太空要塞 打算去追寻无尽能源 或者说 对周围的星系 发动小远征 掠夺其他星球的资源 只要一直抢 我们不就有无尽能源了吗 然后一出门 就遭遇了出来传教的罗家 罗家展示了一波 丰饶神迹之后 多恩的星球能源紧缺问题解决了 他意识到 原来世界上真的有无尽能源 然后 多恩就将山震号 自己所在文明的科技最高结晶 交给罗家表示 自己愿意加入帝国 我也可以性丰饶 只要你带我去神圣泰拉 见一见无尽能源的源头 然后 多恩就得到了基利曼的召见 因为多恩在投靠之前 和罗家发生过冲突 凭借肉身一个人打翻了两个太太 是个人才 多恩在基利曼的怂恿下 前往黄金王座 见证帝皇的伟案 然后就成了死忠粉了 基利曼写了一封推荐信 让多恩加入第七军团 并且把山震号还给多恩 让他带着 一起加入第七军团 当时第七军团 见到一个好苗子 嘴都笑歪了 但是五十年后就笑不出来了 这个苗子 击败他继承了帝皇子四之名 之后更是屡历其功 尤其擅长防御战 如果说 和鲁斯是帝国最强之矛 多恩就是最强之盾 更是成为了一名存护令使 不过不为人知晓 因为多恩的工作性质问题 大部分时间 就是留守神圣泰拉 只有第二 基利曼由于某种原因 打算亲自出手的时候 才有机会外出立功 就是在这少有的机会里 多恩打出了帝国之权的番号 可惜光芒被基利曼掩盖了 因为大多数时候 多恩都是和基利曼一同出战 这就导致很多人都认为 这些战役是基利曼指挥 多恩只是一个能打的莽夫 其实基利曼 只是亲自督战提升士气 真正的指挥官是多恩 不过多恩并不在乎 某次战役星际 和平公司检测到存护令使的虚数能量 但是大部分都是怀疑 基利曼是存护令使 而不是多恩 公司询问基利曼 是否得到了董事长的青睐 如果是的话 愿不愿意加入公司 他们可以踢出去 一个七人董事会 基利曼只是笑而不语 然后宇宙中 就传出基利曼 是存护令使的传闻了 赞美丰饶 赞美帝皇 我是罗格多恩 第七子 帝国之权的元体 太拉总管 皇宫近卫 最终高强的守望者 我将会让世人明白 为何擅长防守的军团会名 为帝国之权 只要用拳头 消灭帝国的威胁 那么这就是最好的存护 身为常驻神圣太拉的军团 这一次他 可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要第一个 见到帝皇本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亚空间通道 开始越来越稳定 通到另一侧的禁军 和寂静修女藻 就蓄势待发 随时准备杀进罗福江帝国真理 传播到这片 曾经丰饶要失 最为关注的地方 七重诅咒 七重疾病 七重赐福 为了慈父 为了帝皇 帝国的第七军团的正式成员 也就是 阿斯塔特 开始备战 透过通道 可以清晰地看到 闪耀着寒芒的盔甲 和手中的单分子巨练剑 声势震天 没错 就是阿斯塔特 呼雷当时 虽然没有恢复前世记忆 但是死去的记忆 告诉他没有阿斯塔特的帝国军团 是没有灵魂的 然后 就是十九道改造手术 呼雷只有大概的印象 但是凭借 印象想要复制出来 是不可能的 但是呼雷知道 大概效果就够了 身为风饶令史 完全可以 创造一个刺服 让这些器官长出来 就是呼雷 自己办不到 求一求慈父 也差不多了 要是很乐意 送呼雷一些 指定的刺服 然后帝国 通过研究 风饶命图 和亚空间灵能 制造了一些人造 风饶神迹 是科技 要是刺服 和灵能的结合产物 可以让被选中的人 变成风饶民 并且成功长出十九个超人器官 其中一个名为 阿斯塔特的科学家 出力最大 得到了博士尊的关注 可惜没能成为令史 阿斯塔特改造技术的缺点 就是不是谁都能接受 要是体质太差 扛不住刺服 就可以埋了 然后 每个军团的 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小型 丰饶神迹 可以对得到军团长 承认的正式成员 进行刺服 这些得到承认 并且活下来的家伙 就是阿斯塔特 不同的军团 可以根据自己军团的特殊小范围 改动刺服的效果 比如帝国之权的 阿斯塔特防御力 就要强一点 千子军团 其他功能的超人器官 基本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 操纵灵能的特殊器官 和能量回路 至于阿斯塔特的象征动力甲 就让呼雷犯难了 他身为丰饶令 使是不懂什么 机械设计的 不离人 也不擅长这个 他们更喜欢 血肉生物科技 好在大远征时期 他在某个充满有毒物质的死亡心域 遇到了一个科技发达名 为巨王者的种族 因为短到不忍直视的寿命 而渴望长生 他们研发了一种 名为太空死灵的科技 可以将意识上传 一句的钢铁躯体 会有生前的记忆 和无穷无尽的寿命 但是 除了一些 被称为机械神教的疯子外 没人想要 抛弃自己原本的躯体 即使是他们 也不过更换一些零件 没有直接机械飞升 一句有着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记忆 一模一样的思考方式 但是唯独没有灵魂 最重要的是宿主 进行记忆上传后 原宿主还活着 也就是说 只是简单的复制你的记忆 而不是让你永生 你死了就死了 会有一个 和你一模一样的机器 睡你的老婆 打你的孩子 太空死灵和巨王者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种族 然后忽雷来了 你要长生 我要科技 互利互惠简直了 机械神教 直接成为官方机构 如今已经和罗家的 帝国国教合并 就这样 帝国多了一个新的风饶名 巨王者又称太空死灵 风饶的赐福 可以让机械也具有生命 巨王者通过风饶神迹 可以和自己选定的 机械身躯融合 保留自己的情感和智慧 然后成为一个 具有生命气息 和灵魂的太空死灵 他们甚至 还可以繁衍后代 只要一对情侣 每人取出 蝌蚪大小活性金属 就会互相融合 诞生新的生命 本来这件事情 就是单纯为了延续种族 不过巨王者 强行要求 加上一些不必要的器官 可以体验一下 以前的快乐 这种行为 不会诞生后代 想要孩子 只需要每人 拿出一点活性金属就行 也就是说 然后幼年巨王者未点金属 就能很快就长大 极限情况 一对夫妻一年内 可以培育十个成年个体 完全可以快速爆兵 造出一大片巨王者 极强的科技和快速爆兵 成功上了仙周的大敌名路 又是一大丰饶民种族 不过忽雷更在乎他的动力甲 忽雷把自己脑海里 若隐若现的 有关动力甲的描述说出 在巨王者的科技支持下 新铁版动力甲 新鲜出炉 这个动力甲分为三种状态 第一种是腰带形态 方便行动和日常生活 第二种是武装形态 具体参考超售武装和铠甲勇士 第三种就是巨大的罐头机甲 也就是符合忽雷记忆的大只老星际战士 可以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并且提供极强的战斗能力 即使是公司对动力甲也垂涎欲低 想要拿到一份破解技术 然后更新自己的公司机甲 可惜帝国对这个盐防死守 是也只能军用的军管物资 真是壮观啊 你说我以后当了军团长手下 是不是也有一批这样的机甲 还在和三月七打友谊赛的 看着一个个大只老 眼里冒着星星 星际战士真的很帅 到时候 他也要给自己整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 新的心里突然想到一个 银白色身躯的高大身影 很强 很大 很威猛 最重要的是很帅 星觉得这样的描述 很符合自己见到的垃圾桶 但是不应该 那道银白色的身影 不应该是垃圾桶 该死 我到底忘了什么 先别说这个 你说一会 你爹会放过警员将军他们吗 三月七 还是蛮关心仙州安危的 对面的大只老一看就不好惹 还那么多 对面就是仙州死敌帝国的首都 上面驻扎的军队 想要攻下一艘 被重创了好几次 轻不接黄的罗服 轻而易举 我也阻止不了他 他对我有着绝对的权限 等我当仙州总督后 我就把警员将军捞出来 让他给我当参梦 让仙州的居民好过一点 你还在做着仙州总督的梦 真的不打算继续和列车旅行吗 当然要和列车一起 不过并不妨碍 我当仙州总督 我只要让父亲给我找几个靠谱的人 托管就行了 你想想 到时候我们列车到处航行 就不缺经费了 我就是列车的最大警主了 以后闯祸了 也不用打工还债了 星已经开始想象 自己未来的生活了 他刚刚和末渡沟通过了 帝国有自己的经济和货币体系 不过每个月给每个军团的军费 换算成信用点 差不多是300亿 而100年内心的军费是5倍 也就是 每个月可以到账1500亿 艾斯达的崩铁第一富婆 该让位置了 眼看着亚空间通道越来越稳定 警员暗中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绝对不能重蹈当初那个种族的覆辙 现在是时候 让帝宫的光石照耀一切了 别着急警员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好了 一道快如流星的身影 冲向了呼雷所在的王座 正是已经苏醒过来的飞霄 一路上无论是兽人War Boss 还是要往秘传都无法阻止他 原本他还需要沉睡许久才能苏醒 不过在梦境中兰 认可了飞霄的巡猎 送了一个武器 加速了飞霄苏醒的速度 吃下了赤裂的飞霄 已经可以自由控制月狂了 要亲胡人眼中的绝症 现在让飞霄可以爆发更强大的力量 或许会给他带来一些身份上的困扰 现在的他从基因上看完全就是不离人了 未来某些老家伙 估计又要跳出来质疑他的成分 帝宫的承认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不可能完全解决 毕竟仙周不和帝国一样 是一个半宗教的国度 信仰不能决定一切 就连仙周元帅 话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 原剧情甚至让飞霄前往罗浮调查警员 很难说仙周高层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休想 警员拦住了试图阻挡飞霄的幻龙 让他无力支援呼雷 也就是说 现在唯一能够阻挡飞霄的 只有末度的禁军 呼雷要镇压 亚空间 不能行动 就在末度打算联合自己的百人禁军小队 抵挡飞霄时 禁军身为帝皇最忠诚的侍卫 特殊情况可以通过亚空间 借用一些帝皇的力量 更别说现在帝皇就在身边 短时间拦住飞霄还是可以的 然而没有等到他们出手 飞霄就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强者拦住 你 我 怎么可能 飞霄看着眼前的 有些难以置信 他看到了 我 将寻争追恋 宣祥不追 万载长盛 大姐 一定 熟悉的语露出现 拦住飞霄的 正是现在的大姐将军飞霄 无虑 无悔 无敌的三无将军 另一个字节 飞霄看得清楚 不管是气息还是力量 都和自己别无二致 这不是自己之前内心斗争式的新兽 而是真真切切的另一个自己 甚至 就连背后 还有蓝赐语的威灵飞黄 一模一样的威能 要说和本人的区别 就是看着虽然很有灵性 和本人不论从哪个地方 看都没有不同 不过就是会动的娃娃 只会服从命令 两个飞霄的出现 也让现场为之一计 呼雷又整出了什么星火 宣祥不追 万载长盛 飞霄将自己的力量 催动到极致 他要看一看这个冒牌货 到底有几分实力 两道快如闪电的身影 开始交战 却谁也奈何不了谁 飞霄越打越心惊 有自己的实力 长得一模一样可以理解 自己刚刚给忽雷 喝了一点自己的血 也许被复制了 飞黄也 也应该没什么 忽雷又不是没有见过神军 说不定就是在牢里 龙场悟道 破解了神军的秘密 开始量产 但是巡猎刚刚给我发 顺风快递送的武器 你怎么也有 我还没有五热乎 你就复制粘贴了 宣祥不追 万载长盛 复制体的实力 不比本体弱 甚至可能还要在某些地方 更加强大 八十级六命满天赋 加大毕业极品仪器 暴击暴伤速度 这些副词条 甚至比本体还优秀 简直倒反天刚 忽雷可是玩了整整七百年的 星穷铁道 有点东西很正常 黄黄威灵 尊无赤命 斩 锦园的复制体也出现了 神军第一次将自己的武器 对准了同为 仙周将军的飞霄 死 飞霄躲过神军的追击 看着依旧端坐在 黄童王座之上的忽雷 眼神里满是忌惮 本以为自己到来 起码能够逼得忽雷 从王座上下来 减缓亚空间通道的稳定速度 结果遇上挂逼了 是 是飞霄将军和锦园将军 这倒也是怎么回事 云骑军看着两个飞霄和锦园 开始头疼了 看样子 实力似乎比起本体差不了多少 这怎么打 之前的小灰毛和白露 虽然也用过神军 但是好歹可以安慰自己说 只是长得像 现在似乎解释不了了 万剑 天来 又是一道攻击打向了飞霄 虽然没有之前的锦园和飞霄强 但是飞霄感觉复制的燕青 甚至比起燕青本人还强 不过也正常 毕竟护雷通过系统可以看到 燕青现在才七十级左右 见到净流之前是二命 被净流上了一刻后 也不过三命 而自己的燕青 已经八十级 满命做了 肯定要比原版要强 已经是不逊色于巡猎的令史了 看来老祖宗似乎这七百年 不只是睡觉 看来研究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飞霄只能猜测 护雷七百年前诡异的被抓是有预谋的 在优求玉龙场悟道从此以后 学会了新技能 就是不知道复制体能够坚持多久 我将点燃大海 又是一名角色加入战场 刘盈 也是星河猎手萨姆 出场自带的火焰 差点让剑木烧起来 也就是说 现在仙舟天机将军飞消 将面临包括自己在内 整整四个令史 或者足以和令史正面交战的强者 喂喂喂 这也太乱来了 都把萨姆送出来了 简直就像是打游戏开挂了 彭克洛德人认为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在银狼看来 呼雷这就是开挂了 如果呼雷可以随身召唤四个令史战力 那么加上他本人没有两位数的令史 几乎不可能对他造成威胁 呼雷可不认为自己开挂了 老子辛辛苦苦玩了七百年崩铁 爽一下怎么了 别着急 好 艾利欧说了 这位帝皇在剧本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他站在我们这边 将会是最有力的帮手 但是如果到了队里面 也许就是艾利欧预言的最坏的情况了 卡弗卡虽然被萨姆的出现惊讶到了 但是很快就平静下来 这就是艾利欧宁愿放弃仙舟 也必须把风饶拉进阵营的原因吗 星河猎手萨姆 是一个小姑娘吗 一直观察战场的老杨 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一直无所事事的他 一直在观察战场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是老杨还是注意到了 呼雷先是召唤了一个小姑娘 然后小姑娘才开始变身的 星 你真是认了一个不得了的义父 你说他会不会也有本姑娘的复制体 喂 星 你好歹说句话呗 三月七摇了摇呆愣地看着萨姆的星 但是毫无反应 好帅 好强 好劲 好八道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完美的机甲 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一用 开拓着心感觉 这个机甲就是自己的梦中情机 就是他总觉得自己在哪见过 该死 为什么星河精也会失忆 看着被围攻的飞肖 护雷满意地点点头 系统新解锁的小队召唤 就是能够让编辑好的小队直接出战 而不必附身在星河白露的身上 飞肖 警员 燕青 还有萨姆 要是在游戏里 估计要因为抢战绩点打起了 不过现实里可没有战绩点的制约 可以完美发挥实力 也就是说 算上星和白露 护雷起码能够使唤的洞六个绝对忠诚的令史级战力 那么接下来就等着亚空间通道打开 然后歼灭罗夫所有的反抗力量就行了 也不知道第一个进来的 会是自己的哪位子嗣 这么多年 估计更新换代不少了 得好好认一认人 他是一个好父亲 星铁也不想战锤那么绝望 没必要把自己的子嗣当成工具 帝宫以光速炫七个轮椅 帮帮我 帝宫先生 警员愿发动隐藏大招 帝宫召唤术 巡猎的光石从遥远的地方发射 直奔护雷的黄童王座 必须诛杀护雷这个最大的丰饶念物 离开警员愿 帝宫从不向血肉烦人开口 他仅仅以光石掀起轮音 耀眼的光芒穿过古海之水 那股炽热的光辉 似乎要将这凌渊镜的古海之水 灼烧殆尽 仙周罗夫之上的所有居民 不论是被云祺以演习之名强行绑走的 还是固执留在仙周的居民 都看到了这一盛况 当蓝的光石出现的时候 就意味着这次的战争没有胜利者 有当初经历过第三次 丰饶民战争的云祺认为 这一次的光石威力 远在当初差点击杀帝国 最强之矛和鲁斯的那一击之上 来得好 妖功霍祖 让我看看 我和你的实力到底差了多少 忽雷并不打算喊妈 而是从黄童王座之上站起来 刚刚他已经融合了 整个帝国700年来的信仰 或许不如40k时期的神皇 或者说半步黑王 但是和30k的帝皇战斗力 应该差不了多少 30k时期帝皇可是差点被兽人军阀干死 有演戏的可能 但是也意味着 30k时期帝皇并不是无敌的 当时最强灵能者忽雷 尽量调动自己能够调动的所有力量 来自黄金王座储存的力量 顺着亚空间 疯狂流向忽雷本人 现在的忽雷 可以说是半步心神 心神之下第一人 狗头 磅礴的丰饶之力 灌输进丰饶神迹剑木之中 让他开始野蛮生长 最后长成一个参天巨树 怎么说呢 罗浮所在的星系里 几乎每个星球都能够观测到 一棵巨树拦截住了蓝的光石 巨树的枝条和树干被不断磨灭 然后重新生长 激烈的碰撞还在继续 会赢吗 持民族 所有人听着 尽量拦截住锦元的增援 这一次 要是锦元赢了 我要弹劾他下位 他输了 我们直接投帝国 龙石滔然 已经做好了投帝国的准备 帝国不会拒绝任何人加入 只要你信封饶并且忠诚就行了 这 该死的 锦元你是要掀桌子吗 看着天上的光石 涛然感觉自己玩翻车了 这可是蓝的光石 当初直接毁掉 方胡仙洲一半的洞天 持民族人口直接腰斩 对 大部分持民都是 死在光石的余波之下 这一点就是 帝国都达不到 因为帝国 对持民的态度是拉拢 护雷觉得 有必要为慈父做些什么 如果帝国收服了持民 那么蜂饶能否吞并已经死去的不朽 蜂饶也是时候开疆拓土了 不朽永恒也是蜂饶的一种 也就是那一战 持民内部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 以前仙洲 对付蜂饶民 就是虐菜 持民族有损失 但是不多 现在和帝国刚正面人口流失速度 是以前的几十倍了 加上这一次 损失大量人口 不如投了帝国算了 帝国和仙洲谁赢不知道 但是再打几百年持民 还能剩下几个人 锦元这次太疯了 要知道打击的地方是持民的阻地 会摧毁仙洲多少洞天 暂且不论 这一击要打实了 罗浮持民大概率成为历史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龙狮涛然他本人也会死在这里 连通过退灵重活 一世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就看见剑母开始野蛮生长 涛然内心开始狂喜 自己能活了 护雷不愧是药师的亲儿子 这不要识就出手拦截了 等等 药师怎么还不出来 心神药师动用伟利机会 不可能看不见 所以 这一次 要是没有出手 剑母生长是忽雷的力量 凡人又如何能够挡住心神的一击 看来这一次 还是要死了 不对劲 很不对劲 这剑母居然能够挡住蓝的光石 并且势均力敌的样子 难道当初的丰饶令使 如今的帝皇实力 已经到了和心神五五开的地步了 对此 涛然只想说 加油啊 坐马桶的大哥哥 打赢那个半人马大魔王 忽雷说了他本人是死不掉的 反正要是会复活 但是涛然是必死的 而随着剑母和光石交织在一起 一道耀眼的炽热光芒 笼罩了整个罗浮仙周 庞大的灵能 让整个罗浮仙周上的凡人 在一瞬间 短暂失明了三分钟 罗浮仙周上有人声称 他们透过这一道耀眼的光芒 看到了一个伟岸的身影 一个身着金色华丽 又不失威严的金色大之老 很大很强很威 为了抵御蓝的这一击 呼雷自然要拿出自己的最强状态 穿上自己的专属装备 后来罗浮多了一个都市传闻 黄皮子讨风 只要你一个人走在夜路 就会遇到一个金色大之老问你 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 以丰饶之名 万古长生 剑木所见 永不终结 最终 剑木和光石的碰撞结束了 掀起了巨大的尘埃云 笼罩在罗浮仙周上空 一时之间 整个罗浮陷入一片黑暗 而凌渊进的战场 则是停止了交战 巨大碰撞产生的余波 虽然没有造成伤亡 但是也被巨大的气浪先倒 护雷没有要失的实力 没办法 在挡住蓝光石的情况下 还能阻止余波 不过不管是仙周将军警员 还是炮灰绿皮都没有 受到任何伤害 就是由倒霉弹受了伤 也被此时的剑木给治好了 原本要在床上躺上几个月的 警员身上的伤势也被治好 丰饶是不分敌我的 护雷由于要调用全部力量 也没有精力控制他辨别敌我 嗨嗨 警员咳嗽一声 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我居然还活着 而且腰部酸腿不疼 这一位帝宫的这一击 并没有给忽雷造成多少威胁 甚至都没有对周围的场地 造成多少破坏 以帝宫这一次的光石威力来看 完全是奔着摧毁 整个罗浮来的 不然根本没有机会杀死忽雷 这个怪物又变强了 警员想到了自己年轻时 跟着禁流出战事的场景 当时忽雷虽然强 强大到至少七天 将联合都杀不死他 但是他也不是无敌的 起码先周围帅华 可以正面压制忽雷 只是杀不死罢了 可是现在忽雷变强了 已经可以和帝宫刚正面了吗 元帅不久就要赶到罗浮 现在的元帅 真的能够击败或者驱逐忽雷吗 还是说来了 就是给忽雷送人头 奇怪 挂项显示 帝宫的光石失败了 但是罗浮安全了 这是星河猎手口中 命运的奴隶 算出来的隐藏结局吗 扶悬开启穷关阵 全对承伤受的伤 也被治好了 顺手算了一挂 罗浮安稳了 这就是丰饶的力量吗 好 好厉害 三月期艰难起身 发现自己一点伤也没受 反而身体被棒 丰饶的力量不分敌我 全部回归满血 凡人终将直面神明 真是震撼 有人能够硬汉心神的伟力 老杨有些想到了 自己家乡的某些人合适了 嗨嗨 这就是地宫的力量吗 还真是够贱 灰尘散去 护雷的身影显露出来 此时护雷虽然依旧身着黄金铠甲 看起来威武霸气 但是已经受了很重的内伤 好在身为丰饶令使 休养几天就好了 这可是心神留下的伤势 可见护雷的恢复力之强 看来靠着自己灯神击杀巡猎 还是遥遥无期 攒了七百年的力量 也不过挡下巡猎的一击 忽雷在恢复记忆之前 是有诛杀巡猎的计划的 那就是 不断扩大帝国疆土 让他们信仰帝国真理 收集信仰支撑自己于亚空间登神 当然是亚空间神明 心神就算了 他没那个哲学思考能力 他之前选好了五个不错的神位 分别是 勇气与力量之神 希望与智慧之神 永恒与生命之神 完美与爱情之神 和黑暗之王 以前没有记忆的忽雷比较 倾向于前面四个 一听就是正派人物 最后一个 黑暗之王 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的话 忽雷表示 黑暗之王舍我其谁 我就是崩铁宇宙的 第一位亚空间神明 到时候 把奸祺的神位给阿哈 内套的神位给慈父 恐虐给荷鲁斯 或者天使 到时候 奸祺为帝国宰相 恐虐为帝国战帅 内套为后勤总管 色孽暂时不考虑 岂不是天下无敌 还是太慢了 想要杀兰 需要一些别的方法 忽雷想要等自己的信仰 足够灯神 然后击沙兰 起码要十个千年的等待 或者让整个宇宙 一大半都信仰自己 接着忽雷看向了 还在愣神的心 独立杀死兰 需要起码十k的时间 但是靠着主角团 跟进剧情 也许几年就可以了 这时 一直没有露面的钥匙 也出现了 朝着这边 看了一眼 治好了忽雷身上的伤 宰宰长大了 现在不用天天盯着 也不用担心 一个不注意就被半人马打死 等等 这个小玩意 长得挺别致的 不确定 再看一眼 卧槽 星河成精了 就此星再度开启新的命图 风系风饶主出场 自此我们主角阿星 获得了毁灭新神纳努克 存护新神克里珀 风饶新神钥匙 以及未来黑暗之王霍雷的赐福 简称四神共选 我的兄弟 该死的妖宫霍祖 打断了父亲的施法 亚空间通道关闭了 基利曼看着准备好成为忽雷第一个见到的子嗣的多恩 遗憾地说道 怎么会 该死的妖宫 即使焚毁银河 我也要弄死你 马上要和偶像面积 顺便带着手下军团在罗浮岗基建的多恩破防了 本来等亚空间通道稳定之后 那里就会形成一个恐惧之眼 然后神圣泰拉可以随时通过亚空间 从恐惧之眼源源不断地传送部队 到时候他们帝国之权就可以向帝皇展示自己的实力了 他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摧毁所有有生力量 然后开始建碉堡防御仙洲联盟的反击 现在都被该死的妖宫毁了 现在先让黎罗浮最近的兄弟去吧 多恩你就稍等一会 黎罗浮最近的是 罗家 等等 圣吉列斯呢 基利曼突然注意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前帝九军军长 现禁军首领的圣吉列斯不见了 圣吉列斯是一名造诣者的变种 实力强大 是忽雷在大远征时期收服的手下 然后击败了当时的第九军团军团长 带领第九军打下了圣血天使的番号 是帝国除了忽雷外的最强战力 加入帝国前就已经有着极强的实力 加入后跟着忽雷觉醒灵门后 实力更是一日千里 即使没有成为令史 正面战场也差点击杀了诸名仙洲的怀言 天使出自一个造诣者的变异部落 他们部落由于身体原因 随时可能陷入永无止境的杀戮当中 但是天使本人却可以抑制这种冲动 甚至反过来利用增强自己的实力 而忽雷的出现挽救了一切 忽雷身为丰饶令史 研究了一会 就把钥匙送的带有缺陷的 赐福完善了 然后圣吉列斯点头变败 大远征时期屡历其功 甚至隐隐被忽雷视为接班人 吻压吉利曼一头 大部分人认为忽雷更看好天使 吉利曼不是继承人 天使才是 因为忽雷说过老十三多病 汝当免之 不过天使只扶忽雷一个人 忽雷吃牢饭后 圣吉列斯为了帝国的稳定 不得不继续担任军团长 帮助吉利曼稳定帝国 然后他和吉利曼 以及狮王三人 就被人称为第二帝国三巨头 人称小帝皇 该死 我对帝皇中不可言 为了镇压帝国内部 由于过度扩张 加上忽雷被抓带来的叛乱 圣血天使放开了杀 然后他就成了毁灭令史 圣吉列斯本不想要 但是那努克给了力量就跑 生怕天使把力量还回来 荷鲁斯那边就只是问一问 不同意就算了 反正不管是那个 劳工看了要泪目 现在 天使就是毁灭的令史了 虽然他对于毁灭毫无信仰 他只服帝皇一人 但他依旧是绝灭大军 三百年后 帝国也差不多稳定起来了 甚至由于少了呼雷 没有必要和仙周死磕 完全可以安稳发育 帝国膨胀的速度 反而更快了一点 不过圣吉列斯也没有了继续征战的想法 主动退休 成为了八十万进军教头 让自己的女儿安洁担任第九军团首领 然后安洁上任 自然引起不少人的不服 毕竟在军团长换卫赛上 天使放水的程度 简直没眼看 不过随后天使之女 接受了帝国所有来挑战的高手的挑战 展示了自己有接任父亲位置的实力 就没有人说话了 然后圣吉列斯一退休 就成了进军首领 这个和帝皇最亲近的位置 某种程度甚至比帝皇的子嗣还要亲近 呼雷受伤了 也许可以 景元和飞霄看着烟雾散去后的呼雷 以他们的眼力 自然可以看出 现在呼雷不过是强弩之末 就像一个破旧的房子 只要轻轻一推 父亲大人 我来了 圣吉列斯强行穿越没有稳定的亚空间通道 来到了仙州 虽然体内已经没有了呼雷的赤血 但是圣吉列斯依旧称呼呼雷为父亲 好吗 没机会了 景元和飞霄叹息一声 然后要设住时也赶到了 更没有机会了 呼雷就个破旧的房屋 只要轻轻一踹 就会蹦出几个大汉 把你往死里揍 圣吉列斯 我最亲爱的子嗣 你体内是否有我的血脉 你都是我最爱的孩子 行 刚刚还说我才是最爱的孩子 要封我为太子 呼雷难得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也是很高兴 他听说第九军团军团长换人了 还以为那个猛人能够击败圣吉列斯 结果是人家自己退休了 至于最爱的孩子 呼雷对每个子嗣都是这么说的 父亲 你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 圣吉列斯将目光看向景元和飞霄 这算是他成为毁灭令第一次亲自出手 先打两个将军试试水 圣吉列斯知道 呼雷刚刚抗下地宫一击 状态不好 虽然被药师治好了 但是孝顺的孩子是不会让父亲加班的 那就来吧 我倒要看看帝国的禁军教头 到底有多大的本身 飞霄看了看周围的四个游戏角色 还有人称小帝皇的天使 这一战怕是活不下去了 原来如此 几百年前得到纳努克大人青睐的家伙就是你 我就说 怎么一直没见到新同事出现 幻龙感受到天使身上同为毁灭令使的气息 也是知道 几百年前纳努克和他们说的新的绝灭大军 就是圣吉列斯 切 我对这股力量可不感兴趣 是纳努克强塞给我的 天使并不在乎令使的力量 他是一个强大的灵能者 本身实力就不比令使差 护雷曾说过 天使有着灯神的潜力 毁灭的力量 不过是锦上添花 也就是纳努克是白送力量 没让他加入反物质军团 不然天使会直接拒绝 总之 现在先占领先舟 护雷想到 准备再次打开亚空间通道 这一次召唤的不是神圣泰拉 而是帝皇的英兵 咒复军团 所有信仰帝皇者战死后 都会回归黄金王座 护雷则其优者成军 组成了咒复军团 军团长为前代战手震雷 费努斯还活着 也是护雷的第一个信徒 但是不妨碍护雷为了战手的位置 被他掏心掏肺 死后 灵魂被护雷收走 黄金王座建立后 成为了第一个英灵 无缝就任咒复军团的领袖 似乎对自己攻占仙舟有所不满 打扰一下 帝皇大人还有天使大人 也许战斗已经不必继续下去了 在艾利欧的预言里 我们已经达成了隐藏结局 帝宫的光石被帝皇挡住 未来将会是和平的 星河猎手三人组堂而皇之的 出现在了忽雷等人面前 阻止了战斗的爆发 预言里 现在双方已经打不起来了 其实这要多亏了星的存在 忽雷打算占领一个完整 仙舟给星当基地 所以 自身稳定压 空间通道 没有参战 而如果星没有认跌 忽雷不会想到 把仙舟打下来 而是直接干掉警员 然后收集所有感兴趣的角色后 仙舟就可以变成活化星球了 警员连召唤地宫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忽雷打晕了 非萧则是 还在睡觉的时候 被忽雷直接关了起来 醒来的时候 手上已经戴上了手铐 而现在 忽雷展现了足以和星神抗衡的力量 引起了某位星神的注意 为了宇宙的均衡 那位会阻止 仙舟罗夫的陷落 也就是说 帝国和仙舟 将要停战一段时间 星河列手 告诉我 你们阻碍帝国征途的倚仗 否则你们 将承受帝国的怒火 忽雷还没有说话 圣吉列斯已经开始生气了 父亲都在罗夫受伤了 不就该让罗夫坠毁 付出足够的代价 天使大人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具体如何处置仙舟 不应该是由帝皇决定吗 卡夫卡虽然被天使手上的利刃指着脖子 但是毫不慌张 剧本说他不会死在这里 哼 圣吉列斯冷哼一声 还是放下了武器 他能够通过灵能一定程度预测未来 仙舟还活得好好的 起码不会毁在他的手上 父亲 你怎么看 圣吉列斯刚想看一看护雷的意思 就发现 忽雷站着一动不动 可以感受到极强的丰饶命途力量 要施神降降 忽雷拉去喊话了 天使大人 还有两位将军 不妨坐下好好谈谈 如果剧本没有出错 那么接下来 仙舟和帝国 就要暂时进入停战期了 卡夫卡依旧笑呵呵的 天使脸色不太好看 但是还是安静地坐下 并下令让所有人停止战斗 他看到了一部分未来 这个女人说的没错 警员和飞霄对视一眼 也下令让云七军停手 然后全场目光看向幻龙 无奈幻龙也只能让反物质军团停手 忽雷和他关系不错 但是圣吉列斯可不认他 即便同为绝灭大军 圣吉列斯也不在乎同事的情谊 圣吉列斯可不信马卡多写的伪经 我可是帝皇最爱的子嗣 我有多少后妈 我会不知道 这个灰毛 是父亲新的子嗣吗 真稀奇 星河也能成精了 圣吉列斯瞧了瞧心 似乎见到了什么很奇怪的东西 好歹是一个毁灭令史 对于星河是不陌生的 是的 统领 星太女是帝皇刚收的子嗣 帝皇有意让她成为储君 末度见圣吉列斯开口询问 连忙说道 身为禁军 对于自己的顶头上司 还是很畏惧的 自然之无不言 很好 你叫星氏吧 我亲爱的二十一妹 能够得到父亲的欣赏 你很幸运 我叫圣吉列斯 现任帝国禁军首领 前第九军圣血天使的军团长 如果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叫我一生九哥 圣吉列斯看向星的眼神 很是慈祥 完全不在乎他 所谓的储君身份 别看末度对于储君很惊讶 也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没见识 才会被储君的位置 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作为参与过大远征的老人 他可是知道 当初帝皇对着每一个军团长 都这么说过 还一直用激励慢体弱 乳当免之给他画大饼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还真的被忽悠了 呃 九哥 你是义父的亲儿子 像你这样的子嗣 义父有多少 心有些不好的猜想 自己这个帝皇之子的身份 不会是大白菜吧 怎么说呢 帝国有二十个军团 算上你是二十一个 每个军团的军团长 都可以以帝皇之子自称 退休的军团长 如果帝皇喜欢的话 也可以继续沿用帝皇之子的称号 父亲说过 每一个被冠以帝皇之子称号者 都是帝国储君 当然 该由谁来继承帝皇的位置 其实父亲早就计划好了 就像七百年前 所有人都认为我才是最佳继承人 但是我知道 父亲其实一直亦属于基利曼 圣吉列斯毫不犹豫的 把忽雷忽悠人的话术揭穿 这老东西一直坏得很 这个老祖宗 还真的是 一旁吃瓜的飞销有些无语 还好自己没信忽雷说的 要把战首位置传给自己的鬼话 不然要被忽悠瘸了 啊 那不就是骗人 嘿嘿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三月七忍不住吐槽的欲望 然后突然想到 自己是不是在别人儿子面前 吐槽他爹了 无妨 父亲一向仁慈 是不会在意 这种无意的冒犯的 圣吉列斯虽然这么说 但是也就是看在这个 刚刚加入圆体大家庭的新的面子上 不然三月得吃点苦头 哎嘿 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 三月七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 帝国人也没有锦元将军 说的那么魔障 敢说帝皇和慈父的 不是就会被砍死 那义父说的军费 他说我每个月可以收到一笔经费 还是按照五倍的额度 心想了想储君之位 自己也没多感兴趣 但是钱不能不要 希望这个军费 不是忽悠人的 这个自然是真的 不过你得组织起一支军团 起码能够完成帝国派给你的任务 不过不用担心 一百年内 你是不会有任务的 或者说 你可以当一个甩手掌柜 找几个靠谱的手下 帮你管理军团 这不重要 只要你实力足够 会有源源不断的马载的 圣吉列斯笑着给心传授 如何管理好一个军团 甩手掌柜的那种 第一步你需要接受 来自帝国各地源源不断的强者的挑战 如果你输了 就要放弃帝皇质子的称号 和帝皇之血 这些军费也和你无缘了 等等 我还要接受挑战 义父没和我说啊 而且 接受整个国家的挑战 我也没空啊 星顿时 感觉自己被忽悠了 当一个军团长 这么累的吗 其实没这么麻烦 你打败第一个挑战者后 这个挑战者 大概率会投奔你加入你的军团 然后 你可以让他作为守门人 带你接受挑战 打败他的人 才有资格挑战你 这样挑战你的对手 就会少很多 然后你再打败几个厉害的角色 让他们当你的守门人 败在守门人手下的 也大概率会选择加入你的军团 就这样 很快你就能收下一批不错的下属 你可以任命一个能力不错的副军长 帮你扩建军团 你自己如果对管理军团不在乎的话 完全可以当一个甩手掌柜 你的副军长 会很熟悉一个军团的成长过程 帮你扩建军团 占领星球收税 这才是军团收人的大头 你军团势力范围的星球 收上来的十一税 一半上交帝国 一半维持军团运转 帝国发给的军费 则有你自由支配 是自己花天酒地 还是培养军团 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圣吉列斯 把一些军团的基本规则 告诉给了星 也不是什么秘密 星完全可以把工作 交给自己的手下败将 然后一毛钱不给 让他自己打星球收税 起码一百年内 加入星的军团新兵 大部分来自于挑战星的位置的挑战者 毕竟这个军团毫无特色 最有吸引力的 就是军团长的位置 如果星能把他们击败 估计一分钱工资都不用发 就能让他们自愿打工 这是对强者的尊重 反正能有自信 挑战星的家里 一般有矿 都是自费参军的 这样的话 听起来还不错 就这么决定了 单横三月 你们就是我的第一任守门人 只有打赢你们 才有资格挑战我 星很快就理解了 圣吉列斯的意思 自己可以挑几个人 代替自己接受挑战 然后就可以清闲很多了 喂喂 你不要把咱带上 军团长是你的位置 咱可不干 三月七一听就不干了 挑战者是一个帝国 还是从早到晚 不得累死 同一三月的话 我不干 单横也没兴趣 给星挡枪 嘿嘿 别这么想 我拿到军费后 以后吃饭我请客 再分你们每人 每个月十一信用点 我有钱了 第一时间就给三月七 你的房间摆满垃圾桶 让你能够天天抱着垃圾桶睡觉 开心吧 星当即发动超能力 试图诱惑两个小伙伴 但是毫无作用 开心你的大头鬼 不要认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 喜欢垃圾桶啊 三月七有些抓狂 真让星有钱了 列车是不是天天会收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桶快递 圣吉列斯有些无语 这个妹妹平时都是这样的吗 还真是够有特色的 真的会有人空垃圾桶吗 星和猎手 命运的奴隶 还真的有本事 这时忽雷也醒了过来 瞧了乔仙舟 最后放弃了 直接弄掉罗浮的想法 等剧情结束 或者自己压空间灯神 先给均衡护一个大逼兜 然后把艾利欧的毛全部烧掉 拉到亚空间 当自己的大魔打一辈子弓 仙舟的将军 有没有兴趣 签订一份和平盟约 帝国和仙舟正式停战 虽然帝国和仙舟联盟 看起来表面比较和平 一直都是小打小闹 除了第三次丰饶民战争外 基本上都是小规模冲突 但是其实 仙舟和帝国 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因为和仙舟的战争 是由忽雷本人进行宣战的 忽雷被抓后 没人敢代替忽雷 停下这一场战争 除非帝国遭受了 承受不住的损失 所以 理论上 仙舟和帝国 已经打了700年的仗了 如果战首大人 不是开玩笑的话 我们可以谈一谈 锦园实在想不明白 忽雷为什么这个时候停战 都快拿下罗夫了 仙舟这边 只有锦园和飞销两个 令使战力 忽雷这边有忽雷本人 圣吉列斯 幻龙 还有四个复制体 总计七个高级战力 虽然召唤 泰拉军队的 亚空间通道 被毁 但是忽雷 可是可以随时 召唤咒服军团的 完全没理由和谈 忽雷 你没疯吧 再打一会就打赢了 你这个时候停战 幻龙不知道 要是和忽雷说了什么 居然让忽雷改变了想法 你想打你继续好了 我再打下去 会有心神出手 某位善于制衡的心神 忽雷说的 自然是均衡心神户 心神里的脚屎棍 有传言 魔音身就是 护卫了制衡长生种 而特意搞出来的 星河猎手真有本事 打不赢 还知道到家长 刚刚他被钥匙召唤 对一般人而言 难得的觐见心神机会 忽雷 只要想可以天天见 不过这一次 是被钥匙主动召唤的 钥匙让他先放过罗夫仙舟 在忽雷的询问下得知 不知道艾丽欧怎么做到的 居然成功和钥匙搭上线 让他出面阻止忽雷 这只小猫真有本事 居然会小学生告家长 身为听话的好孩子呼雷 自然只能听妈妈的话了 反正现在自己有了系统帮助 加上七百年信仰的积累 帝国的实力已经超过仙舟 也不担心仙舟搞事情 那就先停战好了 绝不是因为发现 打不过君衡新神户 他有预感 再打下去巡猎 可能就要和君衡联手了 要是可以拦住巡猎 但是君衡自己对付不了 总不能指望要是一打二 好孩子是不会让母亲为难的 不过他也间接 和爱丽欧交谈过了 他承诺 只要在结局之前 保证仙舟联盟还存活 就会帮助忽雷击杀巡猎 那就先专心走剧情 然后找机会 击杀巡猎之兰 毁灭仙舟 能不能削弱兰的力量 还不一定 就先按照爱丽欧的计划来好了 君衡护 原来如此 幻龙也知道 忽雷的实力 已经打破了宇宙的平衡 心神不下场 没人是他的对手了 肯定会被限制 看来帝皇大人 已经和爱丽欧谈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两位将军 和帝皇的和平相处了 说着 卡夫卡就带着任和银狼 被银狼的现实修改 传送走了 预言成功达成隐藏结局 爱丽欧还说过 这个时候不跑路 任倒是没什么 他和银狼 可能会被灌成某种食物 妈 妈 你不要我了吗 心神手想要抓住卡夫卡 可惜毫无用处 老爹 我妈没了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心抱住护雷的大腿 又哭又闹 已经开始发颠了 真可惜 让他们跑了 护雷无语的按住心的脑袋 女主哪都好 就是容易发疯 不知道战首大人 对于和平盟约有何看法 如果合适 我们可以代替元帅答应 锦元想了想 虽然不知道 护雷抽了哪门子风 打算和谈 但是这是好事 再打下去 先周可以说是必败无疑了 首先我从幽囚域 抓走的几个俘虏 和帝国的子民 我要带走 然后驰名的龙尊 现在是我的人了 我打算让罗浮的驰名族 投靠帝国 护雷先是打算 带走自己的战利品 血衣寒鸭 还有霍霍 肯定不能留下来 不然大概率 是要被清算的 然后看看 能不能把罗浮的 驰名整个带走 让风饶命途吞并不朽 身为孩子 也是时候 给母亲带点补品 尝一尝了 要是不朽不行的话 就去找虫群 把已经陨落的繁育 合并到风饶命途里 多子多福 也是风饶不是吗 幽囚域的判官 和里面的不离人 倒是好说 但是驰名的龙尊 我无法做主 锦元也没有对救出 寒鸭血衣 他们抱有希望 事实上 能够用几个女人 换取和平也不错 不然他们 即使被救回来 估计也会过得很惨 莫泽和娇丘就跟着你好了 希望老祖宗 能够善待我的两个不祥 飞霄也放弃了 要回娇丘和莫泽 他们两个已经变狼人了 就回来 也要被监视一辈子 那是自然 真可惜像你这样 优秀的狼族后辈 加入了懦弱无能的仙舟 仙舟也就那个平板 有点本事 其他的高层 就是酒囊饭带 护雷对自己的手下 还是蛮好了 娇丘和莫泽 可以满足他的 收集图鉴的欲望 肯定会好好对待的 龙尊的是可以商量 这一点等 话来罗夫再说好了 不过不管如何 白鹿必须继任龙尊 统领罗夫池名 护雷打算通过系统远程 操作白鹿 然后收服整个池名族 这一点应该不难 这 龙女大人本就是龙尊 如果有人阻碍我会处理的 说实话警员 很想直接弄掉 罗夫池名算了 龙师各种拖后腿 唯一一个站在自己这边的 龙尊白鹿 还被护雷不知道怎么控制了 但是不行 就算白鹿已经明面上叛国了 龙师也各种延误军机 通敌叛国警员 也必须忍耐 得考虑方胡的想法 只是这样一样 本就不安稳的罗夫 更加不安稳了 池名本来已经就是半独立状态 等白鹿成功掌权 只怕整个池名都会倒向帝国 不过总比整个罗夫被灭好了 我会下达封口令 不会让龙女投敌的事情传出去 另外辅助他掌握池名 警员嘴上这么说 但是除了封口令其他的 还有带商榷 龙女投敌会闹得人心惶惶 还会造成民族矛盾 必须封锁 但是帮助白鹿掌权 呼雷再通过白鹿间接控制池名 警员肯定要是绊子的 那事情就先这样好了 最后一个要求 你们配合 我杀一个人 杀完了 等华到了罗夫 我们就可以迁停战协议了 先迁二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好了 在此期间 我们就以 这颗名为波澜的星球为界限 互不侵犯 呼雷说着 指着圣吉列斯拿出来的地图上的一个星球 某处星域的战场 先周元帅化 在一个意外的帮手的帮助下 成功击退了狗毛二哥 或者说 他们得到了呼雷的命令 没必要和华纠缠 多谢了 星河猎手萨姆 你来帮我是命运的奴隶的意思吗 什么 和谈 和帝国 和那个天生邪恶的丰饶小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华就是跳下去 被帝宫的光石射死也 你说那家伙硬抗帝宫的光石不死 要是没有出手 我要确认一下 如果那个邪恶小鬼有意和谈 我也可以商量 就这样 话踏上了前往罗夫的旅程 现在他不需要担心 时不时会出现的绿皮的袭击 和搞毛二哥的拖延了 一路畅通无阻 杀人 帝皇大人想杀一个人 还需要我们的帮助 难道帝皇也没有把握 景元有些疑惑 什么人这样牛逼 打赢有把握 但是多叫点人是怕他跑了 就凭他那张脸 我敢断定他 绝对有不一般的后手 多点保险也挺好的 瓦尔特先生有没有兴趣加入 我敢打赌杀完人 你会心情舒畅很多的 忽雷对着瓦尔特发出了邀请 他要去干掉罗刹 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就是你的力量来自丰饶 就是你是钥匙的敌人 看我弄不死你 还有我的事 我对参与这种事情 不怎么感兴趣 真的吗 要杀的这个人 有一个傲口的名字 似乎叫什么奥托 阿波什么卡列斯 说着拿出一张罗刹的砖武光锥 关的回响 什么 帝皇大人 请务必让我参与 老杨直接触发PTSD 消息都没有过脑子 就答应下来了 TMD崩坏还在追我 只是这个帝皇怎么知道奥托的 瓦尔特也没有多问 能手刃奥托也不错 还有一件事 非萧将军有没有兴趣加入帝国 下一任战手就是你了 反正你在仙州 现在连政审都过不了 抱歉 护雷大人 我还是觉得 仙州的生活很不错 护雷又开始日常画大饼 然后被非萧拒绝 这下 应该可以休息一下了 警员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然后就在燕青的搀扶下 打算回到将军府休息 同时 让各路云骑军将被牵走的居民送回来 就说演习结束 仙州 发现了新的剑木使用方法 特地让帝宫射出一击试试效果 老景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仙州和帝国停战 那么仙州也没有灭亡的威胁 不和帝国开战 那么敌人只有仙州口中的风饶孽物 帝国口中的异端 现在他们要遭受停战的帝国 和仙州的联合绞杀了 哎 还以为这次能直接弄掉仙州 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幻龙剑护雷没有打下去的意思了 也就不和呼雷唱反调 化作本体 直接消失不见 其实 仙州联盟作为少有的 可以和星际和平公司 平等对话的势力 并不弱小 保底七个令 使战力已经超越别的势力太多了 但是帝国太强了 以至于显得仙州有些弱小 其他人和仙州开战 不管是谁 仙州肯定是不会输的 哪怕和公司开战 仙州就是输了 只要蓝刷一个火箭 那也是平局 只要公司把仙州逼到绝境 那么仙州联盟就能说 碧尔波音特有丰饶联悟 星神直接下场干假 仙州是真能够把蓝摇来 但是公司 能够摇来琥珀王吗 怕是公司死绝了 琥珀王都不会看一眼 别说帝公是星神没有善恶之分 他能给仙州七个名选令时 已经证明自己的态度了 所以 仙州不管和谁打 只有银河平局 除了帝国 因为帝国也能摇来星神 你和蓝说 帝国首都有丰饶联悟 一点用也没有 忽雷出生前不离祖地青秋古星 就被蓝轰了三年 屁是没有 你要是逼急了 不但能够摇来丰饶要失 你信不信忽雷 还能摇来换于阿哈 帝国的宰相 帝皇的结衣大哥 帮一帮自己的兄弟怎么了 完全不怕仙州的核威胁 和核讹 呼 这一次开拓之旅 也是圆满结束了 还以为要见一见仙州 和帝国的战争呢 三月七拍了拍胸脯 又揽住星的肩膀 打算拉着好姐妹 出去散散星 等等 星 我有一个礼物送你 呼雷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知道从哪里 拿出一把火系大剑 然后直接交到星的手中 天火 出鞘 一阵炽热的火焰 缠绕星的身体 很快星 就从小灰毛 变成了小白毛 一道赤红色的光柱 直冲天际 新手吃一柄 正在燃烧的烈焰大剑 看起来又美又撒 然后看着手上的天火盛财 莫名魔争了 鸟 鸟为什么会飞 垃圾桶 又为什么会飞 那语气和气质 像急了老杨的某位故人 扑 我骑猛了 凯文变妹子了 老杨擦了擦眼镜 掐了掐自己的手臂 很好 不是梦 崩坏还在追我 这一下 火系存护主得到大升级 这个天火 盛才是系统改造的加强版 通过虚数能量驱动 原本的保鲜膜一样的盾量 已经不逊色于杰哥 大招也不再刮杀 能打出黄泉流营这样三体人的伤害 忽类预计 新妹 现在可以无伤单刷神主日了 好 好帅啊 就是义父 你能不能把这把武器的形态 换成球棒 我更喜欢球棒当武器 心使了使天火胜财 感觉很适合自己 就好像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不行 给你这个是怕你打不过来 挑战你军团长位置的高手 给你提一提实力 有就行了 不要得寸进尺 给新妹武器 是想看一看大剑娘化凯文 不可能改的 其实就是是 忽类自己是不会改造武器的 全靠系统 心 你的力量又变强了 就是为什么头发变白了 三月七 摸了摸心的凯文同款白毛 又掐了掐心的脸颊 一把武器不但提高的实力 还能改变发色吗 嘿嘿 我可是主角 三大命徒加深 未来可以要超越心神的人 拳打风饶 脚踢巡猎 再给毁灭一个大逼洞 心此时已经开始飘了 然后就被忽类送了一个猛逼不伤脑灵能大逼洞 你刚刚说要拳打什么来着 我似乎听到你说了慈父的名讳 忽类盯着心问道 看来孩子是需要教育一下 嗨嗨 拳打欢愚 脚踢巡猎 风饶是我爷爷 我怎么会想欺负他呢 你说是吧 义父 别打了 我就是口嗨而已 再也不敢了 忽类终究只是小城大戒 看着打得很厉害 但是没怎么掉血 其实就是火主的防御力太强了 我知道错了 日后学有所成 一定好好孝敬父亲 孝敬慈父 赞美丰饶 赞美慈父 心在忽类的引导下 开始信仰丰饶要失了 看起来很是虔诚 其实 内心已经想着自己 哪天强大了 就把忽雷 踢掉当太上皇 自己当帝皇 每天给他送几十个美女 让他在无尽的放纵中 失去一切欲望 孟妹问一句 帝皇大人 你的这个天火圣财 是从哪来的 老杨很好奇 这个帝皇 似乎和他以前的世界 有些联系 天火圣财 杨叔你认的这个武器 心表示 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把牛逼轰轰的武器 叫天火圣财 大概认得 有一段不太好的回忆 这和我故乡的一把武器很像 老杨说着 眼神看向了呼雷 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 我七百年的沉睡期间 去了另一个世界 那里的人似乎叫我舰长 不过我感觉我 似乎没有实体 只是一个背景版工具人 主线基本完全不参与的那种 这是我苏醒后 仿照那边的神器 打造的仿制品 这里没有崩坏能 就通过虚数能量驱动 威力比原版要强一点 不过 你倒是和我梦里 一个人长得挺像的 也许是你在另一个宇宙的同位体 身为阿哈当奶爸调教出来的孩子 呼雷说胡话是张口就来 也不是假话 他前世确实是一个舰长 我是开拓者的同时 兼任一个舰长 很难理解吗 我还是旅行者 漂泊者 指挥官 褪色者 天命人 长在红旗下的 有为青年头衔多一点 很正常吧 崩坏呢 老杨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别的没怎么听 但是你刚刚好像说了崩坏 TMD崩坏还在追我 不知这样的神器有多少 帝皇担任舰长 是哪艘战舰 总共13把 被称为13神之舰 我当时控制的战舰 被称为修伯利安号 上面有一大堆 被称为女武神的少女 你有什么问题吗 逆伤的盟主 潜礼之律者 瓦尔特 杨 护雷说着 就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穿越过来 不迫害一下老杨 都对不起自己 嗨嗨 原来是舰长 没想到舰长 居然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就说 为什么修伯利安号舰长 永远只有一个投影 老杨差不多理解 护雷来历 人家之前被仙舟抓走 是穿越世界了 这个奥托 是我们世界那个吗 老杨推了推眼镜 眼神很严肃 不是 只是同位体 但我觉得 长着这张脸的家伙 还是死掉最好 忽雷笑着说道 确实 还是死了最好 逆伤的盟主 修伯利安号舰长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杨叔你们在说什么 你以前认识帝皇 傻不拉几的三月期 也是意识到 老杨和忽雷似乎认识 看起来关系 还挺不错的 不算认识 只是侥幸 见过帝皇的一个投影 没见过本人 老杨说着 此刻他只有一个想法 干死那个 长着一张傲脱脸的混蛋 幽求玉 这里似乎经历过一场大战 所有的囚犯 都逃离或者死去了 不知道我们的计划 是否会受到影响 罗刹检查着 幽求玉的各种痕迹 只能看出 经历过大战 然后囚犯全部没了 毕竟这里被绿皮改造过 看起来就是一个垃圾场 只能看出这么一点东西 所有的囚犯 那他 不可能 应该不至于 警员就是静魔阴身了 也不会让那个家伙 有逃出来的可能 可是如果那个家伙醒了 警员也拦不住 终止一切计划 立刻离开仙州 仙州随时可能爆炸 静流听到所有囚犯逃走 有些担心 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不必担心 仙州应该没有问题 虽然不知道 林渊静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是事情 应该已经解决了 我们只需要再次 静候警员的到来 就是 不过还真是壮观 星神的力量 能够被挡下 也就意味着 杀死星神 也是可能的 只是这挡下 地宫一剑的 金氏强者 到底是谁 罗刹眯着双眼 在思考什么 希望不会是他 静流摇了摇头 就向着幽求玉 最深处走去 他要确认 呼雷还有没有 被关注 不过大概率不是他 700年前 呼雷的实力 甚至比华 还要稍训一筹 不可能挡住 地宫一击 显然 静流是不明白 信仰和亚空间的力量 一个庞大帝国 700年的信仰 足以让呼雷实力大增 幽求玉最深处 一名扛着棺材的 一厢衣师 安静地行走 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通过罗浮将军 见到华以后 计划就可以开始了 踏入此间的 不是狱卒 便是囚徒 阁下是哪一种 景源从罗刹的身后走出 眼神犀利 就是你这个家伙 把星河带进来的 搞得罗浮差点坠毁 都不是 在下只是个迷途的旅人 罗刹只是淡淡一笑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然而景源只是冷笑一声 好大的阵仗 星河 剑木 要王秘传 帝国 绝灭大军 一系列威胁接踵而来 差一点就成功转移了 所有人的视线 忘了那个看来 似乎已经无关紧要的问题 把星河带进仙州的人 有何企图 束手就擒 我也许会饶你一个痛快 丰饶的孽悟 说着 景源将手上的阵刀 指向罗刹的后脑 刀尖上闪烁着刺眼的寒芒 将军 我的力量来自丰饶不假 但我和你一样 都是要施的敌人 我虽然把星河带进仙州 差点让罗夫仙州遭遇大难 但是你们还有我 我可以帮助你们 一起对抗要师 听到熟悉的话语 暗中隐藏的老杨 已经怒法冲关了 不管这个是不是 他们那个世界的奥托 都要弄死他 冷静 杨叔 父亲还没有下命令 先忍一忍 星辈吓了一跳 为什么杨叔一见到这个人 就开始控制不住情绪 就是这样 景源 别阻碍我们 仙州 以杭志命徒抉择的时刻 毕宫私命 寿温祸祖 静灭祸祖 这是神明对垒的奇异 你不站在圣的那边 就是书家 而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置疯扰于死地 景源看着自己的师父出现 叹了一口气 要是平时 他肯定会对这两位危险疯子 充满敌意 甚至发动攻击 不过现在不用了 就凭他们刚刚的那些话 暗中偷听的帝国人 已经可以发疯了 啪啪啪 啪啪啪啪 一阵鼓掌声响起 景源看到从暗中走来的身影 暗道一声不好 这位爷 已经快要气糊涂了 这是何等的亵渎 很好 你们很能干 现在还请两位 跟我去帝国审判庭一趟 说着 暗中隐藏的高手纷纷走出 先周将军飞消 星穷列车瓦尔特核心 帝国的圣级列斯 和绝灭大军幻龙 可以说 护雷把能想到的高端战力都带来了 选择的四个出战位 是黄泉 飞消 景源和龙丹 已经是护雷能够打出的最强阵容 可以说 就是新神来了 都要挨两个大逼兜 抓住罗刹和静流 简直是轻而易举 景源 你和帝国合作了 静流看着相处融洽的帝国军团长 和先周将军 感觉有些梦幻 两个大势力联合起来 就为了围剿他们两个小卡拉米 算是吧 帝国帝皇说 要和先周和平共处一段时间 条件之一 就是一起围杀你们 对于自己曾经的师父 景源还是有点感情的 不过得知自己师父 就是星河危机的幕后黑手之一 那就公事公办 想私聊也不行 就凭刚刚那一段异端发言 要是景源 放水罗服就要凉了 帝国的皇帝 也许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我就是说 一个玩笑话 我不过一个区区凡人 哪有能力杀死新神 帝皇大人 我没有说谎 罗刹沉默了一会 试图解释 刚刚自己 就在帝皇面前起脸说 自己要杀他们的慈父 我一直这么勇的吗 没事 我信就行了 开玩笑 就凭你长的这张脸 未来就算不能杀死要尸 估计要尸 也要倒大霉 一奥被奥 懒说配听 和这种人没必要废话 奥托 你使我一个你太黑洞 使我一殿之心 瓦尔特一马当仙 一拐杖 就往奥托俊俏的脸上打去 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去殴打罗刹 尤其是圣吉列斯和呼雷打的最起劲 就是你的力量 来自丰饶 救你是慈父的敌人 在众多强者的围攻下 罗刹遭遇了最大危机 别说见到元帅实施杀死心神的计划了 现在他该想想怎么活下去 不得不说 罗刹有点本事 力量不下于令史 差点就让他跑了 然而 这里就没有谁 没有令史级的力量 你这棺材不错 现在归我了 呼雷一把抢过罗刹的棺材 然后收进系统背包 里面躺满了极品仪器 和各种五星满蝶影光追 不出所料 里面就是繁育心神的一部分躯体 把这个交给慈父 也许可以拓宽慈父的命途 静一静小心 而静流虽然也是亵渎了药师 但是呼雷并没有让人围殴静流 他打算 一会亲自惩罚静流 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不过 此时静流也不好过 因为他要面对自己的心上人 白行 啊 静流 投降吧 外面都是帝皇的人 你该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 背叛帝国 发起大叛乱 我会让你重新回到帝国的怀抱里的 说着 白行就张弓搭剑 设向了自己曾经的好姐妹 完全没有留守 和静君借了几本宗教书记后 白行成功变成了忠诚的颜色 是不会对兄弟姐妹的情义 凌驾于对帝皇的忠诚之上 白 白行 你复活了 什么复活 我不是被静元囚禁起来 刚刚被帝皇救出 静元 囚禁 静流捕捉到关键词 蒙英声发作 脑子不太清醒 自动脑补 当初白行没死 静元寄予白行美色 偷偷囚禁白行 然后画龙妙法失败 因为白行压根没死 一切的一切 都是静元的错 想通一切后 静流就开始发疯了 就让这一轮月滑 照彻万川 不是 师傅 护雷乱编的消息你也信 我真没干什么 静元也是遭受了无妄之灾 住手 你的对手是我 静流 白行一剑射向静流 拦住了静流的攻击 面对曾经的白月光 即使是陷入蒙英声的静流 也是没有办法 最后束手就擒 不愧是曾经的云上五霄之一的白行 毫发无损 就擒获了静流 只射了两剑 就让静流动 都不敢动 两个要饭已经抓获 接下来就全权交给帝皇您处置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求 就和我说一声 我会尽量满足的 只要不损害仙周利益 静元收拾好了 优求欲的烂摊子 看向一脸和善的呼雷说道 叫声师公来听听 当我打戳 的时候 不是我有问题 而是我觉得你有问题 很难理解吗 不是你说 不影响仙周利益都无所谓 而且你也不吃亏 明天我就是你货真价实的师公了 呼雷看着静元院一脸猛逼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了声 静流都到他手里了 还想跑 师公 沉默了一会后 静元还是屈服了 师父现在已经是外人了 还是一个罪人 自己没有立场救他 不过看来 七百年前的传闻 还是有一定道理 起码呼雷真的看上了自己的师父 还有一件事 呼雷似乎想到了什么 人犯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还有什么事啊 老爹 心拿起天火圣财 跃跃欲试 刚刚打罗刹群殴不过瘾 碾压局 哪里体现得出自己的实力 我需要一个手机 静元愿你去给我弄一个过来 不要给我动什么手脚 呼雷突然想到 自己似乎还没有一个自己的手机 现在一直都在用血液的手机 至于静元会不会动手脚 完全不用在意 除非静元 想要和呼雷继续打下去 而且 真正重要的事情 是不会在手机上聊的 有人想要监听呼雷刷视频的 就监听好了 更重要的是 呼雷可以弄几个电子恶魔 真要商讨重要事情 完全可以通过灵能打电话 这个世界的 亚空间很干净 完全没有不必要的困扰 呼雷刚出狱的时候 有着精神智慧的小马 就给自己打了一通电话 向自己问好 并表示忠诚 没有奸起的存在 呼雷不但没有禁止小马研究 甚至鼓励他继续研究 目前这个世界 是没有五大邪神的存在 不过说不定以后就有了 反正呼雷觉得 小马有潜力 成为未来亚空间的希望 与智慧之神 是 施工 警员说着 就联盟安排 公造司 加紧加急 搞一个最高配置的手机 不要搞小动作 或者留暗门 那么接下来 行 你等一下到我房间来一趟 我教你一些军团长 该学的东西 随后呼雷见天色一晚 打算去警员 给自己安排的住处住一晚 顺手教一教 心灵能的使用方法 静流已经被送到那里去了 白行正在给对方传授 帝皇圣年录 罗家著作 洗脑必备 义父 什么事情要这么晚去办 明天不行吗 心有些好奇的问道 似乎联想到了 什么不健康的事情 这种事情越早越好 早点经历 对你有好处 安全吗 会很痛吗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 后面你就会觉得很舒服的 呼雷想了想 在自己来之前 这个世界是没有灵能的 呼雷帮人觉醒时 确实会有一定的痛苦 严重的可能会直接发疯 不过 安全还是能保证的 起码死不掉 在自己登神之前 亚空间也没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不用担心腐化的问题 登神之后就不一定了 混沌一哥的位置 自己要了 这 这是不是太快了一点 新脸色有些修红 动作有些不太自然 虽然早就觉得 呼雷认的这个异女 可能不太正经 但是事情的发展有些太快了 哪里快了 到时候让你当我的恶魔王子 呼雷已经想好了 到时候 新就是自己手下第一大魔 至于其他子嗣 有能力的去压空间拿下一个神位 没能力的上岗一大魔 那 那好吧 新红着脸答应了下来 给了这么多好处 稍微牺牲一点色相也没什么 换个角度思考 这貌似比被艾斯达包养还要爽 艾斯达也不可能随口一句话 就让新直接担任一支星际军团的军团长 虽然这个军团还没引 很好 我很看好你哦 护雷摸摸心的脑袋 就前往池民族阻地了 没错 警员给护雷安排的住处 就在池民族 这一次大事件 池民族和造反机会 只差一步之遥 龙石韬然更是和绝灭大军 换龙暧昧不堪 碍于护雷在场 以及仙周和池民的盟友 又不能直接动手 干脆把两个麻烦放到一起 而护雷就直接住在了白鹿家里 一起住下的 还有机巧少女雪衣 黑眼圈的寒鸭大人 胡人少女霍霍 飞行是白行 和仙周太后静留 他们已经是寂静修女的预备役了 自然应该全身心地 侍奉他们信仰的神 不过 他们并非帝国本地人 所以 护雷打算花几个晚上 教导他们 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寂静修女 白鹿好歹是龙尊 房子还是蛮大的 可以随便玩 玩累了直接睡就好了 而护雷的好大圣吉列斯 则是跟着白鹿 一起去收拾池民族 还是有不少池民龙师心向仙周 就算是和患龙眉来眼去的韬然 也不会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利 总之 接下来我为龙尊 当镇压罗夫池民 一切不服 你们谁赞同 谁反对 看这一帮平时 一直联手起来架空自己 把自己当小孩子的老头子 唯唯诺诺不敢说话 白鹿还是挺开心的 赞成 我赞成 白鹿大人本就是龙尊 如今取回了力量 自当统一龙族 龙尊万岁 白岳君白鹿万岁 龙尊万岁 白岳君万岁 天上的十层神君 已经蓄势待发 龙师活了这么久别的不会 审师夺士这一技能 是点满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白鹿还好解决 以往的龙尊 不过和龙师平起平坐 龙师手里绝对有着抗衡 或者克制龙尊的办法 但是 帝国帝皇的最强天使 圣吉列斯和上任 龙尊隐阅君单衡 就在白鹿一左一右 他们的实力 也就勉强对付一个龙尊 这里有两个 还有帝国最强砍王 很好 从今往后取消龙师这个制度 龙尊将拥有 持民一族的最高决策权 持民将组建内阁处理事务 内阁必须绝对服从龙尊号令 这些自然不是白鹿自己想的 而是呼雷叫的 景元和仙周 已经默认放弃了罗浮持民 白鹿爱怎么改造就怎么改造 只要明面上 还从属于仙周就行 不过从此往后 仙周将会严密监视 持民的一切动向 单衡就这么看着白鹿的表演 持民有了新的龙尊 自己终于可以摆脱前程往事了 不过白鹿还是给了 单衡一个荣誉龙尊的称号 圣吉列斯来这里 除了给白鹿称场面 就是负责通过自己的预言能力 帮白鹿查一查持民 有谁不服白鹿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白鹿的侍女 都是龙尸派来的刺客 或者说探子 可想而知 白鹿之前过的什么日子 然后白鹿的侍女 和幕后的龙尸 就被天使变成持民乱 进行轮回了 这还是 看在白鹿的面子上 不然就是直接死 白鹿 你太仁慈了 对付这种不听话家伙 就该直接杀了 让他转世 转世还不服就再杀 直到他服了为止 这样不就没人不服你了 护雷一来 就看见白鹿 在处理不听话的龙尸 涛然就在其中 白鹿以前没少被欺负 心仇旧恨一起算 听完后 众多龙尸瑟瑟发抖 如果知道帝国人掳走白鹿 是为了扶持白鹿上位 而不是活取持民随炼丹 他们说什么 也不会让天秤劫走白鹿 护雷觉得 白鹿太让仁慈了 当初他整改不离人的时候 可是以慈父之名 进行大清洗 青秋四大案 直接清空了不离一半的高层 中下层也被清扫了不少 不离人口差点腰斩 可谓绝对的铁血 不过丰饶明活的酒 又很能生 人口很快就恢复了 护雷哥哥你来了 你要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我保证这些龙尸 一个个可乖了 你看能不能给我放几天假 让我去金人巷玩一玩 我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有了说一不二的权利 白鹿自然想要进行报复式玩耍 起码得疯狂玩上一个星期 自然可以 护雷捏了捏白鹿的龙脚 还挺有意思的 不过现在太晚了 我们先回去 明天你带我在罗夫转转 让我看看 有什么好玩的 护雷不打算限制白鹿的自由 在能力范围内 让一个喜欢的角色 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是一个玩家最朴素的愿望 好耶 我可是金人巷的万事通 吃遍各种仙周美食 跟着我 你可有口福了 仙周美食 有殖民小孩吗 三百岁的龙尊那种 没 绝对没有 这东西 一点都不好吃 白鹿气呼呼的拿尾巴 抽了呼雷一下 他已经知道 不离人自从呼雷掌权后 就不吃生肉了 就是吃人 起码得煮熟了吃 行了 先回去好了 随便做 就当自己家好了 呼雷看着白鹿的住所 好歹还是龙尊 虽然以前是傀儡 但是各种吃穿用步的待遇 是不会差的 装修的话 透露着自己前世的国风风格 不过罗夫也确实按照自己所在的国家作为原型 感觉亲切很正常 而呼雷的好大圣吉列斯就带着禁军小队在外边守候 不能打搅了帝皇的好事 这里就是我家 你们只是暂时住在这里 白鹿表情变得气鼓鼓的 自己家被一大拨人直接强行霸占 幕后黑手还让他荡成自己家 太猖狂了 知道了 身为寂静修女 给我提供一个住所 应该是很正常吧 我有些渴了 去给我泡一杯茶好了 白鹿听后 虽然不太情愿 但是还是动身了 好歹人家渴了不喝血 想喝点茶就喝好了 帝皇大人 我已经尽力给新来的姐妹传播教义 可是血衣和寒鸭似乎不太乐意 白行开始向护雷汇报最新成果 身为寂静修女老兵 白行认为自己有义务给新来的寂静修女 普及一下基本毒物 顺便复习一下自己由于失忆而遗忘的各种经典典籍 自己居然看着各种国教经典 有些想睡觉 真是亵渎 就今天晚上备下帝皇圣年录作为惩罚好了 放弃吧 吴是不会去俘虏的 姐姐大人说的对 血衣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寒鸭也是应声附和 在他们看来 自己虽然被俘虏 还被迫说了帝宫的亵渎之语 但是你让一个苍城人 开始学习赞美丰饶和帝国的宗教书籍 还是太过分了 他们老家就是一颗活化星球吞噬的 现在还要像别的寂静修女一样 每天起床就是一句赞美丰饶 赞美帝皇太难为他们了 你确定 两位不为自己想想 也要为罗夫想想 要是我不开心了 整个罗夫都会有麻烦的 护雷紧紧抱住血衣 贴着他的耳边轻声低语 如 无耻 血衣虽然悲愤 但是毫无办法 我也不需要你们做什么 只要你们干好一个寂静修女的本分 学习一些帝国的经典书籍 很难吗 你们可是我专门向警员要过来的 要是我觉得不值 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护雷也是很有兴趣 逗一逗两个很熟悉的判官 虽然一直在沉睡 但是护雷还是有部分意识的 这两姐妹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个人 来巡视自己的牢房 寒雅血衣有些沉默 不知道是为了大局委屈求全 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寒雅大人 血衣大人 你们要不先学一点 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们自己意志坚定 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们 霍霍扯住寒鸭和血衣的衣角 切生生地劝说两位前辈 霍霍由于胆小 很快就被白行拉着传教 现在已经是这一批寂静修女中第二忠诚的了 已经可以背诵三篇罗家的著作 帝皇陛下也别生气 血衣大人和寒鸭大人 就是这个性格 我会努力劝说他们的 霍霍说着 对护雷发动卖蒙攻势 身为胡人 还是可爱的胡人 很容易得到现在的帝国人 尤其是不离人的好感 那就算了 霍霍好好学习 我看 你有丰饶令使之姿 说不定哪天就得到了慈父的注视呢 护雷微笑着摸了摸霍霍的胡耳 还是同族的胡人董事 知道帮自己劝说一下 明顽不灵的家伙 就是 我说 你们两个 不会是在石王司办事办傻了吧 先周人哪怕是将军 也要对石王司判官礼让三分 但是帝国可不在乎你的身份 老老实实服个软 你们两个出事了 不要紧 别连累了我家霍霍 尾巴大爷开始吐槽其雪衣和寒鸭 他知道 忽雷对霍霍很有好感和耐心 但是要是寒鸭雪衣太过难搞 很难说不会迁怒霍霍 文言 寒鸭雪衣也只能默不作声地 拿起刚刚被自己强烈抗拒的书籍 开始认命了 忽雷很满意 这样一来 自己就多了几个不错的信徒 白行已经被忽悠瘸了 静留的话交给白行 想必他也不想自己的好姐妹伤心 茶包好了 你要喝吗 白露这个时候 也把茶炮好 递到了忽雷身边 当然 你也该好好学习了 忽雷小小抿了一口 然后开始督促白露 学习一些寂静修女该学的东西 他也是寂静修女之一 知道了 我会的 白露脸色一下子就拉下来了 他不喜欢看这种无聊的宗教经典 但是忽雷可以在高危世界强迫他学习 太可恶了 义父 我来了 心小心翼翼地将脑袋从门口探出 看到屋里的一众阴阴艳艳 脑袋有些冒冷汗 这人是不是太多了 义父吃得消吗 我银河求棒侠第一次就玩这么大吗 果然 这军费不好拿 你来了 找个位置坐好 准备好了 和我说一声 忽雷让心准备一下 觉醒灵能可不是闹着玩的 心虽然是主角 但是也不能拖大 我准备好了 心脸色微红 闭上眼睛就开始等待暴风雨的来袭 你在干什么 忽雷眼皮子直跳 你脱衣服干什么 我看起来很像是坏人吗 你叫我过来 不就是 不就是 心有些疑惑 意识到自己可能误会了什么 算了 直接开始好了 说着 忽雷就开启了一个小型亚空间通道 让心开始接触灵能 这个世界的土著 几乎没有可能自行觉醒灵能 必须得有忽雷 或者别的灵能者的诱导 不过神圣泰拉 由于忽雷撕开的亚空间裂缝 一个小型啪啪眼 理论上天赋足够每个人都可能觉醒灵能 甚至成为特殊变种永生者 不过即使是帝国 境内灵能者也是少之又少 而且都被帝国严格管控 不可能让他们流落到其他势力手中 阿安我好舒服 继续 不要说这些让人误会的话 心被亚空间的灵能灌输觉醒灵能 不但没有一丝痛苦 反而觉得格外的舒服 只能说不愧是主角 很快就觉醒了自己的灵能 心的灵能溢散到整个屋子 一瞬间屋子里的白露 寒鸭 血衣等人也都成为了灵能者 心不但成为了灵能者 护雷观察对方还是一个永生者 即使被杀死也能独秒复活的那种 这就是主角吗 不但自己能够觉醒 还能无痛帮助他人觉醒 完美符合无私利他的丰饶命途 哪天带回帝国 只不定又能组建和千子一样 全员灵能者的部队 这是 我感觉我觉醒了一股心的力量 不是任何心神的命途之力 白露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成为龙尊实力提升后 对身体的敏感程度也提升了 其他几女也纷纷看向忽雷 希望能够得到解释 除了心 此时的心似乎陷入了一种顿悟状态 直愣愣的发呆 一动不动 这是灵能 有着这种能量的人被称为灵能者 灵能者自非物质界 也就是亚空间汲取能量来使用其灵能 释放各种灵能术法 可以强化 攻击 操纵人体 甚至预知未来 比如 你们仙洲一直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绿皮的矮寻寺之力 就是一种独特的灵能 这种灵能 只有亚空间有 也就是我发现的一个和物质宇宙不一样的世界 目前还算干净 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帝国能够发展这么快 和我发现亚空间 并且传播灵能 有很大的关系 护雷并不介意把一些信息说出去 他们很快就是 自己人了 而且已经发现700年了 也瞒不住多少人了 骑马公司那边肯定是知道的 天才俱乐部和小马友合作也知道 仙洲华在和帝国干架途中 也发现了这股力量 不过目前只有帝国可以有效利用亚空间 毕竟有护雷这个高位入侵者 也许天才俱乐部的某些人 也能运用一些亚空间的力量 比如 护雷在刷模拟宇宙的时候 里面出现了一些有关亚空间的部分 欲知未来 听起来好厉害 我当初要是有这个能力 就不会被尾巴大爷吃掉尾巴了 霍霍感觉这个能力很厉害 怎么 和本大爷待在一起 还委屈你了 没有我 你能在别人还在上学的时候 就吃上了公家饭 尾巴气愤地说道 我就是 就是一个比喻 没有对尾巴大爷 你有意见 霍霍怯生生地说着 这就是灵能 罗刹研究过帝国的独特力量 可惜资料不全 没研究出头绪 静流感受到自己身体里新的力量 目前来说 还是稳定的 这个世界亚空间 和现实世界的联系 随着帝国的开放利用 越来越紧密了 本地土著想要研究一下亚空间 还是可能的 但是 想要完善应用灵能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到时候 星铁宇宙也可能出现 先天灵能者这样的存在 其他势力面对的亚空间 可不干净 对于帝国而言 亚空间很干净 是可以有效利用的清洁能源 但是对于其他势力而言 亚空间里面有一个邪神 散发着金光的黑色太阳 一旦直视 就会变得终不可言 换句话说 想要有效开发亚空间 困难重重 现在的亚空间 已经是一模的天下了 凡人完全无法抵抗 其中名为帝国的恶魔势力的腐化 帝国能够快速崛起 成为当今宇宙一霸 除了要事的关照 更多是因为发现了 并利用了亚空间 培育出了包括二十大军团长 在内的不少高手 我一会会交心一些灵能术士 你们可以学一学 不同的灵能咒语 有着不同的效果 甚至某些人有自己的专属灵能 比如说 第十二军团现任军团长的安格隆 他独特的灵能 可以吸收其他军团的负面情绪 帝国拿仙周人实验过了 可以救回陷入魔音声的人 忽雷不介意把灵能的知识传授给他们 他们能够觉醒灵能 是在忽雷的帮助下 现在忽雷的亚空间本质已经是黑暗之王了 就差攒够了信仰就灯神 也就是说 禁留他们已经遭遇了混沌的腐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逐渐成为忽雷的信徒 战犬 是帝国最为和善的军团长 有传言他曾经获得同邪西配的注视 不过安格隆本人并没有加入家族的意愿 雪一 对于有关帝国现状的情报 知道的还是很多的 崩帖可没有屠夫之钉 既不绝望 也不悲惨 也就是说 安格隆还是原本那个爱读书的好孩子 独有的吸收负面情绪的灵能 让他成为了先天同邪圣体 在我看来 社会的理想制度乃是七休日 在星期日的明天 是第二第三 乃至永远的又一个星期日 这就是新世界的面貌 一切造物的工序已经完毕 无疑之日已至 哲学的胎儿 为我等重塑天地万象 第一日赐以真实 第二日赐以立法 即将见证 太出有为 以耳神区 为我等乐园奠基 呼 我刚刚是 清醒过来的星有些心迹 刚刚的梦境好真实 等等 我睡着了 清醒过来的星第一时间检查了自己的身体 发现一点事都没有 脸上有些失望 然后就挨了一个灵能大逼动 不要想一些奇怪东西 说说看你看到了什么 护雷猜测星应该是觉醒了 预言未来的灵能 只能说 真不愧是主角 这种灵能也只有呼雷和圣吉列私有 科兹和阿尔法瑞斯的预言 只能说 时灵时不灵 崩铁本地人能够预言未来的目前只有命运的奴隶爱立欧 也许至时可以通过大数据计算 模拟出未来 嗯 我看到了一个屁股上长脸的好大好大的敌人 叫什么哲学的泰尔 还有一个帅气的大善人说 要让世界上每一天都是星期天 好像还有一个好大好大的虫子 车列车 一个看起来和你召唤的人长得一样的欲解 喊什么 未试者哀哭 还有我亲眼看见星冲列车开始创人了 星挨打之后也不准活了 就老老实实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说了出来 不过大多不怎么连贯 至少星自己看来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这些你以后就知道了 现在我先教你一些基本的灵能运用方法 说着 呼雷开始手把手交星 如何运用灵能 一边的霍霍等人也跟着学习 多门手艺多条路 然后主角又多了一种新的力量 有了新的命途 黑暗 还有新的属性混沌 来自于未来的黑王的赐福 面板上可以转换形态成混沌黑暗中 可喜可贺 这下主角真的成了四神共选 等去了匹诺康尼 得到了西佩的注释 就是五神共选 天生的混沌苗子 行了 该学习你也都学了 这有一本小册子 是我特制的 你可以在里面 学到基本上所有的灵能术识 以后就好好自学 天色不早了 你先回去 不然你的小伙伴们该担心了 呼雷见交的差不多了 就打算让新走人 灵能这种东西 需要自己学习 终于解脱了 小灰毛显然不是什么擅长学习的人 而灵能者是需要学习很多知识的 被呼雷强行灌输一大堆禁忌知识 得亏现在亚空间很干净 不然已经成了混沌暖了 义父 天色都这么晚了 你远心 让我一个弱女子 单独走夜路吗 要不就让 我在这里住下 星可怜兮兮的盯着呼雷 让呼雷一阵无语 目前仙周除了呼雷自己 谁能打得过四神 共选的星 四大命途 都被拉到八十几满星魂 警员飞啸联手 都不一定能打赢此时的主角 这可不是游戏 一时间只能用一种命途 也就是说星 可以同时有着毁灭主的输出 全崩铁最硬的女人活主的防御 丰饶主还能乃自己 和星交战 还会被黑暗主的混沌灵 能腐化空到死 随时能让老景坠机的那种 可以说无敌了 白露 给星安排一个房间 让他住下 明天早上赶走 是 星姐姐跟我走好了 说实话 白露有些吃醋 自己和星都是被呼雷选中的人 可以借用呼雷的力量 游戏操纵 但是明显星受到的宠爱 比自己多得多 就这样 你们也乖乖睡觉好了 呼雷开始让刚刚入伍的 寂静修女 不要念经了 要劳逸结合 注意休息 对了 白行和静留留下 其他人出去 都忘记了 自己还打算当一当 井圆圆的施工 听到这话 寒压雪衣和尾巴 连忙带着不明所以的霍霍离开 不能教坏小孩子 雪衣大人 我 嗯 我能自己走路 不要着急 尾巴大爷 你们为什么要拉着我走 霍霍大大的眼睛里 是大大的不解 难道帝皇 要给两个大姐姐开小灶 讲解一些独特的 灵能运用技术 帝皇大人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白行看着护雷脸上微红 内心有些猜测 而静留 则是面无表情 不过从微微颤抖的身躯来看 内心还是不平静的 这家伙七百年前就觊觎自己 现在终于要动手了吗 没什么 就是我有些饿了 要吃点东西 那您是要先吃东西 还是先吃 我呢 先吃你 说着 护雷动手拿捏住白行的胡尔 然后撕开衣领 露出雪白的肌肤 看准了脖梗的位置 就咬下去 嗯 轻一点 很疼的 滚烫的血液 从白行脖子上的大动脉流出 不过白行不但没有任何痛苦 反而有一种极其特别的快感 对于护雷而言 胡人妹子就是用来吃的 还可以一人两吃 云武的白行 也就比仙舟将军 飞消的味道差一点 不过护雷并没有喝尽性 一个人能有多少血 护雷还不至于为了喝点血 把自己的信徒弄死 都是我的错 我的实力太差了 恢复能力不够 没能让帝皇宁尽性 白行很是自责 要是我的恢复能力再强一点 恢复的速度超过 呼雷进食的速度 不过可以一直供应了 现在才几分钟 自己就扛不住了 真可惜 白行很喜欢被吸血时候的感觉 等等 我不是帝国人吗 按理来说 帝国子民都是风饶民 恢复能力应该很强 我身为寂静修女 按理来说 得到风饶赐服 恢复能力不止这么点 起码应该多撑几分钟 肯定是被警员关押了很久 导致我的风饶赐服削弱了 一切都是警员的错 熟读 帝皇真言录 信仰一大魔 白行已经成功被腐化成为混沌信徒 会不自觉地偏向呼雷 即使未来恢复记忆 也还是呼雷的形状 而一旁观战的静流 地铁 老杨 手机 不是你们吸了血 搞得这么暧昧干什么 我差点以为老娘清白不保 好在只是吸点血 没有做什么更过分的事情 要是呼雷真的动了白行 自己救 就变成蒙音深蒙死你 然而 静流显然是高兴早了 因为吸点血 只是前夕的第一步 陛下 我 白行眼神逐渐迷离 靠在了呼雷的胸膛上 呼雷也不会拒绝白行的头怀送抱 堵住了白行的嘴唇 房间里逐渐热闹起来 而静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魔音深了 我要静魔音深了 你在干什么 松开你的爪子 静流的眼睛变得赤红 试图挣脱灵能手铐带来的束缚 可惜全无作用 可恶 我都没有得到白行的这个待遇 要不你轻点 白行会痛的 我什么都做不到 隔壁几个房间里 霍霍 早点睡觉 不该听的别听 寒牙血衣堵住霍霍的耳朵 内心祈祷 呼雷应该不至于 虽然霍霍已经当明差38年了 完全合法 但是毕竟看起来还小 对 胆小鬼你先 好好睡一觉 平时在石王寺干活 都有了黑眼圈 正好好好睡一觉 尾巴也是劝说 霍霍早点睡觉 好吧 寒牙大人也早点睡 您的黑眼圈是最重的 说完霍霍 就感觉一阵困意袭来 沉沉睡去 咦 星姐姐 你听到狐狸叫了吗 白鹿看着心问道 狐狸叫让他想到了 仙舟的一个古老传说 是不是有人要造反 造反的人 不都是藏一块布到鱼肚子里 然后学狐狸叫 没事 你今天就和我一起睡好了 不要打扰衣服了 星虽然才是一个宝宝 但是其实比谁都懂 不像某个龙尊空活三百年 还跟那孩子一样 看着已经和自己一样高的龙尊白鹿 星有些羡慕 话说 自己能不能二次发育长高一点 好啊 明天我带你和帝皇 一起去金园巷逛逛 我先给你讲讲 有哪些美食 美食 仙舟能有什么美食 星想到了被人忽悠喝下的苏打豆汁 喜欢喝臭水的仙舟人 能有什么好吃的美食 而这边金刘摩阴身的病症 越来越严重了 自己的白月光 被人忽悠成这样了 还主动现身 完全忍不了 明明是我先来的 住手 放开白行 有什么冲我来 看着有些口吐白目的白行 金刘终于开口了 再这样下去 白行就不是下巴脱 就这么简单了 行 冲你来 呼雷笑了笑 显然一个白行是不够的 只能让他的好姐妹帮个忙了 第二天 呼雷从一脸委屈的 金刘大腿上起来 昨晚自己可是享受了一晚上的吸诊 就是有些冰凉 醒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看到了熟睡的白毛狐狸 虽然是云上午霄之一 但是白行的战斗力并不强 不像金刘 由于魔鹰身的原因 越战越勇 就是现在病情有些严重 轻轻抚摸白行柔软的脸颊 呼雷开始思考早上的晨练活动 别折腾白行 冲我来 金刘似乎看透了呼雷的想法 一把抓住呼雷的手腕 眼中的赤红之童说明 此刻的靖刘还处于魔鹰身状态 但是为了白行 还是艰难保持了理智 呼雷自然是成人之美 白毛狐狸的体质不行 虽然可以体验咒王的快乐 但是得先给个 赐福增强体质 不然体力不太行 在此之前 先和靖刘交流交流 等一下 我先退出魔鹰身 靖刘见呼雷放过白行 也是松了一口气 安心下来 我要的就是魔鹰身 很快 靖刘就和白行一起躺尸了 风饶令使可是很能抗伤害的 恢复了更是天下一绝 靖刘哪都好 就是呼雷的冰冻抗性不太好 差点中了冻结效果 靖刘的魔鹰身 由于未知原因加重了病情 呼雷打算找个机会 带靖刘见一见安格隆 让他吸收一下负面情绪 实在不行 就用语渡沉 星 你昨晚没睡好吗 呼雷看着靠熊猫的星 有些疑惑 自己后期应该是布置了 隔音的灵能立场 不会影响别人的 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我的刘盈 我的刘盈 成了刘盈将了 星忍不住扑到呼雷怀里放声大哭 他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 对那个梦中的女孩这么在意 但是就是很在意 何物朝向死亡 我是沙儒 别担心 灵能看到的预言 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你能支付得起代价 而且 你看到的 可能是被剪辑的片段 也许人家只是假死 呼雷也是知道 刘盈对星的意义 抱着星 就像照顾小宝宝一样拍拍后背 这是呼雷目前唯一的育儿知识 他虽然有很多子嗣 但是没一个是自己养的 甚至没有一个是自己生的 身为布犁狼王 吃小孩可能有点惊艳 照顾孩子是真不会 你要相信自己 能够做到最好的选择 我的孩子 你只是看到了预言的一角 不要被迷惑了 做好自己就行 呼雷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心 但是也不想提前剧透 到时候 自己就置好刘盈的失伤症 作为补偿好了 一开始看剧情 呼雷 还以为失伤症 会不会是什么心神的诅咒 比如均衡的手笔 或者虚无的影响 结果就是一个格拉木的基因编辑 带来的基因缺陷 这貌似不是什么大事 逼个一下子降了不少 就随便找一个天才俱乐部 或者风饶令使 都大概率能解决 比如软煤 就是治好后身上 会不会多几个零件 就不确定了 而呼雷就是一名风饶令使 解决一个基因病 和喝水吃饭一样简单 所以 刘盈想要求生并不难 不过刘盈想要见到 天才俱乐部的人 或者风饶令使 确实有难度 放心 那个女孩的未来我也看过了 她会活着 我向你保证 就是死了我也能把她救活 呼雷看心还在抽气 也不宜有她 任由对方紧紧抱住自己 到处乱摸 都怪战锤特色的掐头去尾预言 战锤的预言 很多情况下 就是套娃 某个邻族预言 安格隆会杀掉自己 然后趁着安格隆还小的时候 去提前抹杀安格隆 然后被一岁的安格隆 用小狮子打死了 战锤的预言可以打破 但是需要时间和庞大的体量进行是错 很多情况预言 就是伟大计划的一部分 然而 呼雷没有注意到的是 她眼中乖巧的女儿 并没有悲伤 反而嘴角微微翘起 义父身上好香啊 义父身上的灵能 也好温暖 好舒服 要不再哭一会 就再哭一会 然后就是熟悉的灵能大逼兜 呼雷终于发现了不对 一开始是真哭自己的衣服湿了 后来哭着哭着就笑起来了 嗯 星姐姐你们醒了 这里怎么这么吵 我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白鹿一起来 就看到了一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 想要马上逃离 但是很快就被呼雷拎起 不能走动 白鹿是长高了 但是在呼雷这样的大只老面前 和小孩子没有区别 我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 不要灭口 被提起来的白鹿 疯狂摆动身体 想要下来 可惜毫无效果 别胡思乱想了 你不是要带我们参观惊人巷吗 现在带鹿吧 呼雷解释了一番 就让白鹿干自己的事情 有事做就不会八卦了 然后还顺手给了新一个灵能大逼兜 这可是来自帝皇的爱 就是圆体 都没有几个有机会享受 是 呼雷哥哥 还有星姐姐 白鹿勉强相信 他们刚刚真的没发生什么 至于心里 怎么想就不知道了 美女 你谁啊 高阿姨 是我 白鹿 你不认识我了吗 龙女大人 你 你怎么长高了 我一时还没有认出来 嘿嘿 等于等于 我最近新研发一种 可以长高的药膳 效果很不错 白鹿可不会把自己 背叛仙舟的事情说出了 只能全部归功于自己的药膳 那这两位是 这位是星 这位 你就叫他黄先生好了 他们是外来的画外之名 锦园将军 见了都要礼让三分 把你这里的招牌菜都上一遍 白鹿熟练的和惊人像的几位小吃摊老板打招呼 见护雷核心的身份不凡 也是纷纷把自家的招牌菜做好送过来 怎么样 我就说 仙舟有好吃的吧 作为到处吃喝 外出看诊的名医 我对仙舟各地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了如指掌 让我当你们的导游 可绝对不会吃亏 白鹿看着开始干饭的两人 得意的笑了笑 首先声明 我不请客 星吃饱喝足 立刻表示自己不打算出钱 可谓谢中之谢 切 我才不用你出钱 我可是持名龙尊 会缺你这点钱 现在的白鹿 可是真正的龙尊 而不是被架空 想要出来吃东西 都没有零花钱的傀儡了 不至于像剧情里一样 需要忽悠星 给星当导游等星出钱 在白鹿的带领下 星和忽雷 把罗夫好吃的好玩的 都玩了个遍 主要是星和白鹿在玩 忽雷已经过了 能被游戏吸引的年纪了 而且 真人版星际争霸 可比这些低级趣味 有趣多了 忽雷现在 只想回到帝国 然后征伐下一个目标 暂时先周是不能打了 那就打虫群 凡羽塔伊兹玉罗斯的残区 被忽雷献给了要尸 要尸虽然与世无争 但是有机会拓宽命途 还是不会放弃的 为了加快风饶 吞并凡羽的速度 忽雷打算剿灭 剩余的虫群 抹去老塔 重新归来的可能 让塔伊兹玉罗斯 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繁羽本就该是 风饶的一部分 多子多福 就不是风饶了吗 忽雷想看看 吞并了繁羽的风饶 能不能造出 泰伦虫群 不同于繁羽 完全靠心神 未能地复制自我的虫群 离开了心神就废了 忽雷要的是 可以吸收其他物种的 基因进化 会散布君坦 有刀锋女王 依靠无穷无尽的数量 和汗不为死 带来绝望的天灾 在金人像游玩的期间 忽雷顺手检查了自己系统的功能 崩崩崩 开服后 自己还没有抽卡 不过在此之前 忽雷首先关注到 星穷铁道的卡池更新了 本来没什么 自己已经全角色满星魂了 可是更新了新角色 有两个卡池 一个是黑暗之王忽雷 混沌属性黑暗命图 一个是风饶之子忽雷 风系风饶命图 两者的关系 差不多就是 巡猎三月七 和存户三月七的区别 还有两个光追 分别是 神战之子 上面巡猎蓝在射光时 风饶药师在下面种树抵挡 而处于狼崽子状态的忽雷 在树上玩耍 另一个是 终结于死亡 里面的是忽雷的亚空间实体 一个黑色冷阳 一个位于亚空间 吞噬一切的黑色太阳 散发着金色光芒 有着冰冷气息的太阳 就如同帝国的标志 太阳与星剑 黑色的太阳象征着忽雷 而星剑代表不离人 将从如毛饮血的野蛮人 走向真正的文明社会 随后忽雷就打开了 蹦蹦蹦 修伯利安号和十三神之剑 可以随时召唤回收 甚至送给新的 也可以随时收回 不过更重要的是抽卡 先瞧瞧第一个up是谁 居然是 不用管了 直接拉满 老杨又要见到老朋友了 奇亚娜 这就是最后一刻了 等等 我还活着 你是舰长对吧 是你救了我 虽然平时舰长 都是以投影的形式出现 但是无量塔基子 还是一眼认出 这个兽尔少年 就是舰长 算是吧 我只是做一个尝试 没想到真的能把你拉过来 忽雷仔细看了看 没问题 就是崩三的机子老师 话说这个世界的机子 还没有见过 一会带去列车 给老杨瞧瞧 那就谢谢舰长了 我还能回去见我的学生吗 原来舰长的本体 是一个兽尔美少年 这里似乎已经不是 自己原来的那个世界了 应该是舰长所在的世界 也许可以 我还在研究 护雷推测系统 应该有穿梭世界的功能 就是没有等 自己抽到其他角色基子 也能见到 基子阿姨 你换衣服了 还有你不是在列车上吗 你是 基子阿姨 你不认得我了 我是阿星啊 基子 你怎么下车了 等等 这种熟悉的感觉 你是无量塔基子 你也来了这个世界 你还认得我吗 老杨拿起拐杖 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自己到底是不是穿越了 如穿 世界不一样了 但是熟悉的人还是有 之前不是还看到 忽雷在打奥托的时候 召唤了一个牙医 崩坏还在追我 如假包换呢 瓦尔特 见到我很惊讶吗 你可是逆伤的前盟主 前任理智律者 也是我的老师 我怎么会不认得你 他相遇固之 可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基子的话 让瓦尔特感到一点惊喜 但是也有一些疑问 基子 你是怎么穿过来的 有办法回去吗 瓦尔特有点想回家看看 毕竟瓦尔特 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反应 就是找办法回家 只是沉迷于开拓的旅途忘记了 不知道 我是舰长带过来 对于如何穿越世界 一无所知 基子摇了摇头 就连呼雷这个召唤师 都不知道 如何穿越到异世界 基子一个召唤物 又怎么能知道 那就谢谢舰长了 如果不是舰长 恐怕一辈子 也没有机会再见到基子了 瓦尔特将感激的目光 看向后面跟着的呼雷 虽然呼雷存着迫害瓦尔特的心 但是能够复活基子瓦尔特 也心甘情愿 就是感觉来 这个世界和回家一样 对了 我死了之后 崩坏怎么样了 我的学生都还好吗 很好 他们战胜了崩坏 现在过得很不错 我还在找寻回去的办法 顺便在这个世界旅游 瓦尔特也不好意思说 自己玩嗨了 忘记回家了 义父 我怎么感觉 杨叔看这个基子阿姨 有种对不住的感觉 莫非杨叔做了什么 对不起这个基子的事情 心通过灵能 悄悄和呼雷通信 他还是第一次 见老杨这种样子 嗯 差不多就是基子的父亲做死 老杨失手杀人了 你别乱说出去 看着老杨和基子在叙旧 呼雷提醒星 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看着就行 杨叔 我们回来了 基子小姐 你什么时候下车了 还换衣服了 那不是把帕姆一个人 留在列车上了吗 三月七 看着没有反应的基子 有些奇怪 三月 这不是基子 丹衡对气息很是敏感 看出来 这个不是列车组的基子 抱歉 我并不是你认识那个基子 我只是和你认识的那个人 长得有些相像而已 基子也从瓦尔特和星那里知道 这个世界 有另一个自己的事情 不过这个世界还真的有趣 这个三月七 有点像白发的奇亚娜 嘿嘿 我知道了 你是基子的双胞胎姐妹 我真聪明 三月七日长大聪明 列车组的人都习惯了 不是 这位无量塔基子小姐并不是我们那个基子的姐妹 这个基子是我故乡的朋友 瓦尔特给三月七解释了一下 那 这位无量塔基子小姐 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航行 我们列车还是挺有趣的 三月七觉得 把这个基子邀请上列车 一定会很有趣 不了 我还是跟着舰长好了 基子虽然很羡慕 另一个自己 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探索未知的生活 但是还是拒绝了上列车的邀请 主要是他觉得 跟着舰长更有机会回去 而且 舰长这边的冒险 不一定比列车差劲 原来杨叔和无量塔小姐 是帝国的人 我就说你们 怎么和帝皇那么熟悉 三月七恍然大悟 不是的 三月 我和基子来自另一个世界 机缘巧合之下 结识了帝皇的一个投影 本身 我们并不是帝国的人 瓦尔特说道 帝国 帝皇 看来舰长在这个世界的身份不简单啊 基子看着呼雷若有所思 也没什么 就是建立一个多种族共存的国家 平等地看待每一个风饶民 可能国家稍微大一点 强一点 这话让列车组的人有些汗颜 能够整合整个宇宙三灾之一的风饶民 并团结起来 打得仙州联盟节节败退 宇宙各大势力 闻帝国之名 无不丧胆 你管这叫稍微大一点 强一点 父亲 这个是仙州给你准备的预兆 圣吉列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身边跟着 莫渡这些禁军战士 刚刚他从警员那里拿到了呼雷的预兆 并送过来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这些禁军都穿上了熟悉的药金甲 变成了黄色的转基因玉米 之前由于要潜入喝下变形药剂 所以莫渡率领的禁军都没有穿上盔甲 现在莫渡他们无需隐藏 就直接着甲 开启第三形态的转基因玉米大之佬 义父 我想要 心看着威武的禁军药金甲 双眼发光 之前只是通过亚空间 看过阿斯塔特的动力甲 现在是更帅气的禁军甲 放心 不会少了你的 一会我让帝国给你打造一个原体专属的动力甲 保证比这个要帅 忽雷摸了摸心的脑袋 然后拿过手机 就用电子恶魔控制这个手机 景元确实没有搞小动作 电子恶魔在帝国的大远征时期 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仙舟自然知道 景元院也不至于这么蠢 不过这个世界 由于经历过帝皇战争 和反有激方城市的洗礼 对于机器管控比较严 电子恶魔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你们做得不错 回去给你们升官 现在先解除装甲状态 太显眼了 禁军们很听话地解除了大只佬状态 一百个大只佬 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还是变成武装状态 稍微低调一些 就类似于超兽武装的武装形态 或者铠甲勇士 看着一百个玉米大只佬 机子猜测 舰长所在的国家 战斗力肯定不弱 特别是这个看着和神话中的 天使一样的存在 实力还在他的世界的律者之上 如果舰长当初 能够带着帝国的部队 一起对抗崩坏 想必应该可以很顺利战胜崩坏 不过机子仔细思考 一下就摇了摇头 来到这个世界 他对舰长的性格 也是有所了解 到时候 估计崩坏战胜了 但是帝国赖着不走了 说不定直接殖民了 他所在的世界 更值得机子关注的是 舰长 你有儿子了 看着面前的天使大只佬 机子已经开始猜测 呼雷是和什么种族 生下这玩意的 机子本来还以为 舰长会和齐阿娜 或者自己的其他学生 修成正果 毕竟前期舰长戏份还是有的 虽然后期主线基本没有剧情 还被吐槽给自己加戏 结果人家本体不但结婚了 儿子看着这么大一只 估计比自己都大了 不是 圣吉列斯 我手下最信任的进军军长 算是我干儿子 兼手下第一大将 呼雷拍了拍圣吉列斯的肩膀 把他介绍给机子 天使看着机子 内心猜测 不会老爹又给兄弟们找后妈了 接着 机子和列车组的人 开始聊各自的冒险故事 呼雷则带着心 走到一边处理一些事情 呼雷发现自己的手机 似乎有不少信息 一直震动个不停 蓝爷爷请求添加您为好友 请问是否同意 我是阿尔法瑞斯 请求添加您为好友 请问是否同意 金氏智慧的魔法小马 请求添加您为好友 请问是否同意 添加了 蓝爷爷 就被拉到了一个聊天群 副辞资笑一家人 群主蓝爷爷 邀请帝皇加入聊天群 群主蓝爷爷 邀请银河球棒侠 加入聊天群 群主蓝爷爷 已将群主位置 转让给帝皇 蓝爷爷 十三极限战士 大家热恋欢迎父亲 和刚来的二十一妹入群 狮王 一黑暗天使 欢迎父亲 每一次远征 都是一次胜利 二黑暗远征 欢迎父亲 紫凤凰 三帝皇之子 欢迎父亲 内外皆刚 四刚铁勇士 欢迎父亲 百夫掌挂剑 十一心灵终结 欢迎父亲 我讨厌钉子 十二战拳 欢迎父亲 鸭王 十九按压守卫 欢迎父亲 我是阿尔法瑞斯 二是阿尔法 欢迎父亲 呼雷收到了 自己当前的众多孩子 热烈欢迎 天使退休掌管禁军 目前 圣血天使 由圣吉列斯的亲女儿安杰 就任军团长 自己这个父亲挺失败了 儿子有孩子了都不知道 第二军团 当前军团长是阿巴顿 第十一军团是云儒 下面有三个副军团长 帝皇 大家都挺有精神的 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孩子 我为你们骄傲 呼雷可不是没有人情味的老辣肉 这个世界不绝望 也不黑暗 没有必要回避孩子们的期待 银河球棒侠 XX 世界遗忘我 每一次远征 圆体的时代节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恭喜我们圆体大家庭 又多了一位兄弟姐妹 蓝爷爷 十三极限战士 嗨嗨 大家要照顾照顾新来的妹妹 二十一妹出来乍到 还没有组建军团 不如就有我给你送一只 我的极限战士连队 帮你渡过新手阶段 At 银河球棒侠 银河球棒侠 谢谢十三个 等于等于 巧高里斯的雄鹰 五白色疤痕 不要信这里坏的冒炮的家伙 虽然极限战士很擅长报兵 他的军团兵力是最多的 但是只要 你真的信了这家伙的鬼话 十年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军团里面全是 他的蓝子蓝孙 At 银河球棒侠 蓝爷爷 别拆台 我就是关照一下新来的兄弟姐妹 蓝爷爷 对了 二十一妹把昵称改一下 改成 昵称 军团编号 加军团番号 就行 鉴于目前二十一军团还没有番号 就直接改成银河球棒侠 二十一 就行了 银河球棒侠 二十一 收到 让银河燃烧起来 十六隐月苍狼 父亲你在仙州七百年受委屈了没有 我这就打下著名仙州 给您助助兴 盘石坚如我 七帝国之权 加我一个 该死的蓝 打断了我第一个见到父亲的机会 我要搞掉他的一艘仙州 内外皆刚 算我一个 帝皇 停停停 我已经打算暂时和仙州停战了 均衡盯上了我们 灭掉仙州的话 户一定会出手的 到时候 我们就要面临蓝合户两个心神 帝皇 暂时的修整是有必要的 一会我会和华签订停战协议 大体方向我会处理 详细条例就交给你和华商讨了 我刚刚出来 对帝国现状不太了解 at蓝爷爷 蓝爷爷 收到 我会处理好一切的父亲 狮王 该死的脚屎棍均衡 父亲 我觉得 我们可以同时对全宇宙宣战 然后宇宙失去均衡 只不定户的力量就会削弱 让银河燃烧起来 闭嘴 不会打仗就别打 虽然帝国目前的实力 足以和全宇宙开战不落下风 但是要是心神下场 我们还是挡不住的 每一次远征 我就说和仙州死客没有好处 你看打上几百年 都没有开拓多少土地 不如和我一样进行黑暗远征 等实力强大了 再吞并仙州 目前帝国主要分为两道战线 一道以荷鲁斯和狮王为首 和仙州死客 要遵循帝皇的意志 摧毁妖宫的信徒 另一道战线 以罗加和阿巴顿为首 进行黑暗远征 是大远征的延续 十三次黑暗远征 大肆占领一些帝国周边 刷新出来的蛮族势力 和一些银河之外的未知星球 开疆拓土 内外皆刚 一切都要从长计议 我觉得 父亲应该有了下一个目标了 帝皇 没错 先舟先放一放 下一个目标是虫群 在一个热心的棺材推销员的帮助下 我得到了繁育的残躯 接下来 灭掉残鱼虫群 阻断塔伊兹玉罗斯的回归 让慈父吞并繁育 金氏智慧的魔法小马 十五千子 不愧是父亲 我这就让我的军团前往渡星 绝对不会漏掉一个虫子 帝皇刽子手 六太空野狼 父亲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 太空野狼全体转向 和著名死磕没有意义了 全部跟我去杀虫子 银河球棒侠 话说到时候 能发一个视频 给我看一看吗 我想看看 几个哥哥杀虫子的战斗场面 黑叔叔 十八火蜥蜴 没问题的小妹 你等一下 到时候不但有视频 我还可以拿几个碎星虫王的假铐 给你打一个神器 无头学姐 石刚铁之手 还是我来 你打的东西一点都不科学 还是让我给妹妹造一个动力甲 这就是死灵科技 这个世界的费努斯 是太空死灵 有着机械化的身躯 和太空死灵的科技 不负圣吉列斯之险 九圣雪天使 放心好了 你可是我们这里第三个女性元体 有事找我 我搞不定就找我爹 再不行就找父亲 安杰是圣吉列斯 和一个灵族公主西月高的孩子 性格比较跳脱 仗着自己亲爹是第二帝皇 做事很高调 帝皇的天使 进军别带坏了新来的妹妹 父亲会生气的 不负圣吉列斯之血 放心老爹 我是不会让你和父亲失望的 新来的妹妹 如果跟着我只会越过越好 银河求棒侠 那就谢谢姐姐了 心也是毫不犹豫的败马头了 出来乍到 总是要找个靠山 蓝爷爷 小妹这是你这个月的军费 我已经把你的卡升级了 我个人再资助你一点 星际和平公司 无法调用你的账户 你就好好招兵买马 就是蓝爷爷向你转账 信用点星号三千亿 星穷星号十万 是否接受 银河求棒侠 赞美丰饶 赞美帝皇 赞美大自然的馈赠 星也是没想到 军费这么轻轻松松 就到手了 吉利曼甚至从自己的四方钱里面 拿出一千五百亿信用点 和十万星穷送给星 反正五百世界之主 和帝国摄政的身份 已经让他负得流油了 星也是对帝国好感倍增 给钱是真的痛快 不像黑塔辛辛苦苦 策摸你宇宙 就给那么一点东西 蓝爷爷 罗家 你在哪 你的坐标离父亲最近 就由你接父亲回国 我的神皇父亲 十七怀炎者 我的神皇父亲 十七怀炎者 收到 我亲爱的吉利曼兄弟 没想到 我会是第一个 见到神皇父亲的原体 我的神皇父亲 我在一个和瓦尔哈拉一样的 充满冰雪的死亡世界 传播父亲的信仰 这里土著信仰虎珀王和反物质军团 战斗了七百年 里面的人民 很是坚韧 我的神皇父亲 我这次 就不慢慢传播了 直接强行打下来 就去接父亲 罗家为了早点见到呼雷 甚至愿意放弃自己一贯的 以和为贵的做法 银河求棒侠 冰雪死亡世界 反物质军团 信虎珀王 战斗七百年 星觉得 应该不会这要求 一会跟着列车去看看 别大水冲了龙王庙 雅王 你可走大运了 死亡世界 出好兵 到时候就让他们缴纳士兵 作为十一岁好了 贝洛伯格 克里破宝 大守护者阁下 不知道 您考虑的如何 只要您愿意承认 是帝国的一部分 缴纳十一岁 并且随我们一同 信仰慈父和帝皇 帝国就会帮助你们星球 重新发展 被冰封的反物质军团 我们也会帮你们清除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 你们可以保留自主权 只要派遣一部分 贝洛伯格的特色士兵 接受我们的训练 成为新界军 一个面向极为英俊的传教士 温和地说道 言语之中 却带着一丝不可质疑 很抱歉 大怀言者阁下 我觉得 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这对我们贝洛伯格来说 是一个很关键的抉择 我需要征求大部分人的意见 如今 贝洛伯格的大守护者 布洛尼亚 兰德 有些疲惫地说道 眼睛之中满是血丝 可可利亚死后 为了稳定贝洛伯格布洛尼亚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 几乎没怎么睡觉过 好不容易安稳下来 就遭遇了另一波天外来客 帝国的第十七军团 以及他们的基因之父 大怀言者罗加 以及遮天蔽日的舰队 目前 亚利罗六号所在的恒星系 已经被帝国占据 周边没有生命的星球 被风饶令使罗加开发 现在已经是勃勃生机 万物进发 贝洛伯格虽然没有明确 加入帝国 但是罗加依旧发扬了 丰饶无私利他的命途 帮助贝洛伯格周边地 去长出了一批耐寒植物 能够在极端环境下生存下来 并且改造了一部分地区 让那里的气候 能够让人类正常的生活 而不必依靠地水供暖 表示 只要贝洛伯格加入帝国 可以慢慢改造这颗星球 让它逐渐脱离死亡世界的标准 布洛尼亚当然是一口回绝 才刚刚坚定存户的意志 击败星河 不可能就这样把自己的星球卖了 说实话 当初布洛尼亚挺担心对方会恼羞成怒的 不过 罗加显然极有教养 不但不生气 反而对布洛尼亚极为欣赏 只要求能够在贝洛伯格建教堂 招收信徒 一切遵循自愿原则 布洛尼亚想了想就同意了 人家干了这么多活 不能这点要求都不同意 结果罗加表示 真心信仰帝皇者发粮食 帝皇不会让任何一个子民遏着 只要你实在活不下去了 可以前往教堂祈祷 只要真心信仰帝皇 国教会保证你能吃饱 然后给他们一点活干 例如建雕像 教堂和完美之城 可能帝国的合成食品没什么味道 但是各种营养什么的都是不缺的 而且绝对能吃饱 没办法 在外打仗 总得带些仪器 将二氧化碳之类的 合成为食物或者能量方块 要确保 不管什么时候 帝国的士兵不会出现后勤问题 在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开战 必要的时候 阿斯塔特和布里人是会吃人的 或者说 能吃掉他们看到的一切活物 维持能量 怀炎者带的能量方块制造仪器最多 毕竟时不时要接济一下被打下来的地区 需要以和为贵 至于前来祷告的平民真不真心 国教有专门检测信仰是否虔诚的仪器 一些流浪者想要捣乱 然后被罐头教做人了 甚至怀炎者们还进行精准扶贫 教导一些极度贫困之人 一些生存技巧和手艺 遇到优秀的战士 还会招募入伍 上城区还好 毕竟大多吃得起饭 下城区直接全面沦陷 几乎全员变成了帝皇的信徒 毕竟贝洛伯格百废待兴 才刚刚解除禁令 实在是没有余良关注下城区 大部分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只要有信仰就能吃饱 还能得到怀炎者的庇护 不用担心流浪者找麻烦 信帝皇不比信虎不王好 人家是真的能当饭吃 就是不少下城区的百姓 在教堂祷告后眼神莫名变得有些奇怪 被染上了一层颜色 其名忠诚 抵抗四小藩的腐化 唯一方法就是忠诚 对帝皇忠诚 只要被第五邪神邪神腐化 就可以覆盖四小藩的腐化 当然可以 大守护者阁下 你该庆幸你遇到的是 我们怀炎者 要是遇到黑暗远征 或者黑暗天使 只怕你们的政权已经颠覆了 我比较喜欢以德夫人 但是我最近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我希望大守护者能够早日做出抉择 否则我们也许会发生一些 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罗家说完就退下了 接下来要专心商讨 什么时候去接我的老父亲 罗家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如果马上就要的话 就只能直接和贝洛伯格开战了 一切以尽快见到我的神皇父亲为准 那个叫艾瑞巴斯的异端说什么父亲 会把自己的完美之城摧毁 酒馆的乐子人就是该死 该死的异端 用文火烧死 还是太便宜他了 虽然我遵父亲为神的操作 确实有为一切 为了慈父的帝国真理 但是现在父亲不是挺高兴的 还表示自己这个教皇当得很不错 事实上 如果在之前 护雷没有被系统弄昏 完美之城虽然不会被毁 但是少不得说教一番罗家 现在护雷对罗家这么鼓励 主要是木已成舟 完美之城帝国到处都是了 加上恢复记忆 某个黄皮子的前车之剑 才不计较 反正这里的亚空间 没什么邪神 目前最大的会腐蚀现实宇宙生命的邪神 名为黑暗之王 他的恶魔大军 名为帝国 完全不用担心 罗家被人忽悠瘸了 希尔 你觉得 我们应该加入这个帝国吗 你说我这个大守护者 是不是当得太失败了 罗家走后 布洛尼亚叫来了下城区的希尔 想从自己的CP对象那里 求的一个安慰 我不知道 但是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会支持你的选择的 虽然 身为下城区的议员 他觉得 貌似加入帝国下城区的生活 立竿见影有了效果 但是 他还是选择压压 而是谁知道 这是不是帝国的唐一炮弹 加入之后 承诺直接作废 但是打不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觉得呢 阿尔法大叔 布洛尼亚打算听一听 这个曾经可可利亚手下第一重臣 兼情报总管的建议 当初自己伪造的可可利亚和星河同归于尽的假消息 瞒过了所有人 唯独瞒不过这位 不过对方并不在意 反而直接扶持自己上位 我是阿尔法瑞斯 聊天群 我的神皇父亲 父亲 你说个时间 我好安排一下 什么时候去接你 帝皇 没必要 我这里 有一艘星剑 可以自己走 你就继续带你的事情好了 忽来想到 自己还有一艘修伯利安号没有拿出来 到时候 直接开着修伯利安号走就是了 我的神皇父亲 那怎么行 万一先周那帮人不讲武德 偷袭您怎么办 还是让我来接一接好了 开玩笑 第一个见到父亲的元体 只能是我罗家 圣吉列斯不算 他已经退休了 帝皇 我知道你的意思 放心我会第一个去你所在的星球看一看 你那个星球 应该是一个挺不错的征兵星球吧 我的神皇父亲 有什么问题吗 父亲 帝皇 没什么就是你们二十一妹的军团才刚刚建立 不如你把这颗星球让给你妹妹给他发育一下 招募组建军团的初始士兵 帝皇 我打算带你妹妹去那里待上一个月考察一下 顺便见一见你 你放心 回去之后 我会补偿你的 at我的神皇父亲 我的神皇父亲 不就一个征兵星球 要什么补偿 二十一妹赶紧来 我先和这里的土著谈一谈 罗家的内心可谓起起伏伏 本以为不能见到老爹了 结果要带着二十一妹一起来 不就是一颗星球 他怀言者家大业大 仅次于基利曼这个暴兵狂魔 一颗星球 可以和自己的神明待上一个月 身为狂信徒的罗家表示 包年怎么算 有优惠吗 先来个五百年怎么样 银河球棒侠 冒炮 感谢十七哥的慷慨 从今往后 我阿星也是一个星球之主了 百夫掌挂剑 父亲 我觉得 还是让妹妹来我这里好 我可以送妹妹一个堡垒世界 附赠一整套心灵控制装备 一个堡垒世界 可比征兵世界 要适合新手 百夫掌挂剑 我还可以送妹妹一支编队的遥控坦克 外加几个复制人中心 人造人挺结实耐用的 还能迅速成军 百夫掌挂剑 别误会 我不是想要第一个见到父亲 只是觉得 这样对妹妹的军团发展有帮助 Girl Help Girl不是吗 云如在自己的实验室打字 表示忽雷应该带心去她那里看看 至于是真的想要Girl Help Girl 还是另有目的 就不得而知了 无头学姐 不不不 堡垒世界对于新手来说 还是太复杂了 我送二十一妹一个铸造世界 新生的军团一定最缺装备 我不是熊孩子 十四死亡守卫 我觉得 一个农业世界 才是新手该有的 我这里有慈父亲自 赐福的农业事件 妹妹有了这个后勤 就不用担心了 我不是熊孩子 对了老邓 我的实力又强了 你就顺便来和我单挑一下 打输了我就是帝皇 你就该叫我父亲了 莫塔里安是忽雷坐牢之前 就上任的军团长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熊孩子 但是实力强大 对于忽雷不服 但只是嘴上不服 总是喜欢挑战忽雷 获得帝皇的位置 不过打一顿 就会安静一段时间 虽然熊 但是似乎很受药师的喜欢 是药师最宠爱的一个孙子 麾下有不少得到 药师赐福的农业世界 还有一个丰饶神迹药师花园 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 生命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包括微生物 放眼望去 一片绿油油 目前已经成为了 帝国的生物科研基地 独特的环境 让各种动植物 会发生各种突变 经常被用来研究 各种基因工程 和种族融合产物 从里面诞生了 不少不可思议的动植物 比如地里长出来的 汉堡王和热狗王 会吐豌豆的豌豆射手 浑身散发火焰的 向日葵女王 极大的提高了 宇宙的物种多样性 巧高里斯的熊鹰 咦 这里不是军团长聊天群吗 怎么混进来了一个 死亡守卫的一大连连长 让你们真正的军团长出来 可汗是一个不离胡人混血 极具领导气质 并且冷静的可怕 有着自己的独立的思考 是天生的游牧民族王者 我不是熊孩子 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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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汗 你的心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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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神皇父亲 够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打什么主意 你们要违抗父亲的命令吗 罗家也是 受够了自己这些 抢自己父亲的兄弟了 为了见到父亲 脸都不要了 帝皇 好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先去罗家那里 有时间再去你们那里 呼雷放下手机 自己这帮崽子 还真是热情 要是战垂黄皮子 有这么孝顺的孩子 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 现在距离华 赶到罗夫还有几天 自己目前在仙州的地位 就是太上皇 想干嘛干嘛 应该好好玩玩了 姬子 这个世界 有另一个你 要不要一起去列车上见一见 护卫觉得 自己该找点事情做 那就先去参观一下 星穷列车好了 游戏里 见过无数次 但是正品 还没有见过 舰长 如果有兴趣的话 星穷列车 欢迎每一个感兴趣的乘客 瓦尔特 杨觉得没什么 虽然护雷毫无疑问 是一个危险人物 但是看在在崩坏世界的交情上 应该不至于和阿哈一样 炸列车 等等我 义父 星还想跟着护雷等人一起走 却被圣吉列斯拦住 帝皇的天使 邀请你加入 群聊远体聊天群 这是一个 只有远体的聊天群 简单来说 就是没有护雷的小群 这也正常 上学的时候 班级群都有两个 一个有辅导员 一个没有辅导员的 一进群星就发现 自己的这些兄弟姐妹 还是收敛了 如果说在 傅辞资孝一家人群里 他们是在扮演一个 乖宝宝的话 那么 在这个圆体聊天群里面 个个都在发颠 原来不止我一个 对义父图谋不轨 自己的竞争对手 还是很多的 不负圣吉列斯之险 老爹 快报照 跟着父亲这么久了 应该拍得不少美图了 快快送上来 百夫掌挂剑 赞同 身为进军教头 你应该对父亲的喜好 了如指掌 赶紧把父亲 最近喜欢什么款式的 说出来 我好打扮打扮 我讨厌钉子 九哥 我也要 球 盘石坚如我 同球 我当上军团长 就没见过父亲 都怪仙周 九哥给几个照片 让我看看 父亲长啥样子 我不是熊孩子 嗨嗨 我对那个老灯的照片 不感兴趣 我只是想要确认 老灯最近瘦没瘦 万一影响战斗力 哪天我下课上 也没有成就感 帝皇的天使 帝皇的天使 图片图片 都注意点 自己私下看就行 要是传出去 腿都给你们打断了 可怜护雷还认为 圣吉列斯 是自己最老实忠厚的孩子 实在是不知道 自己被人偷拍了不少照片 蓝爷爷 嗨嗨 二十一妹注意一下 这个群聊父亲 是不知道的 不管我们说什么 都不会有人告密 你可以尽情发表 自己的想法 不过 你最好 也不要在父亲面前 乱说话 at银河求棒侠 银河求棒侠 我懂了 图片 图片 这是我拍到的第一视角 如何 图片上自然是之前 新抱着护雷球安慰的时候 偷偷拍的 正好用来融入这个群的氛围 不负圣吉列斯之血 我喜欢 就是你们的姿势 是不是有些暧昧 原来二十一妹早就 开始偷跑了 姐妹跟你心连心 你跟姐妹动脑筋 银河求棒侠 嗨嗨 这都是很正常的互动 我暂时还没有更进一步 百夫掌挂剑 就是说有这个想法 但是还没有实施咯 不负圣吉列斯之血 老爹快给你女儿说说 帝皇父亲 喜欢什么款式 什么性格的妹子 不负圣吉列斯之血 你想想 要是我成功攻略了帝皇 你的辈分 就凭空比帝皇高一个辈分 你难道不觉得 很刺激吗 帝皇的天使 帝皇的天使 图片图片 云上五霄的白行和静流 咱们多了两个后妈 具体资料你们有 最近父亲 应该喜欢这个款式的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不负圣吉列斯之血 不负圣吉列斯之血 不愧是老爹 帝皇最信任的孩子 父亲不管做什么 都不会瞒着老爹你 壳子 八五夜领主 二十一妹出来乍到 哥哥我没什么 能够帮你的 就告诉你 一些帝国的禁忌 壳子 第一 军团没有秘密 第二 帝国 狮王 砰 你说什么 第一军团 没有什么秘密 黑暗天使的一切 都是透明的 蓝爷爷 砰 第二什么 我问你说什么 世界上 没有什么第二帝国 我吉利曼 对父亲忠心耿耿 你这种一端 就该拉去当柴烧 圣吉列斯 第二什么 我就知道 你这个被动预言家 就是一个祸害 明明销毁了所有的资料 壳子 看到了吧 不要在这几位面前 提及第一军团的秘密 和第二帝国 他们已经应激了 一不小心 被直接干掉 都是正常的 壳子 这话的原话 是第一 军团没有秘密 第二 帝国万岁 真不明白 不就是一些黑历史吗 一个个藏得严严实实的 又不是什么大事 银河球棒侠 理解 我大概也明白了 心虽然不太明白 第一军团到底有什么秘密 什么又是第二帝国 但是他觉得 自己还是不要知道好了 我是阿尔法瑞斯 小妹妹你很识相 这几个家伙 都是有背叛前科的 阿尔法瑞斯上传 荷鲁斯大叛乱 孝子大败兽 罗伯特大叛乱 狮王大叛乱 圣吉列斯大叛乱 我是阿尔法瑞斯 at银河球棒侠 这些家伙野心勃勃 一个个想着自立门户 建立第二帝国 蓝爷爷 够了 你这个迷思麾下的 虚构史学家 不要在群里 传播你的构史了 我吉利曼 对帝皇忠心耿耿 让银河燃烧起来 荷鲁斯大叛乱 什么伪惊 我荷鲁斯就是死 从这里跳下去 也不会背叛帝国 背叛帝皇 狮王 这家伙 是神秘的令使 喜欢到处传播伪经 你不要被骗了 at银河球棒侠 我是阿尔法瑞斯 你们信我 我说的故事 都是在另一个世界 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 我是阿尔法瑞斯 我是阿尔法瑞斯 我绝对不会说谎的 狮王 对对 我是阿尔法瑞斯 蓝爷爷 我是阿尔法瑞斯 金氏智慧的魔法小马 我们都是阿尔法瑞斯 无头学姐 阿尔法瑞斯 你就不要在新来的妹妹面前 传播你的野史了 我们都没有计较你 到处传播我们的钩子文学 银河球棒侠 原来是虚构史学家 白担心一场 不过 我很好奇 什么是钩子文学 帝皇的天使 这个你最好不要知道 圣吉列斯表示 要不是找不到阿尔法瑞斯的本体 他早就把阿尔法瑞斯拎出来 往死里打 自从被神秘新神弥斯封为令使后 阿尔法瑞斯就越来越奇怪了 一个军团 已经快变成一个人了 到处传播也是 我能够有如今这个地位 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和战功 绝对不是给帝皇卖钩子 本来钩子文学是没有含金量的 直到有一天帝国宰相老马承认 他就是靠着给帝皇卖钩子 才有了如今的地位 钩子文学的含金量一下子就上来了 人家帝国宰相 给帝国兢兢业业打工几百年 他说的话能有假 不会有人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我是阿尔法瑞斯 你们信我 在另一种可能的时间线 帝皇七百年前 没有觉醒自己的本质高为入侵者 一战把罗夫剑手镜流拉回去 当寂静修女 我是阿尔法瑞斯 然后帝国和仙洲联盟死磕 最后在第二军团和第十一军团 被打得取消了 编制为代价 凭借庞大的体量和七百年的时光 耗死了仙洲联盟 荷鲁斯由于战绩优秀成为战帅 云奇元帅华被帝皇打至跪地 拉回去当心怒口牙 每一次远征 冒炮 我被打没了番号 百夫掌挂剑 事情逐渐离谱起来了 狮王 所以这和你的伪经有什么关联 我是阿尔法瑞斯 然后由于不满罗家 再在战争中的极慢推进速度 和建立国教 违背帝国真理 父亲命令吉利曼摧毁第一个完美之城 我是阿尔法瑞斯 然后罗家在一个名为 艾瑞巴斯的勒子人的蛊惑下 打算背叛父亲 而战帅赫鲁斯 被宰相马卡多蛊惑发动大叛乱 十八个原体九个叛乱 九个忠诚 这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们曾经一起建立帝国 共同驱逐驱解慈父意志的一端 我从未想过背叛 可如果我们不能从你的错误中拯救帝国 父亲 那么就让银河燃烧吧 从太大的天空 覆盖到银河的边界 让星海沸腾 让群星陷落 即便流进我的最后一滴血 我也要看到 帝国再次被解放 帝国只有一次复兴的机会 如果你不能抓住他 那就让我来完成 让战争开启吧 为了帝国 阿尔法瑞斯 以上是大叛乱的荷鲁斯原话 战帅 我们敬爱你口牙 九头蛇万岁 让银河燃烧起来 流汗 我不是熊孩子 我猜我是最忠诚的那个 今世智慧的魔法小马 我猜是 你们这些野蛮人 会背叛不足为奇 我这样的聪明人 绝对不会做任何错事 我是阿尔法瑞斯 也不一定是荷鲁斯 你们中的其中一个 会被马卡多蛊惑 其实这一次叛乱的主要原因是 帝国扩张的太快 加上帝皇不计代价的 和仙周死磕 以至于忽略了过度扩张 带来的内部矛盾 at 蓝爷爷 at 让银河燃烧起来 at 狮王 at 帝皇的天使 蓝爷爷 所以你的意思是 帝皇被抓是好事 父亲的存在 在某些特定的时刻 对帝国的发展不利 导致帝国内部的矛盾激发 我是阿尔法瑞斯 对 这个时空由于帝皇被抓 仙周和帝国许久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 也就是这个时候 摄政尼解决了帝国的内部问题 马卡多由于对失去了帝皇的帝国毫无兴趣 就没有引发大叛乱 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 解决内部越来越尖锐的种族问题 并且健全各种体制 现在 即使马卡多打算再次引发叛乱 也没有土壤了 狮王 你这话不就是帝皇拖了帝国的后腿 你这个异端 我是阿尔法瑞斯 我不是这个意思 狮王 那你变得伪惊的结局是什么 我是阿尔法瑞斯 父亲强行灯神 和除了慈父外的所有心神 展开一场惊世之战 能够目睹终极强者的惊世之战 就是死也支回了票价口牙 最后父亲强行灯神出了问题 化身为没有感情的黑暗之王 给整个宇宙带来了死亡与终结 小丑的面具破碎 存户的城墙倒塌 致死的铁块报废 巡列直接人马分离 宇宙的一切都被毁灭 银河燃烧 毁灭心神都是 笑着死的 最后 丰饶心神要失 重新孕育生命 创造全新的纪元 狮王 你的意思是 父亲不仅是帝国的阻碍 还是整个银河的祸害 已经不是一般的一端了 第二是军团 也许该被抹除了 我是阿尔法瑞斯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父亲早就看到了这种未来 才故意背情 让小丑感受不到乐趣 让帝国有时间整顿内部矛盾 一切都是帝皇伟大计划的一部分 帝皇万岁 父亲天下第一 蓝爷爷 六 不愧是是令史级别的虚构史学家 拍马屁都能拍得这么清新脱俗 明明能够直接夸奖 你却要编一段故事 我是阿尔法瑞斯 谬赞了 我是阿尔法瑞斯 内外皆刚 我是阿尔法瑞斯 我的神皇父亲 我是阿尔法瑞斯 我不是熊孩子 我是阿尔法瑞斯 磐石坚如我 我是罗格多恩 银河球棒侠 我们都是阿尔法瑞斯 破坏队形 at磐石坚如我 瓦尔特 兴 三月 丹衡 你们回来了 事情应该办得差不多了吧 看着列车组全员安全回归 机子也是放心了 之前又是巡猎的光石 又是为之空间散发金光的黑色太阳 实在是容易让人担心 看着新的气息又变强了 他猜测 这个星合金 又解锁了新的力量 想了想星 在空间站一发 苍龙卓士秒杀末日兽 获得了毁灭的注视 亚利洛 靠着沙金护盾的反击秒杀造物引擎 得到了存护的注视 现在在仙周 应该是寻 嗯 为什么是丰饶 机子 我这次要给你介绍我家乡的一位朋友 还有一位来自帝国的大人物 打算参观列车 姑且也算是我的熟人 瓦尔特脸上挂着笑容 不能只有自己一个人被迫害 瓦尔特先生 在仙周还有老朋友 那就让我见一见好了 随后 护雷也带着无量塔机子 登上了列车 拿到专票 成为了临时乘客 机子小姐你好 我是无量塔机子 是瓦尔特的朋友 一道火红的身影 出现在机子眼前 令他惊讶了一番 无量塔机子 见列车机子 一直盯着自己 有些尴尬的开口自我介绍 除了衣服几乎一模一样 确实很容易认错 宇宙还真是无所不有 瓦尔特当初见到我的时候 曾经一口叫出我的名字 想来是把我认成了你 列车机子 看着无量塔机子嘖嘖称奇 他当初 还以为老杨是一个喜欢搭讪 无知少女的花心渣男 搭讪手法 还特别老套 这位乘客 请不要 不要欺负列车长 被护雷拿捏住耳朵 提起来都帕姆经历 表达自己的不满 可惜毫无作用 阿星 这只兔子 是你们的列车长 看起来挺萌的 来到列车打卡 不欺负列车长 就和来罗夫打卡 不揍一顿艳青一样 你不做 就没有那个位了 只能说 不愧是帕姆 手感不错 毛发也很柔顺 就是脾气不太好 听说网上有关帕姆的本子 是新铁最多的 这位先生是 姬子看着和三月七 星 一起逗弄帕姆的呼雷 感觉有一丝不对劲 星和呼雷 是不是过于亲近了一点 自己这个养母 都没有这么亲 不会在罗夫交了男朋友 或者说 被老男人给骗了 自己身为 养母得好好观察观察 姬子阿姨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义父 丰饶帝国的帝皇 从现在起 我就是帝皇之子 帝国的储君 虽然数量有二十多个 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 星就这样拉着呼雷 给姬子介绍 我身为主角 有一个养母姬子 一个青马卡夫卡 再多一个义父很正常的 姬子小姐你好 星很有活力 我很喜欢 所以 星现在是我的孩子了 呼雷微笑着 和姬子握了手 然后躺在沙发上 星则在一边给肩膀按摩 呃 呼雷先生和星的关系 还真是够好的 姬子生硬地说着 明明是我先来的 结果卡夫卡也好 呼雷也好 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吗 一见面星 就恨不得扑上去 明明是自己一手 把星拉扯大的 然后卡夫卡一出现 就差点把人抢走 不过好歹卡夫卡不怎么和星接触 这个星的义父是怎么回事 感觉是一个比卡夫卡 还要可怕的对手 有关星的抚养权归属问题 更加复杂了 嘿嘿 姬子阿姨别生气 我父亲出来乍到待遇上 总得说得过去 星看出了姬子有些吃醋 也不想姬子有烦恼 但是呼雷给的太多了 不殷勤一点 他都不好意思拿钱了 别叫阿姨 叫姐姐 姬子有些生气 不过有着卡夫卡这个先例 倒也没有那么容易破防 终究不是亲生的 都不向着自己 好的 姬子阿姨姐姐 心想都没有想 就脱口而出 等到意识到问题时 姬子差点掏出了轨道炮 心好说歹说 才让姬子放下杀心 好了 好了 年轻人总是有些活力 我们这些大人 就不要计较了 无量塔姬子 拉着列车姬子 让他冷静下来 发生冲突的话 一个是舰长 一个是世界上另一个我 有些左右为难了 不过这个世界的 自己看来过得很不错 不但能够毫无顾忌地 追逐自己的梦想 列车的后背 看上去也是充满活力 抱歉 让你见笑了 我请你喝咖啡好了 列车姬子 打算让另一个自己 尝尝自己的咖啡的味道 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艺 挺好的 我一来就闻到咖啡香了 我先来尝尝 无量塔姬子 拿起咖啡 就往嘴里炫 三月 心和老杨 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入口了 完了 心一拍脑袋 果不其然 无量塔姬子的神色 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慢慢将手上的咖啡喝完 做人要讲理 另一个自己泡的咖啡 就是哭着 也要喝完 看来你挺喜欢喝的 要不再来一点 不必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 喝一杯就行 喝多了 反而无法吸气品味 其中的味道 无量塔姬子连忙拒绝 再来一杯 自己可能就忍不住了 对了 阿星 你们列车 似乎只有三个房间 三月七 老杨 姬子一人一个 单横住智库 你住哪里 看着和游戏里一样 只有三间房的列车 户类觉得 新的条件 还是有些艰苦了 不会直接睡大厅吧 还是说和自己玩游戏一样 住三月七的房间 列车的房间 确实有点少 我平时都是直接住三月的房间 可惜三月不让我抱着垃圾桶睡觉 是个人都不会让阿威 要不是看你没地方住我 才不会让你 把我的房间 搞得乌烟瘴气的 三月七 终究是人傻心善 估计每天晚上都要面临新的不老实的动作 有点莫名羡慕阿兴怎么回事 难道就不能增加几个列车的车厢吗 呼雷问道 不行怕 列车是阿基维利的力量 造就的 除了阿基维利 自己没人能够制造新的车厢怕 妻子也只能把损坏的车厢修好 而不能重新制造一个新的车厢怕 就是制造了一模一样的 也无法接上去怕 想要增加车厢 就要找到被最糟糕的吴明克弄丢的几节车厢并修好 否则只能维持现状 帕姆也很无奈 一切都是阿哈的错 车厢 我这里好像有一节 说着 呼雷从亚空间里 自己放置收藏品地方 掏出一节车厢 放到星空当中 就在列车的一边 是 是阿基维利最早创造的几节车厢之一 不是已经被阿哈炸飞了吗 你从哪里搞到的 帕姆惊讶的 已经忘了 最后面加上一个怕字了 老马送我的 我的结拜大哥 帝国的二把手 兼宰相马卡多 他平时就喜欢收集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就送你们好了 老马那边还有好几个 我回帝国之后看看 还能不能从他那里搞来几个 呼雷面无表情 马卡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列车车厢 因为列车就是他 欢迎心神阿哈炸的 趁乱收集几节车厢 简直轻而易举 那就谢谢舰长了 帮大忙了怕 多谢呼雷先生 这节车厢损坏有些严重 我需要修复一下 单横你一会帮一下忙 我知道了 机子 帝国的帝皇还是蛮大方的嘛 这一下心就不用住本姑娘的房间了 列车组的众人都挺开心的 唯独新衣人闷闷不乐 只觉得他们吵闹 有了自己的房间 一会就不能睡三月的房间了 就不能和三月一起黑黑黑了 别这样 你想想 你在自己房间里 就不用顾及其他人的想法了 你可以堆满金色的垃圾桶 我知道在一个名为匹诺康尼的地方 有着不少金色的王下一桶 呼雷渐心闷闷不乐 不由的出声安慰 控垃圾桶的XP很怪 呼雷不理解 但是也只能表示支持 真的吗 心睁着卡兹兰大眼睛 泪眼汪汪的盯着呼雷 自然是真的 最近匹诺康尼不是要开邪恋大典 我带你去买几个垃圾桶 还是随随便便的 呼雷表示 家族不至于因为几个垃圾桶 和帝国交恶 要多少有多少 正好列车的下一个地点 就是匹诺康尼 身为玩家 总得亲身参与一次剧情 到时候是吃着爆米花 看着星丹刷神主日 还是主动出手 一击干碎家族 又或者啥也不管 先把此小鬼花岛灌成剖腹 见无量塔机子 和列车众人相谈甚欢 呼雷也不打扰 带着星去参观星穷列车 另一个景点 深渊 也就是忘却之亭 义父 星怕呼雷记忆被删 刚想阻止却听见 还躲吗 你们刘光一停 应该知道我的手段 再不出来 我就亲自出手了 呼雷找到了 通往崩铁深渊的镜子 刘光一停 收集列车记忆的据点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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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看不清脸的艺者出现 从身材看应该是一个妹子 一出手就屏蔽了 除了星和呼雷其他所有人 他们的记忆会被修改 自动无视 有关这里的一切 帝皇大人 还请原谅在下的冒失 这是我的工作 还请帝皇大发慈悲 不要驱逐在下 义者看着呼雷直呼倒霉 义者无孔不入 前往宇宙各处 收集不错的记忆 制成光追 只有一个地方收集不到 那就是帝国 帝国人由于呼雷亚空间 本质的黑色太阳影响 都是呼雷的死忠 也就是说是 一模的混沌信徒 义者想要窃取他们的记忆 就会不可避免的 见到一个黑色太阳 然后明误了 何为忠诚之道 记忆命途 又出现了一大分支势力 审判庭分支之一的 记忆审判庭 负责配合 灰奇士行动 由于记忆审判庭的存在 灰奇士不必灭口 只需要让记忆审判庭的人 进行记忆清除就行 然后就是抹除一些帝国的秘密 例如第一军团 嗨嗨 第一军团没有秘密 不需要抹除 还有第二 第二帝国根本不存在 都是小说里的故事 基利曼摄政王 对帝皇中不可言 从这一点来看 记忆审判庭的工作 做得不错 所以他们 只属于帝皇 目前全权听从基利曼摄政王 以防失控 万一有变 可以随时灭口 抹除第二 一些帝国小秘密的 最后知情人 那一天 帝国如今的记忆审判庭之主 黑天鹅 艾瑞巴斯第二 协助护雷腐化 流光一庭内的一位令使 荷鲁斯第二 还没想好设定 欢迎投稿 发起的大叛乱 几乎让流光一庭支离破碎 黑天鹅 我从未想过背叛 但是如果艾瑞打算继续探究帝国的秘密 触碰不应该触碰的禁忌记忆 那么我也只能让艾瑞燃烧起来 帝皇神选黑天鹅 在艾瑞总部一战中 被帝皇附体 大战一位记忆令使 打得那个记忆令使 半身不随 只能坐一辈子马桶 要不是记忆心神福利显胜 呼雷给了福利一个面子 只怕艾瑞就要被叛军打赢了 实在是亚空间天客一庭 探寻帝国的禁忌记忆 就会知晓 亚空间的一些不可名状之物 比如某位邪神 黑暗之王的永恒游戏永不终结 知道的越多 腐化的越快 在那以后 艺庭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 远离一切和帝国相关的信息 知识是有毒的 记忆也是 任务当中 遇到帝国的人 尤其是被称为原体的邪恶大魔 允许放弃任务 而现在 一个小小的议者 碰到了邪神本人 完蛋了 这名小小的议者内心悲悯 自己现在应该主动忠诚 还是被动忠诚 一会估计要去记忆审判庭上班了 这位议者小姐 你也不想失去你的工作吧 护雷细血一句 每个议者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 这个议者 显然工作地点是列车 太倒霉了 哇 一副厉害 一副天下无敌 心在一边高呼 列车全员除了自己 都被议者直接修改记忆 现在终于有人能够质疑至他们了 议者恨恨地看了心一眼 原来是你把鬼子引来了 我就是想要收集一些美好的记忆 你至于把亚空间邪神本人引来吗 不知道帝皇大人需要多少光锥 我愿意花钱买我的命 就是五星光锥我也有脊账 一者虽然肉疼 但是知道 现在只能花钱消灾了 流光一停的光锥 可以提升战斗力 对于各大势力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你是说这些吗 要是七百年前 护雷可能会心动一点 但是现在 护雷直接拿出一大堆的五星光锥 还都是绝色专舞这种极其稀有的那种 放在这个世界 基本上都是记忆令识 甚至是弗里本人手挫的 比如护雷的那张 神战之子 护雷就怀疑 是当初弗里在一旁观战的时候 手挫的 看到这些不值钱五星光锥一者 直接撕巴达了 这种级别的光锥 已经可以量产了吗 义父 义父 我就是说 这么多的光锥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心看着光锥 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这老灯什么时候退休 让我继承遗产 可以送你一点 现在别捣乱 注意形象 你现在是帝国储君 别给我丢人 护雷让心注意一下形象 起码不要流口水 一者小姐 从今以后 你就继续干你的事情 不过刘光一庭内部事务事务大小 都要和我报备 有问题吗 护雷觉得 能够和主角团混到一起的一者 估计不是一般的一者 留着当案子也不错 忠诚 一者也是有样学样 自己从今往后 就是记忆审判厅的边外人员了 接着见天色已晚 忽雷也只能带着无量塔基子 回到仙州 他还有事情要做 接下来的几天 忽雷就开始了自己仙州 太上皇的悠闲生活 平时到处玩玩 有什么需求 就和景元元说 他会完美解决的 飞消 清雀 速长 浮悬 不管忽雷点名 要谁陪玩景元元 也只能同意 不过 更进一步是不可能的 好在有着云上霜花 和忧求玉的良姐妹在 自己晚上也不会多寂寞 元帅啊 你快来吧 我真的熬不住了 景元觉得 再让忽雷在这里晚几天 自己就要进魔音身了 忽雷现在 不想毁灭仙州 但是放任一个 阿哈当奶爸养出来的乐子人 在仙州真的心累 拜托 拜托 这是最后一次豪赌了 哎哎哎 我糊了 清雀大叫一声 就把牌扔在桌子上 吓得周围 一起给忽雷当赔完的贵奶分 和白鹿一大跳 淡定 淡定 清雀你这么杂杂呼呼的 真不知道那个粉毛小癌子 看上你那点 忽雷有些无奈的说道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忽雷通过预知未来 把其他三人大杀四方 好不容易赢一回 激动一点也正常 清雀也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都是正好 差一张牌就糊了 可是那张牌 偏偏到了忽雷手中 这次也是运气好 忽雷如何操作都是清雀赢 除非忽雷不要连把牌换了 这才让他赢了一把 哎嘿 对不起 战手大人 我就是稍稍激动了一下 不过福玄大人虽然个子不大 但是能耐可是顶天的 清雀笑了笑 连忙给忽雷赔礼道歉 一开始 福玄让他给忽雷当赔完 还挺不情愿的 当初忽雷在他面前释放赤月 打晕非消 然后直接丢给他和素长 贵奶分三人 可是给他留下不小的心理阴影 不过也不得不从 仙周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清雀虽然喜欢摸鱼 但是还是有爱国之心的 得知忽雷指名道姓 要自己赔完后 更是誓死如归 话说 战手大人 我们这样天天吃喝玩乐 是不是不太好 清雀重新收拾牌桌黑黑笑着 一开始他还挺不情愿的 后来就真香了 跟着忽雷混 就是在公费吃喝玩乐 反正账单 送到神策府的警员员手上 或者天博司的玉空手上 平时担心钱包不敢吃的不敢玩的 不舍得用的通通体验了一番 美其名曰 让忽雷过好一点 给他找点事做 这样就不会有时间计划 毁灭仙周的阴谋诡计 还能跟着忽雷四处找乐子 比如跟着闲药龙女 一起体罚龙师 忽雷日常打卡燕青的时候 负责观战当啦啦队 和忽雷一起嘲笑 浮悬是粉毛小矮子 他这可不是对太不大人不敬 只是为了给忽雷提供情绪价值 让他没时间整大火 跟着忽雷 还能在上班时间光明正大的打牌 非但如此 福泰补还要夸自己一句打得好 硬控忽雷三四天不去搞事情 立大功了 甚至打牌输钱了 还能找泰补司报销 他这是为了先周献身 请务必让他再多当几年的赔完 对了 素长和星美去了 平时他们 不是应该和我们一起到处玩的吗 忽雷有些疑惑 你说他们啊 他们之前在金人巷 和一个叫斯科特的公司专员发生了冲突 似乎打了什么赌 现在要兑现赌约了 白鹿对这件事也是有所耳闻 不过不在意 掌控了驰名龙族后 白鹿身为龙尊 可以调用驰名的全部家产 大不了直接盘下整个金人巷 而且 星的军费也是没地方花 真逼急了 星自己就能够代替公司改造金人巷 反正钱给够 其他方面星可以和吉利曼商量 原来是他 失敬失敬 忽雷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太行了 居然把真正的狼王给忘记了 一会去看看 这才是狼之骨训 话说清雀你这么能干 有没有兴趣来帝国 保证黛玉从幽 忽雷照常开始邀请 清雀入伙 这 还是 呃 我在考虑考虑 黛玉确实很不错 但是他不想当二鬼子怎么办 不过一会 帝国不是要和仙州和谈 到时候他 是不是就可以合法地加入帝国 两个盟国的百姓相互移民 貌似挺正常的 不行 我不能背叛福太卜 我清雀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是也不是一些银头小利就能收买了 不过自己还是要表现得犹豫不决 才能更好地拉扯 我这都是为了仙州以身似魔 才不是有一些心动 清雀 你看这似乎很是心动 是不是我太不思委屈你了 福玉的声音 突然从清雀身后传来 吓得清雀冷汗直冒 不 不是这样的 太不大人 我就是 绝对没有心动 算了 你也挺辛苦的 这次就算了 福玉也不想太过压力清雀 稍微提醒一下 对方自己是仙州人 别被外人忽悠走了就行 不然以罗夫现在的人才储备 要是清雀真的赌气走人 罗夫迟早要晚 那样的话 自己升职成为将军后 谁来领导太不思 感谢太不大人 大人不计小人过 清雀没想到 福玉这次这么好说话 这个粉猫 这个粉猫 矮个子是谁啊 呼雷轻飘飘一句话 差点让福玄炸毛了 这些天 呼雷可没少翻自己牌子 让自己当导游 结果现在装不认识 要不是打不过 福玄高低的 把这个讨厌的家伙 打至跪地 狠狠踩在脚下蹂躏 你 算了 元帅大人到了 你最好收敛一些 别太嚣张 把事情谈完了 就给我赶紧离开罗夫 这里不欢迎你 福玄把来一说明 再让呼雷在仙州待下去 恐怕罗夫就要改姓了 呼雷什么都不用干 只需要把身为帝皇的魅力 光环拉满 然后到处走走 见到呼雷的人 就会变得终不可言 这就是来自 亚空间一大魔的腐化 哟 那个平板仙人终于到了 太不大人别这个表情 起码你在某个方面 远远胜过你们仙州的元帅 带路吧 太不大人 知道了 福玄看着面前的某人 气得牙痒痒 但是只能装作没听到 对了 我等几个朋友一起去 呼雷似乎想到了什么 拿出手机给老杨发了一道消息 见老熟人 怎么能够不叫上老杨 而这边 罗夫仙州神策将军锦元元 和要清仙州天机将军 非萧正带着罗夫六御 一起迎接地宫七天将之首 仙州云奇元帅华 云奇元帅华 有着主角一样的灰发 以及碧绿色的眼睛 身着云奇军的制式铠甲 身上透露着一股肃杀之意 万一谈不拢 可能还要继续打 而且大概率是打不赢的 从护雷能够拦住兰的光石 来看自己的应该已经不是对手了 最多勉强拖住 然后关键来了 锦元元似乎干不过 有着五层复活甲的幻龙 而非萧也大概率 不是禁军统领天使 砍王圣吉列斯的对手 绿皮的搞毛二哥 也一路尾随自己 离罗夫很近 应该打不起来 均衡应该会出手 否则整个星海 不就是帝国一家独大了 话事只属于兰的仙州元帅 对于新神的气息很敏感 自然清楚 之前均衡互出现过 然后话开始打量起来 罗夫仙州目前的高层 龙尊白鹿没来 正常 已经投敌了 丹顶司丹市长 丹叔也没来 也投敌了 还是要往秘传的副首领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白发红铜的少女 看起来 似乎精神不太正常 罗夫石王司的血衣寒鸭 姐妹没来 满有钱力的胡人祸祸也不在 化身为仙州元帅 对于下一代有钱力的 年轻人的资料 还是有的 不过石王司有一个光头来了 也是石王司 一个比较有钱力的年轻人 不过挺显老的 才一百多岁 假年龄 就已经是大光头了 太不思的话 算是少有的靠谱 并且后继有人的部门了 不过伏悬不在 去找呼雷了 景元 辛苦你了 看来未来几百年 罗夫仙州 还离不开你 话拍了拍景元的肩膀 真的很难想象景元的抗压能力 看来景元是没有退休的可能了 大元帅 景元泪流满面 宝宝心里苦 宝宝不说 这一天天的 都是什么事 石王司问字部判官尤里 见过元帅大人 罗夫最近发生了很多大事 出了不少叛徒 将军有些心类 也是人之常情 尤里主动上前搭话 其实这种事情 本来应该是天博司的玉空负责 但是玉空 因为亭云被刀的原因 还在阴谋当中 虽然还在 但是也是情绪低落 所以就由实力最强的 石王司代表尤里负责搭话 先周实力最强的部门 应该就是云骑军 但是有理由怀疑 石王司的权力 甚至隐藏实力 不弱于云骑军 石王司内部人员 明差寒明说过 云骑将军 不过是杨氏的权威罢了 石王司不受其节制 论地位更在其上 先周联盟宣言 旭里面 曾经提到上至帝宫 下达石王 能和蓝相提并论 足以证明石王司的地位了 就是略有夸张 也足以证明 石王司的实力不容小觑 先周人魔音深厚 不要进石王司内部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 石王司里面 藏着一群实力强大的 魔音深老祖 连药王秘传 都能够在魔音深状态下 保持意识 那么 石王司这种正规组织 自然也行 只不定石王司内部 藏着一些笔蓝 还要老的老古董 里面有没有 令史实力的强者 不一定 但是有几个人 卡夫卡这种级别的 命徒刑者 还是理所应当的 先周联盟 还有不少下辖星球 先周是无数 古老智慧种族的联盟 只是天人 胡人和驰鸣三族 有盟约 并且最强而已 算上天才俱乐部里面的软媒 和不知深浅的余青图 先周联盟 还是挺能打的 尤里是吗 我对你有印象 说说最近石王司的情况吧 话看着大光头 尤里内心稍微安稳一些 罗浮目前 石王司的大部分高层 连带下一代的祸祸都团灭了 好在尤里 由于提前接受任务 离开先周 逃过一劫 不然 指不定真的要石王司 身处的那么一群老古董 出来主持大局了 可惜 尤里就是罗浮最大的内奸 不过用一个复制人出任务 就把事情糊弄过去了 是 元帅大人 石王司在幽囚域的判官和名差 几乎全军覆没 大量底层战死 高层大部分被俘 好在大多高层都被护雷放回来了 除了血衣和寒牙没有放回 护雷的态度极为坚决 有传言 跳过这一段 继续说 话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护雷盯上的人 大概率是要不回来了 只恨自己实力不济 是 然后被放回来的人 记忆都少了一小部分 我认为有理由怀疑 他们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秘密 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认为这些高层 可能被护雷暗中布下某种手段控制 不可信 所以把他们全部进行了一部分调职 转移到一些无足轻重的岗位 并且严密监视 这就导致石王司人手严重不足 只能由跟着属下一同出任务的同事 和镇守随缘的同伴 幸免于难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将这些人 我的心腹 暂且担任石王司高层 维持正常运行 我怀疑 护雷之所以一定要删除这些人的记忆 是因为这些人里面 有着帝国的内影 所以 我强行读取他们的记忆 试图找出一些破绽 属下知道这有些不妥 而且对被放回的同事 有些不公平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有理说着说着 生泪其下 任谁看了都觉得是一个力挽狂澜的忠臣 而不是打算 趁着危机 大肆提拔自己亲信的奸臣 我知道了 你做得很好 罗浮有你这样的忠臣 是罗浮的福气 放回的石王司高层 都被删了记忆 说说看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话对被删除的记忆很是好奇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不只是被抓的人 里面有内奸 石王司没被抓的高层 也有奸细 不然莫渡的禁军小队 又怎么会轻松摸到U球域里面 还能够完美控制U球域 连求救都发不出来 那么这样的高层 必须是在石王司工作多年 当天还在石王司内部 进行精准控局 这样才能这样完美操纵一切 尤里那一天 在外出任务不符合条件 谁能想到 尤里本人和复制人 可以完美一心二用 这是尤里独特的灵能 外出任务的石王司人员 完全没有发现破绽 这就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寒鸭血衣也不太可能 毕竟 如果他们真的是内奸忽雷 就不会留下工自己玩乐 而是放回来 继续充当内奸 忽雷虽然好色 但是把自己安插的内奸 强行抢来享乐这件事 好像 好像还真的干得出来 那么就是说 这个内奸 可能是石王司内部的某个老古董 毕竟仙州有不少曾经的 就贵族就在里面 投靠丰饶也是可能的 属下有罪 属下在意识到问题后 就偷偷把这些被放回来的俘虏 进行搜魂 实在是担心有帝国的探子 所以只能属下亲力亲为 一个一个的读取记忆 做坏事 不能让人知道 可是属下无能 帝国人把记忆删除得很干净 属下进行检查 二次删除 的时候 非但没能检查出问题 似乎还触发了帝国的暗门 有关被抓的记忆 被彻底清除 以前还记得自己被抓 现在很多人直接被抹去 最近十年的记忆 这样就没有想起来的可能 一些倒霉的 和我不对付的 同事甚至遭遇反噬 变成了白痴 大脑一片空白 属下办事不力 还请元帅责罚 属下建议 请一些石王司内部的老祖 出来主持石王司内部事务 我还要再历练历练 忠臣 大大的忠臣 华还知道 罗夫动荡的时候 隋元的穗阳出逃 就是有礼带着石王司的 名差判官 和自己的弟子 一个一个抓回来的 包括喜欢搞事情的敷衍 只言过 不严功 兢兢业业工作 石王司群龙无首之际 挽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之将倾 这不是忠臣谁是 不必了 你办事虽然有些许不妥 但是都是为了仙周 以后你负责 统领罗夫仙周的石王司 我相信你的能力 加油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揪出 石王司内部的奸细 华也能理解 有礼的急于求成 毕竟家里有奸细 导致自己团灭 肯定要试一试 被放回的俘虏记忆里 有没有线索 只是没想到 呼雷这么狠 一点破绽都不留 只要探查 就抹去这一段的全部记忆 然后一思考 已知石王司高层 甚至里面的老家伙里 有叛徒 而尤里 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 自己是忠诚 加上尤里的身世清白 是仙周梁家子 那么就让尤里 管理石王司好了 属下定不辜负元帅期望 定让罗夫争争日上 属下愿以地功发誓 要让罗夫再度伟大起来 尤里当即诅咒发誓 用地功发誓 这个尤里果然不错 有责任有担当 话点了点头 丹顶司的这位是 话看像带着丹顶司 剩下的大猫小猫 两三只的天秤 有些奇怪 我叫天秤 是由李老师的弟子 石王司行自不判官 丹顶司出的事情有些大 暂时无人管理 就由我来暂时管理 天秤开口 从精神状态来看 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是个忠臣 华想到 丹顶司应该是 各部受损最严重的 看着这黑眼圈 和随时要暴毙的状态 想必为了丹顶司操碎了心 你不是石王司的人吗 为什么在丹顶司工作 华有些疑惑 按理来说 石王司刚刚遭遇 优求狱的一波团灭 正是人手紧缺的时候 由李怎么会把自己的 得力干将 送到丹顶司 而且 丹顶司可是一生呆的地方 怎么让一个负责 执行死刑的判官来搞这个 难不成是法医过来实习了 因为丹顶司单事长 丹书叛乱 整个丹顶司 找不到一个挑大梁的 剩下的忠诚派 甚至连丹顶司的一些 被药王秘传制造的 风饶涅物和魔音参 都无法剿灭 所以 老师推举我 暂时整合一下 丹顶司内部剩余人员 负责剿灭一些魔音参 和风饶涅物 和入魔技巧 等下一任丹市长 或者司顶选好 我就会石王司 说着 天秤打了一个哈欠 这卧底 真的不是人能当的 差点没累死他 由于丹顶司大部分人员 都加入了药王秘传 导致剩下的仙舟 忠诚派里面 只剩下大猫小猫两三只 还不确定 是不是真的忠诚派 而丹顶司 现在还在刷新魔音参 各种丰饶涅物 和入魔技巧 他来这里纯纯苦差事 天天要带着 仅剩的丹顶司成员 剿灭涅物 并且甄别内部 是否还有剩下的间谍 找到就杀 间谍杀没杀不知道 反正这几天 丹顶司剩下的忠诚派 要么被天秤星空 要么被荡成间谍干掉 要么本就是药王秘传 或者天秤尤里的心腹 等下一任司顶上任 要给一个大大的惊喜 灵杀 完了 这 确实是辛苦你了 话也算是知道 丹顶司一个搞学术的地方 会出现石王司的判官 搞半天 人家不是来搞学术的 是来揪出隐藏的叛徒 忠诚 的处刑官 确保里面不会有药王秘传的残留 还要清理残存的丰饶涅物 难怪一脸黑眼圈 原来是累的 尤里不愧是忠诚 在石王司自己才刚刚团灭的情况下 还能把自己的二把手派出去 援助其他部门 不过石王司还好 只是简简单单的团灭了 相比之下 丹顶司这种异世界蛇盾局 才是最惨的 丹顶司惨惨惨 行了 你叫天秤是吧 你以后就不用回石王司了 你现在就是丹顶司的单市长 一会会有新的司顶 从别的仙周调来 你要看好丹顶司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华盯着天秤的红色瞳孔问道 明白 天秤也是有些脑子的 只是平时看起来疯疯癫癫而已 他的作用就是成为仙周的案子 防止丹顶司再次叛乱 丹顶司连续出了几代叛徒 这一次更是装都不都装了全员投靠丰饶 可不得好好盯着 你知道就好 华叹息一声 对于罗浮丹顶司的耐心 也是彻底耗尽 在古国派出寻长生的仙周当中 罗浮是最早得到钥匙赐福 靠着剑木的果实 让全体仙周人得到长生的 丹顶司最早在罗浮成立 其他仙周的丹顶司 都可以算是罗浮的分布 后来仙周追随巡猎 也没有忘记 曾经追随丰饶的信念 仙周能够为宇宙解决几千种绝症 和各种大小病症 丹顶司可是出了大力 仙周联盟的仙周都各有特色 著名擅长打铁 是和公司总部 比尔波音特齐名的学术圣地 欲缺仙周擅长补算推演和考古 要亲有大姐和寿尔娘 方胡是小龙人自治区 蓄灵的特点就是神秘 而罗浮仙周的特色就是丹顶司 有着极强的医疗体系和学术氛围 所以宇宙各地求长生的求要 使都来仙周求长生 所以华对罗浮丹顶司 还是比较宽容的 但是这种忍耐不是无限度的 丹书的前任司顶 一直和药王秘传不清不楚 被弄下去后 仙周联盟就一直在拆分丹顶司 让丹市长分化司顶的权利 从此司顶名存实亡 自从上任司顶 是失踪后 就一直没有选出新的司顶 而丹书 其实只要再干几年 就可以升职 可惜被判了 现在丹顶司没了司顶 只有丹书一个丹市长 还能带着整个丹顶司叛逃 太离谱了 罗浮丹顶司 难道专门出药王秘传吗 下一任被选好的司顶 也不简单 灵莎的师傅 是丹横保留前世记忆的罪魁祸首 以现在罗浮丛明 已经光明正大投敌来看 忠诚度很不确定 说不定哪天就投靠了帝国 由于丹顶司 已经变成药王秘传培训基地 必须重拳出击 这个时候 有必要让来自石王司的刑字部判官 仙周忠臣天秤 担任丹市长 监视这个新任司顶 外来人员不懂医学 就不会莫名魔诊 追求丰饶 既然搞学术的都容易魔诊 那就喊一个 只会杀杀杀的人来管好了 天秤之名 他也有所耳闻 是有理收养的一个短生种养女 心狠熟辣 所以被调到 专门处刑的刑字部担任判官 加油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确保丹顶司的忠诚 必要的时候 你可以越过丹顶司司顶 直接对警员负责 发现新的司顶 有问题直接拿下 华给了天秤很高的权限 丹顶司不可信 需要严加管制 魔性笑声 知道 我会和心愿司顶 好好相处的 天秤已经迫不及待见到新的司顶了 听说是一个 持民族妹子 希望能够让他 好好玩玩 灵莎 要不我也投帝国算了 什么新铁版玄冥教 未来华会 为自己的决定后悔的 石王司和丹顶司 从此沦为 心灵部门的先周分舵 这边 无量塔姬子和老杨 也收到了忽雷的邀请 跟着忽雷 一起和先周谈判 舰长 我们到了 你要带我们 去干什么 姬子看着等得有些耐烦的 伏玄问道 姬子 老杨你们到了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 去见一个老朋友 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带路吧 太不大人 忽雷摆摆手 示意伏玄可以带路了 真搞不懂你 为什么要带两个 无关紧要的人过来 伏玄想不明白 列车和这件事有关系吗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需要负责带路就行 未来的先周将军 忽雷一句话 就让伏玄心花怒放 也不问什么 就直接带路了 我让你如此 在这件事有关系 义